第4261章陆续抵达 苏洛黎明白夜晨的意思 八星舞者虽然已经极为难得 但这也只是夜晨这辆快速列车短暂停靠的其中一站 自己有幸登上这辆列车 没有太多时间欣赏这一站的风景 因为这列车很快就会继续驶向下一站 而自己的下一站便是明镜大圆满 苏洛黎知道 感激的话说了太多 在夜晨给予自己的恩惠面前 再说已经显得苍白无力 于是他单膝跪地 双拳警报 眼神坚定无比地说道 夜先生 苏洛黎一定全力以赴 夜晨面带微笑地点了点头 而一旁的何洪盛 已然激动地眼眶通红 他听出夜晨话中的意思 知道苏洛黎接下来的修为还会继续提升 而且苏洛黎现在还很年轻 若是有夜晨一直提携 用不了多久 恐怕就能进入 何家几百年列祖列宗想都不敢想的暗境 以前 对何洪盛这种舞者来说 暗境是渴望而不可及的终极境界 虽说五道还有化境与宗师境 但在他的认知里 这两种境界已经不是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 能到暗境 便已经是五道的尽头 而且是几乎无法触及的尽头 不过现在 苏洛黎已经来到了暗境的门口 一日 从世界各地辗转赶来精灵的万龙殿将士 便开始陆续抵达 他们有人从周边国家直飞精灵 也有人先飞到周边城市 然后选择其他交通工具抵达精灵 之所以这么谨慎 是因为夜晨也不确定 破清会剩下的三大伯爵 究竟有没有人此刻正在国内 若是没有尚且好说 若是有 当他发现大量舞者集中移动的时候 必然会心生怀疑 一旦这些万龙殿的舞者被对方盯上 很容易便会被对方顺藤摸瓜 跟置香榭里温泉酒店 而夜晨的谨慎也并非空穴来风 此刻 破清会四大伯爵中 实力最强的长盛伯 正在燕京四处搜寻林婉儿的下落 上次视频会议中 英主给了他一个新的命令 那便是去精灵寻找夜长英 与安城七独子的下落 找到他 然后再把他杀掉 不过 这个任务的优先级 还是要排在寻找林婉儿 以及他那枚戒指的后面 除此之外 长盛伯对寻找并击杀夜晨的任务 并不感兴趣 在他看来 夜长英 霍安城七都已经是他的手下亡魂 自己时隔二十年 再去击杀两个手下败将的儿子 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更何况 就算自己成功寻找并击杀了夜晨 再破清会也算不上什么大功劳 而林婉儿就不一样了 林婉儿对英主来说意义重大 只要将其抓住 必然是大功一剑 若是还能找到那枚戒指的下落 英主必将重重有赏 所以 寻找夜晨 远不如寻找林婉儿 以及他那枚戒指来的实惠 也正是因为如此 长盛伯才不着急 前往精灵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节点 若是九月一日 还无法在燕京找到林婉儿的下落 那自己便启程前往精灵 去精灵寻找夜晨的踪迹 今日的洪武 已经在香榭里温泉 充当起了招生办主任的工作 为了做好迎新工作 洪武做了充分的准备 他不但给每位学员 准备了完备的日用品 还给大家准备了 统一的练功服 以及学习文具 洪武选的练功服 是制作 用料都非常考究 而且穿着十分舒适的太极服 为了凸显一致性 洪武还专门请人手工 在练功服的左侧胸口 做了一个银杏叶的刺绣 之所以选择银杏叶的刺绣 洪武也是有两个考量 一个自然是基于夜晨的姓氏 而另一个 便是基于华夏文化的特点 如果要选择一种叶子 来代表华夏统文化的话 洪武觉得没有什么 比银杏叶更合适的了 而这种做了银杏叶刺绣的太极服 整体的感觉也确实非常有华夏文化特有的韵味 除了给新学员登记信息 发放用品之外 洪武还担当了一个职责 便是安排学员的分组和寝室 香泄立温泉酒店有数百个房间 所以这些学员们的住宿条件也非常宽松 都可以实现 每人都有一个独立的房间 洪武也遵照夜晨的指示 将温泉酒店的客房区域 分成了男女两个独立寝室 因为男性在学员中占了多数 所以普通豪华间的客房 便都分给了男性学员做寝室 而那些豪华套房 则都分给了女性学员 男女寝室的房间已经重新编好了号码 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分配 而洪武也按照夜晨的要求 按照报名时登记的学员号顺序 将学员们按照十人一组的方式进行分组 由于负责教授的导师仅有洪长青一人 所以便没有对这些学员进行分班 整体的班级架构便是一个班级 十余个小组 洪长青自打琢磨明白厉害关系之后 便一门心思地要为夜晨安前马后 为夜晨马首是瞻了 所以他这次没再吝啬太真道祖传的太真混元道 而是直接将自己准备好的八个章节教案的第一章 全部打印成册 每当有学员前来报到 他便将这份准备好的教材交到学员手中 而他之所以支给第一章的内容 并非他依旧有所保留 而是他在太真道教授了那么多弟子 心里非常清楚大多数人练功的习惯 一旦将所有的内容都交给他们 那他们一定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 私下进行乐籍学习 有时候课程刚刚进行到第一章的时候 不少学员已经开始偷偷练习第二章 甚至第八章的内容了 这种行为对天资极佳的天才学员来说 自然无可厚非 但是对大多数需要稳扎稳打 夯实基础的学员来说 这么做只会分散他们的精力 扰乱他们的节奏 而洪长青为了让这些学员有所期待 故意在教材的标题上标注了第一章 而且还在第一章后面 用括号标注了三个字 共八章 学员们一开始拿到这份心法的时候 看到内容并不算多 还以为又是某个不太完整的心法 可当他们看到共八章的时候 便立刻意识到 这份心法的篇幅 应该比他们接触过的心法多要长 即便是万破君的师尊邱志远传下的心法 也没有这么大的篇幅 这一下子 便让所有的学员都不自觉地心生期待 第4262章献我于不易 随着万龙殿将士陆续抵达 何家人也在苏若黎的带领下 一同前往香泄立温泉酒店报到 伊藤蔡蔡子和秦奥雪 也在同一天前往 并且与苏若黎分在了同一组 而且 由于三人报到时间很接近 所以三人的房间也都相互挨着 红武因为有便利条件 所以早早就给自己和陈泽凯 预留了挨在一起的房间 之所以要住在隔壁 是他们两个都很清楚 一方面两人关系不错 相互熟悉 另一方面 两人可能是这次培训里为二的 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新手 所以两人住得近些 平时也能多多交流 甚至抱团取暖 用红武的话说 无论哪个班里的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 都是好朋友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在他和陈泽凯两人身上 也是同样适用 学员到齐 叶晨便打算给他们再留一天时间熟悉环境 随后便正式开课 而就在这些学员熟悉环境的时候 叶晨从网上网购了一套简易的口服液灌装设备 并将这套设备拉到了香榭里温泉的半山别墅 此时的他 就像个造假药的商贩 正在操作着那套设备不断地灌装一种 没有任何商标和标识 甚至连生产日期都没有的三无口服液 药品有多种使用形态 其中以口服和注射居多 而口服药中 口服液的形态其实并不多见 不过 叶晨这次倒过口服液 是打算将手里上次炼制的那批增强板散血旧心丹 全部都融入水中 然后灌装成每只十毫升的口服之际 这批口服之际 每十毫升的药液中 含有月末为十分之一刻增强板散血旧心丹 按照叶晨的规划 这批口服液要在正式开课之后 给到所有参加培训的学员 确保人手一支 剩下的 则作为接下来数次考核的优等生奖励 原本 叶晨也动过用丹药培养一批舞蹈高手的想法 但是 对叶晨来说 炼制丹药有两个比较大的阻碍 一个是自身的灵气消耗较大 另一个则是名贵药材有时很难得到 现如今 叶晨炼制的几种丹药 除了散血旧心丹的药材 比较简单之外 其他的或多或少都一两位 可遇不可求的珍贵药材 而炼制散血旧心丹虽然简单 但叶晨也绝非是想炼多少 就能炼多少 他体内的灵气 全靠培元丹补充 而培元丹也不是无限供应的 所以他不能肆无忌惮地挥霍灵气 去大批量地炼制散血旧心丹 别的不说 丹就这一百多名学员 一人一颗散血旧心丹 也要把他累个半死 但是 红长青的药顶 帮了叶晨一个大忙 药顶不但能够提高药效 而且还能够升华药效 实际的炼制效率提高了至少五倍 如此一来 便能大大降低叶晨自身的行为成本 以及灵气成本 口服叶灌装号之后 叶晨便将口服叶 暂时存放在半山别墅 自己则打算驱车返回市里 不料他正准备出门 便接到了红长青的电话 电话那头 红长青恭敬地说道 叶大师 属下有事想跟您禀报 不知会不会打扰了您 叶晨随口道 红天师有什么事 尽管说吧 红长青道 回叶大师 我那个大弟子 龙思琪 已经带着太真道 上上下下两百余人 抵达精灵了 是吗 叶晨笑了笑 问道 什么时间到的 红长青忙道 回叶大师 思琪刚刚给我打了电话 他们也是刚在酒店落脚 落脚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我打电话 想让我帮他约您 见上一面 叶晨见时间还早 便淡然说道 你让他来乡谢里找你 然后你再带他 来半山别墅见我吧 告诉他 只能他自己过来 其他太真道的成员 我不见红长青忙道 好的叶大师 属下这就跟他说一声 月末四十分钟后 风尘仆仆的龙思琪 驱车赶到了香榭里温泉酒店 这一次来精灵之前 龙思琪就已经让父亲帮忙 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原本 龙思琪的父亲 不想让他将整个太真道 都牵之精灵 但架不住龙思琪这次 是王八吃秤驼 铁了心了 硬是逼着他父亲 接受了他的决定 并且为他 以及整个太真道 提供了全程的保姆式服务 龙思琪的父亲 不但为太真道 在精灵购买了一家 四星级酒店 以此来作为 整个太真道的落脚地 还专门从美国 派来自己的一位新妇 带着一个完整的管理团队 直接将整个酒店的 运营管理全部接手 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 为的 就是能给女儿 以及太真道成员 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 同时也能让太真道成员 在这家酒店更加自在 除此之外 他还给这家四星级酒店 注资了5000万美元 说白了 这笔钱 就是他给太真道的运营经费 酒店管理团队 用这笔钱 给太真道配了多台车辆 又准备了大量的生活用品 剩下的钱 则用作他们的生活费 龙思琪开着来 香泄立温泉酒店的 奔驰G63 便是他父亲安排手下 昨天才驾了80万 直接从4S店提出来的限车 由于香泄立温泉酒店 到半山别墅 还有一段山路 洪长青在得知龙思琪 是开车过来之后 便直接等在门口 带龙思琪到了 便直接坐进副驾 指挥着龙思琪 开车上山 上山的路上 洪长青问他 思琪啊 你是怎么跟太真道 你那些师兄弟 还有师叔师伯沟通的 怎么这么快 就都同意跟过来了 其实 洪长青的前台词是 龙思琪刚接手掌门 短短几天时间 都未必能让太真道 上上下下 对他掌门的身份 完全接受 就更不用说幸福 并且言听计从了 龙思琪也不是傻子 他直接开口说道 师尊 我回去可没跟他们说 你已经把掌门之位 传给我的事 洪长青惊讶地问 你没说 龙思琪撇撇嘴 我为什么要说啊 我要是说了 哪还拉得动他们 我去 洪长青脱口道 你该不会跟他们说的事 把太真道牵来精灵 是我出的主意吧 龙思琪点点头 对啊 我就是这么说的 也就只有您 才有这个影响力和号召力 不然的话 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听话 赶紧就收拾东西 跟着过来啊 我 洪长青欲哭无泪 思琪啊思琪 你是真坑爹啊 你用我的名义 把他们骗过来 可我也不是太真道掌门了 你这打算 怎么跟他们交代啊 龙思琪一本正经地说道 师尊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交代啊 要交代也是您去交代啊 我 洪长青急了 脱口道 我还交代个屁啊我 我都不是太真道掌门了 龙思琪问 师尊 您不是掌门 那谁是啊 说吧 他不等洪长青发话 便直接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不管谁是掌门 反正我不是红长青气地吹胡子瞪眼道 你怎么不是 我都把掌门之位传给你了 掌门信物 还有太真 混元道全本 我也都传给你了 你才是太真道第四十任掌门啊 都这个时候了 你不能翻脸不认了吧 思琪 龙思琪表情严肃地说道 师尊 您要是把太真道祖传的药顶 一并交给我 那我肯定认啊 可关键是药顶您没给我 太真道历任掌门 都能得到传承的药顶 到我这儿就莫名其妙地没了 您总不能让我背这个黑锅吧 我也不敢背啊 说到这 龙思琪又道 所以师尊 我今天过来 不光是要拜见叶先生 也是想跟您表个态 您老人家 还是咱们太真道第三十九任掌门 弟子 以及太真道上上下下二百余众 皆听命于您 大家还都等着您过去 给说两句话呢 主要是大家现在也不知道 您为什么要让大家 牵到精灵来 红长青快崩溃了 玉库无泪地说道 这 这 这到底算哪门子事啊 我还跟叶大师信实淡淡地说 我以后跟太真道没任何关系了 你这又给我来这么一出 我怎么跟叶大师交代啊 龙思琪耸耸肩 师尊 这个弟子也无能为力啊 红长青忽然想起什么 连忙追问 那你今天去见叶大师怎么说 你之前说要带着整个太真道 拜入他门下 现在你又说你不是掌门 那你待会儿怎么跟叶大师交代 龙思琪说道 师尊 我见了叶先生之后 自然是如实交代 同时也跟叶先生表明态度 告诉他 我个人是非常希望能够拜入他门下的 只是叶先生瞧不瞧得上 还尚且未知 若是叶先生瞧得上 那有师尊您这个掌门在 整个太真道都拜入叶先生门下 不也就是您一句话的是吗 红长青气愤地说道 思琪 你是年轻人不讲武德 献我于不义 回头叶先生再说 我是两性家奴 我这老脸王哪个 龙思琪有些不愤地说道 师尊 是您要把掌门之位传给我 还故意不告诉我要顶的事情 想让我当这个冤大头 我都还没说您献我于不义呢 第四千二百六十三张白嫖 龙思琪的话 让红长青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其实红长青也很清楚 就算自己过去几十年 为了整个太真道兢兢业业 辛苦付出 可丢失祖传药顶这个锅 自己还是没法甩掉 毕竟是传成了上千年 足足传了三十九代的宝贝 若是悄无声息的 没了倒也还好 虽说自己心里 会多少有些过意不去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 慢慢地肯定也就释然了 可是 坏就坏在自己这个青传大弟子 早就知道了药顶的事情 这要是真传出去 那自己就成了门派的千古罪人了 所以 龙思琪不愿替红长青背这口黑锅 他自己心里也是能理解的 只是 眼下的情况对他来说确实棘手 龙思琪矢口否认了 第四十任掌门的身份 那毫无疑问 自己在太真道上上下下两百多人眼里 就还是门派掌门 而叶晨这边的培训已是开课在即 龙思琪又把两百多太真道弟子弄来精灵 自己哪能忙得过来 更重要的是 这事 自己又该怎么跟叶晨解释 郁闷不已的红长青 忍不住抱怨道 思琪 咱们师徒俩好好捋捋这件事 你刚才说你不想当掌门 理由有理有据 卫师可以理解 但你既然不想当掌门 为何不直接告知卫师 你非但没告知卫师 还要在梅正的卫师同意的情况下 就以卫师的名义 把太真道上上下下全都弄到精灵来 这就不合适了吧 龙思琪委屈不已的说道 师尊 您是太真道掌门 可您却把太真道抛在脑后 一个人留在精灵 诸位师兄弟 还有师叔师伯 一直眼巴巴的盼着您回去 我总不能跟他们说 您已经彻底放弃大家了吧 打个比方 妈妈改嫁无可厚非 毕竟是个人选择 但家里的孩子总要有个妥善安排吧 要是直接撒手扔下不管了 那孩子们找过来也无可厚非啊 红长青一听这话 便知道自己完全说不过龙思琪 郁闷的只能坐在副驾上 唉声叹气 思琪啊思琪 你可把卫师坑惨了 龙思琪问他 师尊 弟子有件事情一直没想明白 红长青叹气道 哎 你有什么没想明白的 龙思琪道 师尊 弟子知道叶先生神通广大 也知道您肯定很希望 能够得到叶先生的点拨 但您也没有必要放弃 太真道的掌门之位吧 您在门派中的威望 是弟子根本无法企及的 如果弟子跟他们直说 要让整个太真道 都败入叶先生名下 恐怕还会有些师叔师伯 出于自身傲骨不愿答应 可若是由您出面 那他们自然不敢有任何威辞 这件事不也就水到渠成了吗 您又何苦非要将掌门之位 传给弟子呢 红长青哀叹道 这件事说到底 那就是一步错而步步错说着 红长青面色难免有些羞愧地说道 卫师之前跟你说过 之所以会把药顶输掉 主要是卫师自己动机不纯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 卫师没有跟你说 龙思琪追问 什么事 红长青低下头 颓然地说道 当初叶大师有意让卫师败入他门下 为他马首是瞻 而且叶大师还非常有诚意地 给了卫师一颗丹药 让卫师的修为直接突破到了明镜大圆满 明镜大圆满 龙思琪惊呼道 师尊 您 您已经是明镜大圆满了 为什么上次没听您说起呢 嗨嗨 红长青无比尴尬地说道 您那次没来之前 卫师确实已经到了明镜大圆满的境界 当时叶大师想让卫师将太真道的武道心法拿出来 卫师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以为叶大师是想窥探太真道的核心机密 所以便借口不能愧对师们把叶大师婉拒了 龙思琪不解地问 这跟您的修为又有什么关系呢 爱关系大了 红长青叹息道 卫师当时婉拒叶大师的时候 也确实有些小人之心 虽说卫师得到了叶大师的机缘 可卫师毕竟做了这么多年掌门 让卫师安前马后去侍奉别人 卫师心里多少也有些不太乐意 所以就想着 还是不要对叶大师表现得太过唯命失从 最好是让他看出 我心里对太真道还有很多牵挂 卫师想的是 若叶大师觉得卫师不堪重用 索性能让卫师回美国 那就再好不过了 不是吧 师尊 龙思琪惊叹不已地说道 您刚才说 是叶先生给了您一颗丹药 才帮助您突破到了明镜大圆满 可是您吃了叶先生给的丹药 却不想为叶先生出力 这不就是人家常说的白嫖吗 红长青黑着脸道 什么叫白嫖 思琪 女孩子家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好不好 龙思琪认真道 师尊 我说句心里话 虽说我不知道叶先生给您的丹药 是何种丹药 也不知他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强的药效 能够直接帮您突破至明镜大圆满 但是弟子可以说句公道话 这丹药的药效既然这么强大 那他一定是价值连城的 说不定价值要在上亿美金 说到这 龙思琪微微一顿 又道 所以 根据师尊您的这种行为 我说您白嫖 已经算是非常好听了 这也是因为我是您的弟子 所以话不好说得太难听 否则您要让外人来评价 恐怕会比白嫖难听百倍 红长青表情难看至极 伸出一只手来打断他 行了 思琪 你不会说话就少说点 这件事卫师知道做得不妥 所以后来没办法 为了向叶大师表明态度 卫师才把你叫来精灵 想在叶大师面前传为给你的 说着 他摆了白手 郁闷地说道 要不还是讨论一下眼前的形势 一会儿见了叶大师 该怎么跟叶大师解释 龙思琪摇头道 师尊 您还没跟我说明白 这些跟您的修为有什么关系呢 红长青郁闷地说道 别提了 就是因为我想拜 哦不是 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惦记着太真道 惹怒了叶大师 所以叶大师就把我的经脉给封住了 就跟你上次的情况一样 而且你那还好 叶大师只是先帮你从五星五者 突破到了明镜大圆满 然后又把你封回了五星五者 我那次可就惨了 叶大师直接封了我四条经脉 硬生生把我从一个明镜大圆满的五者 封成了四星五者 第四千二百六十四章 世门不幸 噗 听到洪长青的话 龙思琪忽然控制不住地笑出声来 洪长青听到龙思琪的笑声 顿时气地脸通红 连声质问 你笑什么 有这么好笑吗 龙思琪见洪长青的眼神快要杀人了 于是便连忙强忍着笑意 低头道 不好意思啊 世尊实在没忍住 说吧 他又一本正经地说道 不过跟您比起来 我还是幸运一些的 叶先生虽然也封住了我的经脉 但好歹没让我的修为倒退 洪长青揉了揉太阳穴 白手说道 算了算了 一会见了叶大师 你就把前因后果都跟叶大师实话实说吧 我也跟叶大师表个态 明天开始 这里的培训就要正式启动了 到时候我会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龙思琪点点头 问他 师尊 那太阵道其他弟子怎么办 他们可都还等着您呢 洪长青无奈道 这个问题 卫师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还是见了叶大师后 让他来定夺吧 龙思琪不假思索地说道 好 弟子都听师尊您的洪长青郁闷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说道 思琪 你我二人这次说好 若是叶先生愿意收太真道 那你就必须接下太真道掌门的位子 到时我会在太真道所有弟子面前传位给你 不过你以后绝不能再提要顶的事情 你答应吗 龙思琪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道 好的师尊 只要您能让叶先生将太真道收入麾下 掌门和要顶的黑锅 我都替您背了 洪长轻松了口气 好 你说的 很快 龙思琪便在洪长青的指引下 走盘山公路来到半山别墅 眼下整个半山别墅已经全部回购完毕 偌大的一片别墅群 尤其只有夜城一人 两人来到夜城那套别墅门外的时候 院门已经敞开 两人下了车 迈步走进院子 别墅的正门此时也大开着 洪长青来到门外 没敢直接进门 而是站在门外扣了扣 开口问道 夜大师您在吗 属下洪长青与猎徒龙思琪求见 听门洪长青给自己冠上猎徒的头衔 龙思琪冲他皱了皱鼻子 洪长青装作没看见 江连扭到一边 不过洪长青并没真的很生气 仕途二人毕竟相识多年 洪长青早将龙思琪视作自己的前女儿一般 知道龙思琪脾气又臭又硬 但这么多年也早习惯了 夜城此时正在客厅收拾口服夜的惯 冠装设备 比起九旋制药那种全自动冠装线来说 他这种只有造假药的才会买的半自动生产线 技术水平要差得多 冠装倒是没什么大问题 但封装后留下了一堆边角料 听到洪长青求见 他便随口说了声进来 洪长青与龙思琪师徒二人 这才迈步走进客厅 见夜城正在冠装设备前捣咕着什么 两人相识一眼 还是洪长青率先开口道 夜大师 思琪来了夜城抬起头 看着一脸紧张的龙思琪 笑着说道 龙小姐 咱们又见面了龙思琪不禁有些结结巴巴的说道 夜 夜先生好 晚辈龙思琪 见过夜先生 龙思琪从进门之前就心跳加速 内心紧张不已 这主要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上次在夜城面前非常冒失 如今再来见夜城 心中难免羞愧 而除此之外 他心中也非常忐忑 不知道自己这次来精灵 是否能够得偿所愿 夜城听他自称晚辈 淡然道 龙小姐年纪应该比我略长一些 就不必以晚辈自聚了龙思琪连忙道 夜先生 师尊他老人家在您面前都自称属下 我是他的亲传弟子 在您面前自然是晚辈了 夜城微微一笑 调侃道 龙小姐这次见面 似乎比上次客气不少龙思琪尴尬地说道 上次是晚辈冒失了 还请夜先生不要介意 夜城点了点头 随口道 听说龙小姐已经把太真道的人都带到精灵来了 是 龙思琪恭敬道 夜先生 太真道上上下下共计217人 已于今日全部抵达精灵 说吧 龙思琪也不遮掩 直入正题道 夜先生 晚辈这次来精灵 是恳请您能看在师尊他老人家的面子上 将太真道收入门下 夜城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是看在你师尊的面子上 他不是已经把掌门之位传给你了吗 龙思琪不假思索地脱口说道 回夜先生 晚辈回去后仔细想过这件事 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太真道掌门之位 所以便自作主张地放弃了 放弃了 夜城一脸惊讶 看了看龙思琪 又看了看一脸郁闷的红长青 好奇地问 这也能放弃 你们不是都已经走完传位的流程了吗 龙思琪认真道 夜先生 那次传位因为掌门信物不全 所以是做不得数的夜城点点头 笑道 我明白了 上次红天师虽然把掌门之位传给了你 但你回去之后又后悔了 龙思琪 是的夜城问他 那你回去之后 是怎么跟太真道的弟子解释的 龙思琪道 回夜先生 晚辈回去之后 将师尊给我的掌门信物 出示给了太真道的核心成员 然后告诉他们是师尊有命 让太真道全体成员尽快牵制精灵 他们看到掌门信物 对晚辈的说法并未有任何质疑 夜城心中对龙思琪的这种骚操作颇为赞赏 随后看向红长青一脸认真地说道 红天师你想传位给龙小姐 但龙小姐表示放弃 那从传承的基本逻辑上来看 你现在还是太真道的掌门一旁的红长青 无奈说道 夜大师属下本以为传位给思琪之后 就能安安心心为您效力了 可属下是真没想到还能有这种事 真是师门不幸 说到这里 他不仅哀叹一声 道 主要上次传位的时候 属下也是出于对思琪的信任 没想过留下什么证据 现在思琪这丫头忽然反悔了 搞得属下也是措手不及 夜城微微一笑 看向龙思琪 问他 龙小姐既然不愿意接掌门的位置 那又何苦自作主张 把整个太真道都牵到精灵来 龙思琪表情一领 连忙说道 回叶先生 晚辈知道您是有大神通的人 太真道最近几百年 都没有什么长足的发展 晚辈是希望 太真道能在您的帮助下 更上一层楼 所以才自作主张 把太真道牵了过来 若是您愿意将太真道收入麾下 太真道上上下下 也一定会铭记您的恩情 将来必定对您马首施瞻 第4265章 夜城的解决方案 对太真道 夜城并不算了解 不过这个门派 竟然能发展出两百多人的规模 单从这一点来说 也算对得起他上千年的传承 但话说回来 太真道虽然弟子众多 但红长青这个天花板摆在这里 足见太真道整体的实力不会太强 明镜大远满境界的 估计只有红长青一人 而作为掌门候选人的龙思琪 自身实力也不过才五星舞者而已 如此来看 太真道绝大多数成员 恐怕都在三星舞者以下 能达到三星舞者以上的 估计都不算多 若是单纯地想败入自己门下 夜城自然乐地起锁 毕竟有两百多名舞者归顺 五星舞者以上的 可以拿来扩充纸面实力 至于那些三星以下的 实在不行就让他们跟着红舞当小弟 那样一来 绝对能几何倍提升红舞的势力规模 不过 问题就出在龙思琪想带着太真道 败入自己门下 并非是全心全意来为自己服务的 而是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归顺与劳动 来跟自己等价交换 甚至不等价交换 为的是能够提升他们在武道上的实力 所以基于这一点 夜城推测 就算自己将太真道收入门下 太真道也未必真的好用 与万龙殿以及何家这种比起来 忠诚度必然差得远 想让其达到万龙殿这种忠诚度 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私损片刻 夜城对龙思琪说道 龙小姐 你师尊红天师 现在已经决心为我效力 明天开始 他便要在香榭里温泉授客了 往后几个月 他的精力恐怕都很难分得出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确实不适合在担任太真道的掌门 龙思琪连忙道 叶先生 我可以接任太真道掌门 只是希望您能给太真道一个机会 夜城点点头 开口道 太真道若是真想掰入我的门下 也并不是不可以 龙思琪一听这话 表情当时激动起来 可夜城却话锋一转 认真道 只不过还不是现在龙思琪忙问 叶先生 不知道您有什么顾虑 夜城淡淡道 太真道两百多人中 我只认识你师尊和你两个人 我对太真道没有任何了解 将其收入门下 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剑龙思琪表情瞬间又有些暗淡无措 夜城变倒 当然 你也不必为此感到失望 华夏有句古话叫既来之则安置 举家搬迁尚且不易 更何况你们是整个门派都不远万里地牵来了精灵 这一定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逐渐适应 既然你已经把太真道全体带过来了 若是真有心败入我的门下 不如先帮你师尊将整个太真道安抚下来 让他们先适应一下精灵的环境 龙思琪抿着嘴 轻轻点了点头 夜城没有完全拒绝他 这对他来说就已经非常难得了 否则万一夜城直接拒绝 而师尊红长青又不愿管太真道的死活 那自己可真就驾在这里 骑虎难下了 无奈之下 龙思琪只能恭敬地说道 夜先生 思琪明白您的意思了 您放心 我一定尽力安抚太真道众弟子 同时也会想办法 让他们尽快适应精灵的环境 夜城点点头 问他 你爸给你买的酒店在什么地方 龙思琪回答道 回夜先生 我爸买的酒店 就在精灵南郊的一家度假酒店 好 夜城道 郊区的环境相对松快 渡假酒店的场地应该也比较大 这么多人住在那里 应该也不会太过无趣说着 夜城便指了指红长青 对龙思琪说道 这样吧 今天先让你师尊 跟你一起去见一见太真道的弟子 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 让他们这段时间 好好熟悉一下精灵 至于掌门之位 你既然暂时不想当 就还是由你师尊挂名 红长青尴尬不已地说道 夜大师 挂名掌门没问题 属下现在是完全不知道 究竟该如何跟太真道的众弟子 解释让他们牵来精灵的这件事情啊 夜城笑道 这个也简单 你们太真道之前 对太真混元道的保密级别 应该还是很高的 毕竟在你传位给龙小姐之前 她都没有接触过全本的太真混元道 所以你今天去见了太真道弟子之后 就跟他们说 你最近偶然得到了太真混元道 后面的一些内容 正在进行梳理和熟悉 所以就先把太真道那套太真混元道毫无保留的全部传给他们 让他们这段时间好好修炼 同时也承诺他们 等过了这段时间 他们熟悉了太真混元道的第一章之后 你也把后面的内容整理研究的差不多了 就把后面的内容传给他们 这样一来 让他们眼前有事做 未来有笨头 那他们必然会全力以赴 红长青微微一愣 惊讶不已地问道 叶大师 您真的同意让属下 把太真混元道第二章的内容 传给太真道的众弟子 在红长青看来 五道心法极其珍贵 叶臣当初直接将第二章开篇的内容给自己 就已经让自己受宠若惊 但没想到 叶臣竟然还允许自己将这开篇 传给太真道弟子 这对太真道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 毕竟 太真道一千多年 就只传了第一章 叶臣对太真混元道的第二章内容 丝毫都不放在心上 传给红长青也好 传给太真道也罢 对他来说都无所谓 毕竟第二章在整个太真混元道里 是非常靠前的初级内容 更何况 自己现在的打算 是用太真混元道的一点后续内容 暂时稳住整个太真道 让太真道上上下下 能够安心在精灵定下来 至于太真道后续能不能为自己所用 叶臣觉得 只要能让红长青和龙思琦对自己言听计从 就已经成功了大半 龙思琦此时也非常激动 没想叶臣道众弟子了 这时 叶臣又说道 龙小姐 在这期间 你可以来这里听你师尊讲课 你跟着他 能学到更多有关太真混元道的内容 而你在掌握这些内容之后 再传给太真道其他弟子 这样也能增强你在太真道中的影响力 带太真道整体实力增长 而你又能得到 一来 无论是红长青 还是龙思琦 都不用再为如何安抚太真道弟子绞尽脑汁 红长青可以好好在这里专心教授舞蹈 而龙思琦两边穿插 不但能从红长青这里有所收获 还能通过转授给太真道弟子 来增强自己在太真道的威信 如此一来 用不了多长时间 太真道的军心会逐渐稳定 龙思琦的掌控力也会逐步增强 到那时 红长青在当着所有弟子的面 正式将掌门之位传给龙思琦 一切便都水到渠成了 红长青也算得上是老谋深算 听叶臣说完 便知道叶臣的解决方案 堪称一箭三雕 挑不出任何纰漏 而龙思琦也没想到 叶臣竟然愿意让自己 参加香泄力的武道培训 心中自然也是感激无比 虽说叶臣暂时还未正式表态 表明愿将太真道收入麾下 但起码已经为太真道 做了前妻安排 自己也不用急于求成 先与太真道众弟子一起 在精灵扎下根来 再从长记忆 于是 师徒二人一番感恩戴德后 红长青便趁着今天 还没正式开课 赶紧与龙思琦一起 准备前往太真道 众弟子落脚的酒店 安抚众人 上了车 红长青终于松了口气 心有余悸的南南道 幸亏叶先生宅心人后 这件事算是得到了 妥善的解决说完 他忍不住白了龙思琦一眼 叮嘱道 思琦 从现在起 你可不要再整什么幺蛾子了 另外卫视这段时间 抽不出太多时间 所以待会儿见了你那些师兄弟们 我会当众宣布 这段时间由你代任掌门之职 这段时间 太真道就都靠你管理了龙思琦不假思索的点了点头 师尊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大家 红长青又道 这次的武道培训 时间大概在半年左右 半年时间也足够大家适应精灵这个新环境 同时适应你这个带掌门 到时候我便正式将掌门传给你 你说什么都不能再拒绝了 说着 红长青不带龙思琦表态 又补充一句 对了 药顶的事情 今后也不要再提了 这件事就烂在肚子里 龙思琦如今也不再纠结药顶的事情 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道 师尊放心 药顶的事情 从今往后 思琦不会再提 红长青终于松了口气 只要龙思琦愿意帮助自己守住药顶的秘密 那自己也就不会成为太真道的罪人 最起码 不会成为公开的罪人 放松下来的红长青 看向龙思琦 自我安慰般说道 思琦 为时觉得 药顶现如今到了叶大师手中 对你我 对太真道 其实是件好事 别的不说 单就这太真混元道的后续内容 就比那药顶贵重得多 更不用说将来叶大师 有可能带给我们的机缘了 你觉得呢 龙思琦沉默片刻 轻轻点了点头 认真道 那药顶在太真道手中传承上千年 也不曾帮助太真道培养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武道高手 想来也并无大用 亦或者是在太真道手中发挥不出真正的功效 反观叶先生那天 只是向我体内度入些许 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特殊力量 便能直接将我所有经脉全部打通 单从这一点就能看得出 叶先生的实力 比太真道上千年来的祖师爷们 要强出不知多少个档次 是洪长青感叹道 你这么一说 卫师心里就舒坦多了 如叶晨所料 当洪长青向太真道弟子 公开太真混元道第一章全部内容的时候 整个太真道都欣喜若狂 按照太真道的规矩 太真混元道第一章的内容 共分成四个部分 所有门内弟子都能得到太真混元道第一部分 但想得到第二部分 修为必须达到三星舞者的段位 至于第三部分 则必须要达到五星舞者的水平 而能否得到最后的第四部分 取决于两个点 第一 修为是否能够突破到六星舞者 第二 是否即将成为下一任掌门 龙思琪的修为刚刚突破到五星舞者不久 所以在上次来精灵之前 他也只是掌握了太真混元道的前三部分 来精灵见到红长青之后 才因为即将继承掌门之位 而得到了第四部分 太真道弟子们也都很清楚这个规矩 所以 几乎每一个门内弟子 都会竭尽全力去提升自己的修为 争取能够学到更多内容 但现在 太真道传承了上千年的规矩 一下子便被红长青所打破 他直接将所有内容全部公开 并且告诉所有人 他正在整理自己偶然间得到的 太真混元道第二章内容 这话一出 又给了太真道弟子更大的动力 而大家也都理所当然地以为 这就是红长青让龙思琪带着掌门信物 将他们从美国迁到精灵来的根本原因 于是 之前的所有疑惑 不减 甚至心里的不满和不情愿 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紧接着 红长青又顺水推舟地告诉众人 自己因为要前行研究后面的内容 所以这段时间没有多余的精力 顾及门派事务 所以便由龙思琪担任代掌门一职 全权负责太真道大小事务 由于龙思琪本就是红长青的清传大弟子 是早就指定的掌门继承人 所以由他来担任代掌门 大家自然也没有任何意见 更何况 大家在精灵的衣食住行 日常用度 还全靠龙思琪的家族提供 所以大家对他来代管门派 也都心服口服 眼见太真道的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 红长青也放下心来 准备返回香谢丽酒店 开始为明天的授课做最后的准备 就在龙思琪准备驱车送红长青回去的时候 红长青忽然接到叶成外婆打来的电话 红长青连忙接通 恭敬地问道 安老夫人 您怎么忽然想起给红某打电话 叶成的外婆开口道 红天师 重秋近日安排管家 在精灵物色了一处房产 安家已经准备 近日便启程前往精灵 所以我想请你帮忙看看 这处房产的风水如何 不知红天师有没有时间 红长青连忙说道 有时间有时间 安老夫人打算什么时候过来 叶成的外婆说道 就这几日吧 落脚的地方若是没问题 可能随时都会过去 所以就有劳红天师帮忙了 红长青不假思索地说道 没问题 老夫人 您把地址给红某吧 红某这就过去 第四千二百六十七章 该来的早晚要来 叶成的外婆对风水 一向格外笃信 安家这段时间经历多次磨难 却都能逢凶化吉 这让他觉得 这是上天对安家颇为眷顾 所以此番举家前往精灵 他对风水便更是注重 恰好红长青一直在精灵 所以他便想着 在动身赶赴精灵之前 先请红长青帮忙看一下 新宅子的风水 红长青对叶成的外婆 十分尊重 这点要求自然是不会拒绝 更何况这里面 还有叶成的关系 那更是义不容辞 叶成的外婆见红长青 爽快答应下来 不禁感谢道 那就谢谢红天师了 这件事情 不会影响红天师原本的计划吧 红长青笑道 安老夫人不瞒您说 我是已经打算在精灵 长时间定居了 就连整个太真道 都已经被我牵过来了 是吗 叶成的外婆惊讶地问道 红天师为何忽然做出 这么重大的决定 红长青道 精灵的环境 更适合我们武道之人修炼 我也相信太真道的众弟子 在这里都能得到 不同程度的突破 叶成的外婆笑着说道 那可真是太好了 我们这次去精灵 可能也会待上挺长一段时间 红长青笑道 安老夫人 太真道 在精灵现在有两百多不重 您若是有什么需求 尽管开口叶成的外婆微笑道 那我就先谢谢红天师了 红长青忙道 安老夫人跟红某何须客气 任何时间需要红某做任何事 您只需一句话 红某定然全力以赴 说吧 他又道 对了安夫人 您让人把新宅的地址发给我吧 我现在就过去看看 叶成的外婆连忙道 好的红天师 我这就让人将地址发你 叶成的外婆一阵感谢之后 便命人将地址发给了红长青 红长青看着这个名叫万柳山庄的地址 将手机递给了龙思琦 敦促道 思琦 先导航去一趟这里 龙思琦将地址输入导航之后 惊讶地说道 师尊 这地方离乡泄利温泉酒店很近啊 红长青闻言 连忙看向导航屏幕 发现万柳山庄与香泄利温泉 竟然只隔着区区几座山的距离 直线距离连两公里都不到 他惊讶不已地说道 这 这也太近了吧 一旁的龙思琦放大地图 看了看地图上的道路信息 说道 师尊 直线距离虽然挺近 不过两个地方都是断头路 真要是从香泄利开车过去 还是有一段距离地说着 他重新设置了一下导航 将万柳山庄设为目的地 将香泄利温泉酒店设为出发地 导航很快将路线计算出来 全程大概五公里 红长青看到路线之后 稍稍松了口气 他知道叶晨现在还不打算与安家相认 如果真是离得很近 恐怕叶晨也会有暴露的风险 不过好在万柳山庄和香泄利温泉酒店 都是依山而建 两地隔着几座山 步行的难度很大 普通人也不会选择这样的道路 至于开车 毕竟五公里远 而且香泄利温泉酒店 目前又不对外营业 想来私密性是能有足够保障的 于是 他便让龙思琦先靠边停车 自己则赶紧下车 走到无人处 给叶晨打去电话 电话一通 他便赶忙殷勤地说道 叶大师 属下刚刚接到您外婆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 您的大舅已经让管家 在精灵买了一处房产 现在安家已经开始准备赶来 精灵了叶晨微微一正 但很快又恢复正常 他早就知道外婆一家要来精灵 所以听到这个消息 也并不算惊讶 他顿了顿 问红长青 我外婆他有没有说 具体什么时间过来 红长青忙道 回叶大师 您外婆想让我帮他 去新购的宅子看看风水 若是没什么问题的话 想来很快就会动身了 说着 他连忙又问 对了叶大师 要不要属下过去 挑些风水上的毛病 再帮您拖上一拖 不必了叶晨轻轻叹了口气 淡然道 该来的早晚要来 反复找各种理由阻止的话 反而会适得其反说吧 他又问 对了 我外婆他们新购的房产 在什么地方 红长青忙道 回叶大师 在一个名叫万柳山庄的地方 属下对精灵不是太熟悉 并没有去过那里 不过刚才属下让思琦 在导航上看了看 好像那个万柳山庄 距离香泄离温泉酒店 没有多远 直线距离 只有一两公里的样子 开车应该也就不到五公里 叶晨也没听说过万柳山庄 毕竟香泄离温泉的位置 已经算是比较偏僻的郊区了 他对精灵的郊区也并不熟悉 不过听红长青说 这万柳山庄距离香泄离温泉很近 这也让叶晨多多少少有了几分担忧 毕竟自己现在还没有做好 与外婆一家人相认的准备 离得太近总是会有暴露的风险 不过他转念一想 又觉得 这倒也未必是件坏事 毕竟外婆他们早就已经被破清会盯上了 自己离外婆一家人近一些 也能更好地保护他们 想到这里 他便对红长青说道 你先去万柳山庄看看情况 看看安家人在那里安排了多少人手 其中有没有安家直系亲属 若是没有的话 我就戴个口罩过去跟你一起看一看 你到时就对他们说 我是你们太真道的弟子 好的叶大师 红长青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随后便道 叶大师 既然如此 那属下现在就赶过去看看 叶辰愣了一声 我等你的消息 二十多分钟之后 龙丝骑驱车抵达了万柳山庄 之所以叫万柳山庄 是因为整个山庄坐落在半山腰移出燕赛湖的边上 而且这里种满了茂密的垂柳 说是万柳山庄 估计山庄内外 两三万棵柳树都不止 这燕赛湖并不算大 但是风景宜人 而且又是处于半山的位置 所以十分静命 万柳山庄的房子不多 但每一套都是独栋独院的别墅 住在这里的大多是一些年长的达官贵族 所以这里的安保工作也是非常到位 到处都有保安巡逻站岗 安家一口气在万柳山庄买下了六栋别墅 而且这六栋别墅都靠在一起 呈现出一个五角星的形状 其中五套别墅分别在五角星的五个角上 而另一套别墅则在五角星的正中央 此时安家的一位管家正在这里 带着团队给五套房子做彻底的大扫除 以及安全隐患的排查 除了要确认这五套房子 没有任何坍塌 火灾 电路等自身隐患之外 还要对这五套房子的安全等级进行评估 要找到每一套房子的薄弱点 然后再针对性地进行加强 由于知道洪长青要来 管家早就已经在山庄门口等候 洪长青进了山庄之后 便开始有模有样地看起风水 同时也在跟管家旁敲侧击 询问安家人是否有谁先行抵达 因为洪长青与安家也是老相识 而且也帮过安家不少忙 管家对洪长青足够信任 所以便将大概情况跟他说了一下 这次来金陵的 是管家以及二十多名安家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任务就是寻找合适的房产 并且将其购买下来 然后再进行改造 确定了安家没有直系亲属在现场之后 洪长青给叶晨发去信息 将情况告诉了他 叶晨也很快回复 表示自己很快就到 于是 洪长青便对那管家说道 哦对了 我有一名弟子 对风水秘书颇有研究 待会儿我叫他一起过来看看 两个人一起相互弥补查缺不漏 一定能看得更全面一些 管家毫不犹豫的脱口说道 那可真是太好了 辛苦洪天师了 洪长青微微一笑 摆了摆手 应该的 应该的 叶晨很快便驱车 抵达了万柳山庄的正门口 他特意戴上一副口罩 将半张脸完全遮住 以防止被人认出 不过好在安家的这些下人 对叶晨 对叶长英了解都不多 再加上叶晨戴了口罩 所以就更没有人会将两者联系起来 叶晨见到洪长青 故作尊敬地叫了一声师尊 洪长青虽然感觉无法受此大礼 但为了顾全正事 所以也只能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随后 他将叶晨叫到一边 将这六套别墅的格局 大概说了一下 叶晨不用猜也知道 自己的外公外婆 肯定会住在中间这套别墅 他大概看了一下这里的风水 整体上座北向南 前有水后有山 对财运和仕途有所帮助 只不过任何一种风水 都不是实权实美的 有的风水局利好财与权 有的风水局利好自育孙 有的风水局利好学业或者桃花 还有的风水局利好身体与精神状态 不过 想要各种特点都坚固 自然是不太可能 这里虽然能够利好财运和仕途 但是其他方面没什么突出的 住在这里 身体虽然不会受到风水的伤害 但也很难从风水上得到什么帮助 叶晨的外公虽然重病出狱 但是老年痴呆 却没有得到缓解 若是能寻医出利好健康的风水宝地 不用吃药 不用治疗 病症也会慢慢缓解 再加上外婆年纪也大了 长期生活 还是利好健康的风水最为重要 只是这利好身体健康的风水局 可不是随随便便调整一些摆设 就能够起到效果 这种风水局 对周边环境的需求也非常高 叶晨自然是没有时间 专门去改变这里的整体环境 不过他倒是想出了一个好的办法 那便是利用九旋天经里 关于阵法的记载 在这套房子里布一个小阵法 于是 他便趁人不备 将一颗回春丹 藏在了别墅客厅的天花板中 随后 他以少许灵气 围绕回春丹布下阵法 这阵法一旦开始运转 便会将回春丹的药力 均匀缓慢地释放出来 届时 只要在阵法内的人 都能够无形之中 吸收到回春丹的药力 若是外公住在这里 用不了多久 老年痴呆的症状 就能得到极大的缓解 甚至是彻底的治愈 叶晨心里 虽然曾经埋怨过 外公当年对父亲的苛刻 但自从听说 他之前的遭遇之后 叶晨对这个老人 也多了几分同情 而且 叶晨也不希望 他有朝一日 忘记了自己的父母 同时 也希望自己将来 与安家相认的时候 他还能记得自己 第4268章 一层窗户纸 一颗回春丹的药效 用在普通人身上 是非常强的 即便将一颗回春丹 分给外婆一家人 也足以让他们每个人 都感觉身体 都有了不小的改观 再加上 叶晨不振时 还用了些许灵气 届时灵气 辅助着回春丹的药力 其整体的效果 要比一颗回春丹的药效 强出许多 但叶晨不想让外婆一家人 察觉到异常 所以才故意用了 这种阵法辅助 用灵气缓慢地控制 回春丹的药力释放 如此一来 生活在这里的人 每天都能得到 细微的灵气 与药效的滋养 只要持续几天 就能给人一种 轻盈许多的感觉 若是住得再久一些 许多疑难杂症 也都会有非常大的改善 这阵法至少 要持续运转一两个月 若是外公外婆 在这种环境里 住着超过一周 便会产生一种 在这里越住越舒服的感觉 而他们的身体 也将得到缓慢的改善 这便是人们常说的 润物细无声 做完这一切 叶晨便与洪长青 龙思琦仕途二人 一起告辞离开 出门时 叶晨便叮嘱洪长青道 洪天师 正好你们太真道不重 都已经来了精灵 届时带我外公外婆到了 你便让龙小姐 从太真道挑选一些武道高手 来万柳山庄 帮我照看他们的安全 洪长青不假思索地说道 叶大师放心 我会跟思琦交代清楚的 好叶晨点点头 临上车前又叮嘱道 若是有我外婆他们抵达精灵的消息 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 洪长青忙道 好的叶大师说吧 洪长青赶紧追上去 恭敬地问道 叶大师 香谢利那边 明天早上八点准时开课 您要不要过来给大家说两句 叶晨微微一笑 我给学员们准备了一些见面礼 就不争讲话支撑那些虚的了 另外 明天我会准时到香谢利 一睹洪天师教书育人的风采 洪长青受宠若惊 同时又有些惶恐地说道 叶大师您谬赞了 属下哪敢当教书育人四个字 无非就是将自己这些年的一点心得 传给大家罢了 叶晨孝道 洪天师不必谦虚 武道之所以称之未道 正是因为其博大精深 以远非常人所能理解 在你看来 你传授的是心得 但在那些学员们看来 你传授的是道法万千说罢 他看了看时间 对洪长青说道 洪天师 今天时间不早了 你回去好好休息 我们明早再见 洪长青恭敬道 好的叶大师 明早见 一日 除了龙思琦之外 所有参加香谢力舞蹈 培训的舞者们 都在香谢力温泉酒店的客房 早早醒来 学员餐厅从早晨六点钟 开始供应早餐 一直到七点半结束 学员们用餐完毕之后 要在七点四时 准时抵达链工厅 这里原本是香谢力温泉酒店 专门用来给团体客户 开会使用的报告厅 可以容纳数百人同时开会 但现在 这里已经完全清空 成了这次舞蹈培训的 主练工厅 练工厅内 原本一百多平米的 主席台已经被拆除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同等面积的超大擂台 这里 将是未来学员们 相互切磋 甚至向师父领教 舞蹈的主场地 而擂台前面 则是完全由石木地板 打造的练工厂 此时 这里已经规则地 摆放了一百多只蒲团 学员在听课的时候 便要盘坐于蒲团之上 伊藤蔡蔡子与秦傲学 激动的一晚上 都没怎么睡觉 两人都酷爱舞学 但又始终没有机会 学习真正的舞蹈 所有练外加功夫的人 都梦想能够掌握真气 从而内外兼修 这两人自然也不例外 只是 两人在激动之余 也都非常忐忑 毕竟他们都没真正练习过舞蹈 还不知道如何气韵丹田 突破经脉 生怕自己无法找到其中窍门 就在两人心里没底的时候 苏洛黎来到两人面前 笑着问道 伊藤小姐 秦小姐 你们俩怎么愁眉苦脸的 若离 两人见到苏洛黎 忐忑的内心略微缓和了一线 秦傲学哀声叹气道 若离 我跟蔡菜子现在特别怕自己入不了门 你当初入门用了多长时间啊 苏洛黎想了想 开口道 从开始修炼 到真正能够内窥到精脉与丹田的存在 大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再到能够运转真气 自精脉至丹田 大概也用了一年多 前后加起来 算是三年吧 三年 秦傲学瞬间失望至极 哀叹道 这次培训据说最多也就六个月的时间 那我跟蔡菜子怕是连入门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苏洛黎笑着说道 以你们俩的天赋 我觉得肯定没问题 一腾蔡菜子笑着说道 我们现在就是怕自己没有那个内窥的本事 这个也很讲究天赋吧 苏洛黎想了想 开口道 内窥 怎么说呢 并不是听起来的那么玄妙 好像真能看到自己身体内部一样 其实它就是一种感官 普通人的感官是对外的 外界的风吹日晒 冷热前湿 都能通过感官直观的感知 但真气运转 则是在身体内部 所以首先要建立自己的内部感官 这种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一旦找到门路 有可能一天就能掌握其中奥秘 说着 苏洛黎又到 这种感觉 就和普通人看别人说赋语的感觉一模一样 不知道你们对赋语有没有了解 蔡蔡子下意识地说道 在电视上看到过 好像是用腹部可以发声说话 是这样吧 差不多苏洛黎道 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发音技巧 只不过 这种技巧与普通人说话的方式有很大差别 要通过腹部来调整气息 这个就跟武道修炼的感觉很相似 普通人看到赋语 都会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他们不理解 人怎么才能利用腹部发声 而且 如果没人传授技巧 光靠自己琢磨的话 那一万个人里面 也未必能有一个人琢磨出赋语的真正玄机 但是 对那些真正了解其发声原理的人来说 赋语便是信手拈来 这就像普通人无法理解 也很难自己研究明白 如何利用丹田与经脉运转真气一样 或者我说的再简单一些 这就好像骑自行车 在自行车发明出来之前 谁都想象不到两个轮子的车能一边骑一边保持平衡 而且学骑车的时候 也是很难找到那个让自行车平衡的点 可这种情况 往往就像一层窗户指 找不到门路 一辈子也捅不穿 可如果找到门路了 也就是一瞬间的功夫就能顿悟 第4269章是为知己者死 苏洛黎的一番话 令蔡蔡子和秦奥雪 一瞬间便明白了武道的奥秘与门槛所在 人 能看到世间万物 能感受到身边的一切 但唯独感觉不到自己的内在 按照苏洛黎所说 只要能够打破普通人 只有对外感知的智骨 真正掌握内窥的方法 就能够感受到经脉与丹田的存在 届时 再搭配完整的武道心法 就能够学会气韵丹田 冲破经脉 想到这里 两人信心也增长了不少 只等着正式开课之后 能够在洪长青的教导下 真正领悟武道的玄妙 秦奥雪此时信心满满 握着粉拳坚定不移地说道 我一定要成为真正的武者 绝对不能给叶大师丢脸 蔡蔡子微笑道 奥雪你有这个信心就太好了 咱们两个人只要有一个成功入门 就算没辜负叶成军的期望 我要是入不了门也不用担心 起码还有你兜底 秦奥雪联盟说道 别啊蔡蔡子 我还想你能给我兜兜底呢 毕竟你的武学造诣比我强多了 咱们俩那次比赛 要不是叶大师给了我一颗丹药 我哪能是你的对手 一旁的苏洛黎微微一愣 随即笑道 奥雪既然吃过叶大师给的丹药 至少顶得上别人苦修好几年的 有这个基础 就肯定能够入门 放心吧 秦奥雪恍然大悟 笑着说道 若离这么一说 我就踏实了说吧 他看着蔡蔡子 大有深意地笑道 蔡蔡子 叶大师这么心疼你 肯定也给你吃过丹药吧 蔡蔡子羞奶一笑 心里不禁想起 当初自己重伤在京都疗养 叶沉雪叶忽然出现 揪下自己 又帮自己疗伤的一幕幕 一种强烈的幸福感 瞬间充满心头 直至今日 蔡蔡子依旧觉得 京都那个雪叶 是自己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 没有之一 秦奥雪眼看蔡蔡子 竟然羞红了脸 便八卦不已地问他 蔡蔡子 叶大师当初 是专程去日本给你送的药吗 蔡蔡子羞丧地说道 不是啊 叶成军是去日本办事 顺便给我送药 秦奥雪兮兮笑道 我猜办事是假 送药才是真 蔡蔡子脸颊通红 支支吾吾地说道 这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 在三个女人身后不远 与她们一样身着练功夫的龙思琪 将三人的对话都听进耳中 她在不远处 悄悄打量着三个女人 惊讶地发现 这三人竟一个比一个漂亮 尤其是那个被称作蔡蔡子的日本女孩 简直美到不可方物 而她更惊讶的是 这几人 似乎都是叶辰的红颜知己 聊起叶辰来 神情之中 或多或少都有些羞难与期待 而就在他们说话间 后面不少人在喊着叶先生 几人回头一看 便见叶辰和万破君一起走了进来 万龙殿的将士 以及何家的成员都在恭敬地向叶辰鞠躬问好 叶辰向众人点头示意 秦奥雪连忙朝着叶辰招了招手 欣喜不已地说道 叶大师 叶辰冲她微微一笑 没有注意到另一侧的龙思琪 而是直接来到三人跟前 笑着问道 你们对这里感觉怎么样 住着还适应吗 挺好的 秦奥雪笑嘻嘻地说道 住得好 吃得也好随机 她用一脸笑意地对叶辰说道 叶大师 我们在讨论舞蹈的是 刚才若离姐姐说 我们吃过您给的丹药 入门会更快一些 是真的吗 叶辰点了点头 笑道 你们俩只要掌握了运转真气 气成丹田的方法 很快就能直接跃升至二星 甚至三星舞者的段位秦奥雪诱道 刚才若离姐姐还说 修炼舞蹈就像练习富裕 看似很难 但只要找到其中奥妙就能入门 是叶辰孝道 若离说的没错 我相信这么点奥秘 对你们俩来说 都不算难题 说罢 叶辰又道 这次要传授的太真会员道 是我知道的 最好也最全的舞蹈心法 用它来打根基 绝对事半功倍 而且刚好这次请来的讲师 在舞蹈的明镜阶段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而且对太真会员道的理解 也比一般人精深许多 你们就跟着他好好修炼 一定能够有所成就 两人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 他们没入舞蹈的门 还不知道太真会员道 这套舞蹈心法 究竟有么珍贵 叶辰这时又对身边的万破君说道 破君 你也趁这个机会 好好学一下太真会员道的第一章 待你熟悉第一章的内容之后 我会陆续将后续的内容给你 你师尊留下的那套心法 在你突破暗境之后 基本就没什么用了 真正适合你的 便是太真会员道第二章以后的内容 有这门心法 你就可以期待化境甚至更高的宗师境了万破君感激不已 恭敬说道 请叶先生放心 属下一定全力以赴 万破君知道五道心法的重要性 师尊邱志远那套心法 虽然整体比较完整 但毕竟段位太低 如果拿数学这门学科来比喻五道 那邱志远的心法 至多也就是个九九成法表的水平 拿着九九成法表 是怎么都不可能学到函数 方程式 微积分等等知识点的 更别说那些高深莫测的数学猜想 拿着九九成法表一样的心法 别说道暗境 就算想修道明镜大圆满都很难 否则的话 师尊也不会到处云游寻找突破 甚至不惜为了突破而加入破亲会 而叶晨也跟他透过底 告诉过他太真混元道 足足有三卷二十七章 是最全面 最详细的五道心法 虽然太真混元道的第一章 相比邱志远的心法 虽然级别上没有太大的提升 但他毕竟是一套系统的知识 只有用他来打基础 再结合后面逐渐提升的内容 才能学到更高深的知识点 叶晨与几人说话间 红长青身穿一袭灰色道袍 脉步走入练功厅 红长青一出现 不少学员立刻停止交谈 目光都聚集在了 这个先锋鹤骨的老者身上 红长青别看实力一般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修道 确实在他身上 沉淀出了几分超凡出尘的 高人风范 再加上修道之人 基本上常年处于 半壁骨的状态 一定程度的营养不良 导致他们一个个都枯瘦如柴 而苦修武道 又让他们枯瘦的身躯 看起来非常硬朗 这便给人一种高深莫测质感 再加上那一把白花花的长须 更是高人气质爆棚 他这种气质 在玄学圈乃至艺术圈 都是非常了得的加分享 就拿导演 画家以及算命先生 这些职业来说 你要是连个大胡子都没有 谁都会觉得 你多少差点意思 你要是留着一把大胡子 哪怕只是拿画笔 随便在画部上 龙飞凤舞的画上级笔 也会引发一众拥躬 欢呼喝彩 气质非凡的红长青 迈不来到叶臣面前 微微恭声 语气尊崇地说道 叶大师 时间差不多了 您看您要不要跟大家说几句 叶臣笑道 红天师 这里是你的主场 我就不宣兵夺主了 红长青点点头 随即看向叶臣身边的万破君 他猜出这位 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万龙殿店主 此时发现自己 竟然看不透万破君的实力 便猜测 他的实力必然已经到了暗井 叶臣此时开口道 红天师 你跟破君应该还不认识 来 我跟你介绍一下 他就是万龙殿的店主 万破君 红长青 拱了拱手 礼貌地说道 万店主 久咬您的大名了 哪里哪里 万破君 微笑着说道 在这里 没有什么万龙殿的店主 只有学生万破君 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 还请红天师 不吝赐教 红长青 受宠若惊 慌忙表态道 万店主放心 红某自当毫无保留 说完 他看了看时间 现在还差两分钟到八点 于是便试探性地问道 叶大师 时间快到了 那属下就直接开始 叶臣笑道 红天师 正式开讲之前 先跟大家简单说几句吧 红长青有些尴尬地说道 叶大师 您和万店主都不讲话 属下哪能搬门弄斧 叶臣认真道 树叶有专攻 就算破君的实力 在你之上 但他在武道上的基础 远不如你这般牢固 而修为越往后 越考验前面的基础 所以在这一点上 你是他当之无愧的前辈 万破君也非常谦逊地说道 叶先生说的没错 红天师 万某算是野路子入门 虽说侥幸得到叶先生帮助 提升到了暗静 但如叶先生所说 万某的基础确实差上不少 宛如地基还没打好 但已经仓促盖了十层的楼房 看起来似乎已经 比其他八九层的建筑要高上些许 但若是不抓紧补救 将来恐怕很难再继续增长 所以还得跟红天师多多学习 争取将这基础夯实 红长青没想到 万破君这么大名鼎鼎的人物 在自己面前也能如此谦逊 顿时备受鼓舞 而他更没想到的是 叶臣竟能在已经进入暗静的 万破君面前如此肯定自己 一向精于算计的他 心中尽不免有了一种 是为知己者死的感动 于是 他双手抱拳 恭敬道 红某承蒙叶大师与万殿主信任 此番开奖 定将不遗余力 第4270章陆续启程 红长青剑时间已经到了八点 便向叶臣与万破君拱了拱手 迈不来到众人前方 与众人对面而立 此时的红长青 伸手摸了摸长须 朗声道 诸位 欢迎大家参加叶大师主办的第一届舞蹈培训大会 彼人来太真道第39任掌门 红长青 有幸得叶大师赏识 来这里为大家做舞蹈宣讲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彼人会毫无保留的 将毕生所学传授给诸位 希望能够与诸位共同进步 话音刚落 对面的学员们顿时掌声热烈 红长青待掌声停止之后 继续说道 此次宣讲 彼人会将太真混元道第一章的全部内容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诸位 由于太真混元道是一门非常细致的舞蹈心法 所以从现在开始 无论诸位的修位究竟是何层次 不管是已经进入暗境的高手 还是尚未入门的新人 都请诸位能够踏踏实实地从头开始学起 叶晨早就放出口风 所以来参加培训的这些人 都知道太真混元道是一门不可多得的舞蹈心法 即便是万破君 也做好了从头学起的准备 随后 红长青便从太真混元道的出章开始 先向所有人讲述起了太真混元道的宗旨集园理 红长青第一天的教学内容里 全是理论 没有任何与实践相关的内容 但这却让包括万破君在内的许多舞蹈高手 对舞蹈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 至于蔡蔡子 秦奥雪 陈泽楷以及红武 这几个还没入门的新手 这种讲授方式 也给了他们更多的准备时间 第一天的课程下来 无论是万破君这种暗境高手 还是蔡蔡子这种新人 对红长青教授的内容都非常满意 叶晨旁观了一天 对红长青的表现也非常认可 只要给他足够多的时间 他一定能够帮助这些人建立 或者重新建立一个坚实的舞蹈基础 课程结束之后 叶晨特地找到蔡蔡子和秦奥雪 问他们今天的感觉怎么样 蔡蔡子想了想 笑着说道 感觉就像小时候的第一节英语课 英语一窍不通 只能先从26个字母学起 而且对26个字母的呈现方式 也有些不太适应 不过红天诗讲的比较有意思 他的描述很接地气 更能帮助我们这种新人去了解舞蹈 红天诗说的各种经脉 丹田 倪丸宫 我虽然暂时还都不太能够清楚地理解其中的奥秘 但通过他的介绍 我对这些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印象 就像是小时候的英语老师 告诉我们A像铁塔 B像眼镜 C像月亮 秦奥雪也不禁感叹 红天诗讲的确实很好 听起来不那么难理解 不过我也不敢说自己理解了多少 好在红天诗没有立刻开始教导诗操 否则的话我就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叶晨看过红长青的教学大纲 于是便笑着说道 放心吧 他今天只是跟你们讲一讲理论知识 不懂也不要紧 未来几天 他会结合人体经脉图 来逐一跟你们介绍人体的经脉构成 就像学医的要先熟悉人体结构一样 他不会特意去提高教学的节奏 一切还是讲究稳扎稳打 所以具体的实操 肯定会等你们先熟悉几天理论知识之后 到时候说不定你们直接就能够感受到 经脉与丹田的存在了 秦奥雪嘻嘻嘻一笑 说道 叶大师这么一说 我心里就踏实多了随即 叶晨见不远处 红武跟陈泽凯也在那里交头接耳 便对蔡蔡子和秦奥雪说道 你们先好好消化一下 红天诗所讲的知识点 我去跟红武老陈打个招呼说吧 叶晨与两人告别 来到红武和陈泽凯跟前 红武此时正低声问陈泽凯 老陈 你感觉听明白了吗 陈泽凯想了想 认真地回答道 我觉得大体上是能听明白的 能知道武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红武笑着说道 我好像也听懂了一个大概 武道的原理大概懂了 就是通过真气 不断地打通自己的经脉 在提升真气的同时 还能强化身体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机会实操一下陈泽凯提醒道 红天师说了 武道这种事情 切记不要跃及修炼 一定要稳扎稳打 咱们现在就像是学驾驶之前的理论课程 先学明白理论之后 再具体上车练习 这样其实挺好的 一步一步循序渐进 红武黑黑笑道 我是想赶紧在个人实力上有所突破 到时候也露一手 给我那些弟兄们瞧瞧 让他们知道我红武宝刀未老 叶晨这时走上前去 笑着说道 看来老陈的理解 要比红武强出不少 两人发现叶晨走了过来 连忙毕恭毕敬地说道 叶大师 少爷 叶晨向两人微微点头 开口道 武道一图 算得上是长路漫漫 所以最初的基础便格外重要 红武将来切记不要急于求成 就像学钢琴 老师在教你识谱和基础乐理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惦记着赶快学会一首曲子 那样的话 就本末倒置了红武连忙恭敬地说道 叶大师 您说得对 我这人没啥出息 打小儿就心急 听红天师说完这些 感觉就像是我初中生物课 学了生理结构之后 就恨不得赶紧找个女同学 一起实践实践似的 一旁的陈泽凯笑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人家都是一两年的时间才入门 我们哪可能一天之内 就做完了人家一两年才做完的事情 红武点头笑道 陈总说得对 叶晨此时笑道 行了 我也不跟你们俩多说了 你们大概一个星期之后 会开始尝试实操 这一个星期好好打基础 争取到时候别掉链子 两人自然连连点头答应 而叶晨见时间不早了 便也没再多待 驱车离开了乡泄里 与此同时 美国纽约 在曼哈顿的安邦大厦内 安家人已经早早起床 准备前往餐厅享用早餐 这段时间为了安全起见 大多数安家人都住在戒备森严的安邦大厦 这其中自然包括老爷子和老太太夫妻二人 老爷子最近病情不太稳定 老年痴呆的症状时好时坏 所以家里的许多事物都是老太太来拿主意 此时见子女以及孙辈差不多都到齐了安老太太便 敲了敲桌子开口说道 诸位我要宣布一件事情重 人听闻连忙停止手中的动作 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太太 等待她的下文 老太太见大家都等着自己 便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已经提前让人在精灵置办好了房产 所以我决定 安家人从今天开始 陆续启程前往精灵 我和老头子打算下午就走说吧 他不等众人反应 便对安重秋说道 为了安全起见 所有人分成三天陆续出发 具体谁先谁后 就由重秋你来定吧 第4271章绝口不提 安家人早就知道老太太要去精灵 而且 她的这个决定 也早就得到了全家人的赞同 在经历过那次几乎灭门的危机之后 劫后余生的安家人 便对事业 金钱 地位都失去了兴趣 更希望能够在以后的生活里 尽力弥补人生中的缺憾 而对整个安家人来说 安成七的死 自然就是最大的遗憾 而紧随其后的 便是夜晨的下落不明 安成七的死 已经无法弥补和挽回 而现在唯一能弥补的 便是将夜晨找到 尤其是老爷子的老年痴呆症 愈发严重 安家人不希望将来找到夜晨的时候 老爷子已经完全记不得夜晨这个人了 安重秋平日作为安家内务工作的总负责人 已经提前安排手下将精灵万柳山庄买下 同时又协调了超百名武道高手 以及训练有素的保镖 提前前往精灵准备 有这么多高手在万柳山庄层层保护 再加上华夏的治安比美国好上太多 也不存在枪支泛滥的情况 所以对安家人来说 在精灵的安全性 整体上也要比美国高出许多 此刻 安重秋便开口说道 妈 这次我陪您和爸先过去 赵南和悠悠先留在美国 把孩子们的事情安排一下 孩子们安顿好之后 再启程前往精灵跟我们会合 凯峰暂时还不着急启程 美国这边一些业务上的事情 以及董事会的各种事务 还需要凯峰做好安排 所以凯峰最后动身安老太太 对这个安排没有意见 于是便点头说道 就按重秋的安排来 把其他人也都纷纷点头 安重秋这个大哥 总是能将家里的各项事务 安排得井井有条 所以在家族内部 他是很有威信力的 即便是负责整个安家生意的安凯峰 在家族内部事务上 也一直对安重秋言听计从 安重秋见大家都没任何意义 便开口问老太太 妈 您觉得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合适 安老太太不假思索地说道 晚上就出发吧 睡一觉就到了 我已经请红天师 帮忙看过万柳山庄的风水 红天师说那里自然环境很好 相比纽约这种大都会 更适合咱们家的老头子 修养身体 安重秋立刻说道 好的妈 那我现在就协调飞机 尽快过去 哦对了老太太忽然想起什么 开口说道 有件事情 我犹豫再三 还是要跟你们打个招呼 众人忙到 妈您说吧 老太太还事众人 随后开口道 这一次去精灵 你们任何人都不得带家俊同网 跟他们说是我的意思 如果他们埋怨我 就让他们埋怨去吧 安赵南相伴20年的老婆 既然是破清会安插20多年的卧底 这件事情让老太太极度没有安全感 他也不知道 大儿子安重秋 二儿子安凯峰 以及小女儿安悠悠的另一半 是否存在同样的隐患 所以这次去网精灵 寻找外孙的线索 他不想让任何不稳定因素掺杂其中 安成七毕竟已经去世 如果再因为保密工作不到位 牵连了叶晨 他怕自己死后 无法向大女儿交代 安重秋 安凯峰 以及安悠悠 对老太太的担忧也非常理解 他们虽然很信任自己的另一半 但是这种时候 谁都不敢把话说得太满 于是 安重秋率先表态 妈您放心 这次去精灵 我本来也没打算带上老婆和孩子 安凯峰和安悠悠 也都点头附和 好老太太欣慰地说道 从今往后 只要破清会没有灭亡 安家的重大事物 都只能有我和老头子 以及你们兄妹四人决断 不到24岁的安家子孙不得插手 任何不能绝对信任的外人 也都不得插手 众人连连点头 非常时期 老太太的做法 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赞同 此时 老太太又对安重秋说道 重秋 你跟亚琳联系一下 看看她现在在做些什么 如果她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话 请她跟我们一起去一趟精灵 眼下除了男男之外 我只信她这一个外星人 而且她做了这么多年的探长 找人这种事情 应该没有人比她更在行 如果她能跟我们一起去的话 应该能帮到我们不少 没问题 安重秋当即说道 我一会儿就给老李打个电话 看看她有没有时间 老太太敦促道 不要等一会儿了 现在就打 如果亚琳人在美国 而且时间没问题的话 你派飞机去接她 晚上我们一起走行 安重秋立刻掏出手机 多不来到窗前 给李亚琳打了过去 前段时间 李亚琳一直都在叙利亚 她的任务 是想办法找出 破清会其他的死士铸地 但是自从叶晨做局 干到了破清会的建功博 欧伯军 并且顺利执行 复朝计划之后 破清会便进入到了 折付期 航空公司的线索 也暂时中断 于是叶晨便给李亚琳放了假 让她先回美国陪陪亲女 眼下 李亚琳刚回到休斯顿没两天 接到安重秋的电话 她刚按下接听键 便听安重秋问道 老李 你现在在美国吗 在李亚琳没说自己 前段时间出国的事情 随口道 我在休斯顿说着 她好奇地问道 重秋 你这段时间一直没跟我联系 怎么今天忽然打电话来了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安重秋也没磨迹 直入正题道 老李 我妈打算去烫精灵 重新找找我那个大外甥的线索 她想请你跟着一起过去 毕竟找人这种事 没人比你更擅长 你看看时间方不方便 李亚琳一听这话 心中有些范畴 倒不是她不想去精灵 主要是她已经知道了 叶辰的身份 也知道安家人要找的叶辰 就在精灵定居 可是 只要叶辰没点头 那自己就绝对不能 泄露她的身份 所以 要是自己跟着安家人 一起去了精灵的话 到时候 还要装模作样地 帮安家人 假意寻找叶辰的下落 一想到两位老人 寻找外孙心切的模样 她实在是有些 欲心不忍 安崇秋见李亚琳 迟迟不回答 于是便道 没事老李 你要是不方便 也不用为难 每每李亚琳忙道 我这都退了休了 怎么可能不方便呢 你说什么时间出发吧 我准备准备安崇秋道 我妈的意思是 今天晚上就从纽约启程 你要是没问题的话 我派飞机去休斯顿接你 行李亚琳爽快地 搭议下来 道 你协调一下飞机 告诉我从休斯顿起飞的时间 我简单收拾几件衣服 就去机场安崇秋 感激不已地说道 太谢谢你了老李 我这就安排飞机 飞机到休斯顿之后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好 挂了电话 李亚琳私存片刻 还是决定提前跟叶晨 汇报一下情况 一方面叶晨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另一方面 叶晨也救了整个安家 这种情况下 李亚琳把情况告诉叶晨 若是叶晨真的不想 与安家人相见 也好让她提前做准备 随即 她便给叶晨打去了电话 此时的精灵已是晚上 叶晨一家人 正在一楼的客厅看电视 看到李亚琳打来电话 叶晨来到院子里 才按下接听键 电话那头 李亚琳开口道 叶先生 您大就请我跟他 还有您的外公外婆 一起去精灵 目的是为了寻找 与您有关的线索 而且今晚就要出发 我已经答应他了 不知您有什么指示 听到李亚琳的叙述 叶晨并没感到惊讶 毕竟前几日 自己与红长青 一起去万柳山庄的时候 就知道外婆一家 用不了多久 便会出发赶来精灵 于是 她便对李亚琳说道 你就正常帮他们调查 精灵这边的线索 我都会处理妥当 不过你得提前跟我通个气 告诉我 你都要从哪里着手 李亚琳道 我估计无非就是 从您当初读书的学校 您父母出师的地点 以及您父母 以前居住的房子着手 当然 精灵所有的孤儿院 福利院也是重中之重 这些不需要我提醒 估计您大就他们 也已经把线索履的 差不多了 叶晨愣了一声 道 这些我都会处理好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 你提前告诉我就好 李亚琳道 没问题随即 叶晨又叮嘱他 对了 我外公外婆到了之后 一定要确保他们 住进万柳山庄中间的 那套别墅 并且想办法拖延时间 让他们多带一些日子 万柳山庄中央的那套别墅 有叶晨留下的正法 与回春丹 药力释放 至少会持续一个月以上 两位老人 在里面住得久一些 身体状况 也能得到更大的改善 李亚琳不知所以 但还是不假思索地说道 好的叶先生 我会注意地说完 李亚琳试探性地问他 叶先生 您真不打算跟他们相认吗 叶晨淡淡道 我们只摧毁了破清晦的 冰山一角 而且 谁知道破清晦 在我外公外婆身边 到底安插了多少眼线 如果我与他们相认 这件事情一定瞒不过破清晦 到时候 敌民五案的优势就没了 我一个人能力有限 届时可能既保护不了 我身边的人 也保护不了外公外婆一大家 所以暂时还是不要相认的好 李亚琳感叹道 您说的对 安家现在确实还无法排除 所有隐患 叶晨无声地叹了口气 开口道 暂时就按我说的办吧 好的叶先生 挂了李亚琳的电话 叶晨立刻给陈泽凯打去电话 电话一通 他便用无容质疑的语气说道 老陈 通知精灵所有知道 我是叶家少爷 以及叶大师身份的人 从今日起 在任何外人面前 都要对我的身份 绝口不提 陈泽凯与其一领 坚定不移地说道 好的少爷 在下这就去办 随后 叶晨又给苏智瑜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后 苏智瑜在电话那头 恭敬说道 叶先生您好 叶晨道 苏小姐 辛苦帮我转达度阿姨 若是有人前去我父母的老宅 打听我的下落 切记不要泄露任何与我有关的信息 第4272章从哪里着手 美国当地时间的下午 李亚林收拾了一些简单的衣物用品 乘坐安家派来的弯流公务机 从休斯顿起飞 前往纽约 安崇秋已经安排好了晚上从纽约起飞 前往精灵的飞机 代李亚林在纽约落地之后 直接就可以换成安家的大型客机前往精灵 这一次 安家人虽然只有安启山夫妻二人 以及长子安崇秋共同前往精灵 但随行的还有多位管家 助理 庸人 以及近百名训练有素的保镖 所以 安崇秋这次安排的 是一架由波音748改装而成的私人飞机 这种体型硕大的宽体客机 在机头部分还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有一间小客厅和两间卧室 下面则是一百多个标准的商务舱座椅 以及一个轮班机组的休息房间 李亚林在纽约降落的时候 安家人以及随行人员 刚刚在自家航运公司专属的停机库完成登机 弯流公务机直接滑行进入机库 在748旁边的停机位上缓缓停稳 紧接着 舱门打开 一名机组人员带着李亚林下飞机 另一名机组人员则帮他提着行李箱 一路将他送上了隔壁的波音748 机组人员直接将他带到748的二层 此时 安崇秋正陪着父母在客厅的沙发座椅上闲聊 见机组人员将李亚林带了上来 他急忙对李亚林招手道 来来来老李 快坐 就等你了李亚林微微一笑 先是跟二老打了招呼 叫了声安叔 安婶儿 随后才对安崇秋道 重秋 你这行程安排得也太紧了 大晚上还飞什么 不如让安叔或安婶儿好好休息一晚 明天早上再飞也行啊 安崇秋无奈笑道 几点飞也不是我说了算啊 一旁的安老太太微笑道 亚林 咱们晚上飞 睡一觉就到了 而且飞机上肯定睡不踏实 睡睡醒醒的 到了地方还是晚上 旅途劳顿 再加上睡的也不踏实 落地后刚好再补一觉 睡醒了天也亮了 也就不用倒时差了 要是早上飞 一路特别精神地飞到精灵 到了精灵还是早上 那这一天怕是什么也干不了 时差也不容易倒过来 李亚林一脸赞叹地说道 婶儿 要说还得是您 这事听您这么一说 立刻就合理多了 您考虑得比我全面 安老太太笑着说道 你就别在这里瞎捧我了 要说考虑得全面 谁能跟你比一旁的安启山 看着窗外一阵沉默 随后又问安老太太 慧音咱们坐飞机要去哪 安老太太耐着性子说道 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咱们去精灵 去找尘儿找尘儿啊 安启山泥南一句又问 尘儿今年多大了 成年了吗 老太太道 尘儿今年二十八了 说不定找到她的时候 都能连外孙子一起找到了 安启山愣了愣 点点头 眼神又木然地看向窗外 不再说话 李亚林低声问老太太 婶儿 安叔她这是又严重了吗 老太太点了点头 道 比之前的情况又差了一点 现在每天醒着的时间里 有一多半都在反复 跟她解释情况 但多数时候 是扭头就忘了说着 老太太又道 之所以着急赶紧去精灵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再拖下去 就算见了尘儿 我怕她也记不起来了 哎 李亚林叹了口气 心中暗存 夜晨都有神通把我救回来 治疗老爷子的老年痴呆症 对她来说肯定一如反掌 这次去精灵 就算她真不想跟老两口见面 也至少得想办法 让她把老爷子的病 给治一治 就在李亚林心里想事的时候 老太太开口道 对了亚林 你破了这么多年案子 你跟我说说 以你的经验 我们该从哪里着手 寻找尘儿的下落 这个 李亚林看起来是在思考 其实是在心里暗想 安家早就把全世界翻一遍了 唯独没好好把精灵翻一番 要是我不认识夜晨 您老人家让我找她的下落 那我一定想办法 把精灵翻得底朝天 别说是一个人 就连一条狗都不能放过 尤其是诸如福利院那种 相对闭塞的环境 可是您现在问我 我怎么说呢 无奈之下 李亚林只能含糊地说道 我觉得这件事 因为过去太多年了 所以真要重新回到事发的调查 找到基本人的机会 应该比较渺茫 如您所说 夜晨现在应该28岁了 28岁的成年人 鲜有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的 就算他在成期出世之后 确实还在精灵 可这20年过去了 他一直留在精灵的可能性不大 也是 老太太感叹道 无论是有钱还是没钱 在这个社会环境下 鲜有年轻人能连续20年 待在一个地方不动 说着 他又一脸无奈地说道 只是我们实在不知该从何着手 所以也只能回到当年的事发地 从头开始溯源了 李亚林心里郁闷不已 暗想 我要是信誓旦旦跟老太太说 夜晨大概率不在精灵 以后等夜晨跟老太太相认 祖孙二人手挽手 聊起这20年的经历 夜晨在一说自己20年 一直在精灵 那不是啪啪打我的脸吗 我好歹也是华人神探 这个人咱是丢不起啊 想到这 他连忙又往回找补了一句 开口道 婶儿 我觉得这件事也多分人 不同的人针对这种事情 也会有不同的决策 顿了顿 李亚林又道 要是普通人 自己父母在这个地方遇害 而且他年纪也不大 那他一定会对这个地方有心理阴影 甚至会尽量摆脱这里 永远不再回来 但如果是那种很重感情的人 也可能会觉得 自己父母就是在这里遇害的 自己只有留在这里 才能离父母更近一些 还有一种非常深谋远虑的人 父母遇害之后 他知道自己的处境也不安全 秉承着最危险的地方 最安全的逻辑 他也可能一直留在这个地方 说到这儿 李亚林又补充道 哦对了 还有一种 就是有其他人在幕后安排 这种情况 就由不得他做主了老太太沉默片刻 开口问道 你一定遇到过类似的案子吧 在你经手的案子里 如果孩子的家人遇害 孩子下落不明 那这个孩子最后大概率会在哪里 李亚林想了想 如实说道 婶儿 说实话 我确实经手过不少类似的案子 大多数幸存的孩子 都会在躲藏一段时间后 联系其他的亲人 比如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 一般不会失踪很久 遇到失踪很久的案件 大多数情况下 那个幸存的孩子 都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每天晚上睡在废墟里 桥洞下 居无定所 白天要么小偷小摸 要么到处领救济食物 甚至还有人加入帮派 或者染上毒瘾 很多人甚至活不过二十岁 死了之后 警察会按照流程 采样他的DNA 然后再放入DNA数据库 寻找他的家人线索 那时候才发现 这个人曾经是某个凶杀案 中唯一幸存的那个孩子 安老太太有些恍惚 片刻后才低声道 成妻和长英出世之后 成儿没有跟任何人联系过 没联系过安家 也没联系过叶家 但成儿自小就很聪明 那时候他已经八岁了 他脑子里一定记得 安家和叶家的联系方式 如果他想联系我们 一定有很多办法可以联系得到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说着 老太太叹了口气 悠悠道 我觉得 他有可能因为他父母的死 迁怒于我们两家 李亚玲不知可否地说道 这个 我不了解具体情况 所以也没法确认老太太幼道 成儿很聪明 自小家教又很好 如果他还活着 那他应该不会像你说的那些孩子一样 误入歧途 所以我觉得 最大的可能性只有两个 一个是他躲着不想见我们 另一个是有人藏着 他不想让我们知道 我更倾向于后者 是因为当初这么多人找他的下落都找不到 一个八岁的孩子 怎么可能瞒得过所有人 安崇秋忍不住问 妈 谁会把成儿藏起来 老太太表情严肃地说道 谁会 我不知道 但无非就是两种可能 一好一坏 好的 或许是成七和长英的部下 坏的 或许就是他们的敌人 或者其他居心叵测的人 安崇秋皱了皱眉 妈 当初我姐夫在国内的所有部下 我们都找过了 他们都不知道成儿的下落 而且也都跟我们一样着急啊 是老太太点点头 当年给我的感官确实是这样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仔细想想 如果他们中有谁撒了谎 我们也无从查证安崇秋问 那要不要再找他们问问情况 要问的老太太表情坚定地说道 这一次 我一定要找到成儿的下落 如果精灵找不到 就继续找遍全世界 第4273章 近在咫尺 纽约时间晚上9点 这架波音748改装的私人飞机 从肯尼迪机场起飞 前往1万公里外的华夏精灵 经过12个小时的飞行 安家这架飞机在精灵当地时间晚上9点钟 平稳降落在精灵国际机场 提前抵达精灵的工作人员 安排车队将老两口以及安崇秋 李亚林等人接到了万柳山庄 车队抵达万柳山庄已是深夜 此时的万柳山庄格外静密安逸 而安家的管家则直接将四人 带到了位于中央的那栋别墅 十几个小时的舟车劳顿 让四人多少都有些疲惫 于是在分配好房间之后 便各自回房休息 万柳山庄的别墅单体面积都很大 地上三层加地下一层的结构 使用面积至少达到八 九百个平方 因为面积足够大的缘故 每一个房间都被设计成了 拥有独立卫生间的套房 老两口住在三楼最大的房间 安崇丘则住在他们隔壁 李亚林则暂时住在安崇丘的对面 回到房间 李亚林顾不上休息 先给叶晨发去一条信息 告知他自己已经抵达万柳山庄 此时的叶晨 正躺在萧初然的身边 等待着李亚林的汇报 身边的萧初然已经睡去 而他收到李亚林的消息时 心中一时间感慨万千 外公外婆的到来 并不是真正触动他的关键 真正让他心中久久无法平静的 是外公外婆的到来 让他不由自主地又想起当年 想起父母遇害的那一天 从外公外婆的飞机起飞的那一刻起 夜晨满脑子响的 全是当年事发时的种种片段 当初父母出事的时候 夜晨还在学校参加上课 那时的天气已是六月中下旬 眼看就快要放暑假 而那天的精灵天气极度闷热 乌云在天上压了大半天 让人格外压抑 一直到了下午 随着一声炸雷 天空突降暴雨 那场雨来势汹汹 仅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就让整个学校的操场 完全被雨水覆盖 夜晨还记得 当时雷声轰鸣 雨声凛冽 不少班里的小朋友们 甚至吓得瑟瑟发抖 而就在那个时候 教室的门忽然被推开 浑身已经湿透 满脸雨水的唐四海 不顾老师的阻拦 直接冲进教室 将座位上的夜晨抱起来 便冲出教室 夜晨还记得 当时在雨中 有十几名一袭黑衣的中年人 他们满面雨水 衣服也因为被雨水淋透 而紧紧贴在身上 显得格外狼狈 更让夜晨感到惊奇的是 他们每个人怀里 都抱着一个年龄 身材 穿着与自己非常相似的男孩 随后 唐四海一声令下 十几人带着十几个孩子 迅速在原地四散开来 而自己则被唐四海抱着 在雨中飞速狂奔 而后 夜晨被送到了 他从小长大的那所福利院 临走时 他将父母已经遇害的消息 告诉夜晨 还叮嘱夜晨 这辈子 都不要向任何人 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懵懂得夜晨来不及伤心 唐四海便从福利院消失不见 而从那一天起 夜晨在福利院中 以孤儿的身份 生活了整整十年 十年中的前几年 他过的 几乎就是与世隔绝的生活 那时候 他们在福利院 接受小学教育 福利院从不组织他们外出 没有春游 没有扫墓 没有参观 也没有演出 这些孩子们 就每天待在福利院里 除了学习之外 还要跟着福利院的阿姨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甚至福利院里的菜地 也经常需要他们这些孩子 帮忙维护 当时的夜晨 一直以为福利院 肯定没什么经费 能保证他们可以接受教育 能吃饱饭 就已经非常难得了 但一直到他与顾秋仪重新相认 他去问了唐四海才知道 其实这一切 都是唐四海早早安排好的 福利院之所以将他们隔绝起来 为的 只是保护他一个人 也正是那几年与世隔绝的时间 帮助他避开了所有人的寻找 无论是夜晨的亲人 父母的朋友 还是想要夜晨性命 斩草除根的敌人 都在几年搜寻无果之后 将目标放在了精灵以外的地方 没有任何人能想到 经过了这么多年 这么多人在精灵绝地三尺的搜寻之后 夜晨竟然还在这个城市 现在 时隔二十年之后 外公外婆还有大舅 再次来到了这里 而夜晨也通过李亚玲 以及顾秋仪的描述 知道外公外婆这么多年 一直没放弃寻找自己 所以 在夜晨的内心深处 他也想与外婆一家相认 起码 让两位老人 不要再为了自己的生死不明 而揪心和自责 但是 一想到破清 会至今仍旧不愿放过 外公外婆一家 他便只能暂时将这个念头压制下去 可外公外婆毕竟已经到了这里 而且看他们的架势 应该是打算在这里常住 自己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会生活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保证不泄露自己的身份 想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过 即便他心中感慨万千 但是他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 只能寄希望于 近在咫尺的外公外婆 找不到什么与自己有关的线索 这一晚 夜晨一夜未眠 但是住在万柳山中的外公外婆 以及大舅余里亚林 却都睡得格外踏实 老爷在安启山 已经有很长时间的睡眠障碍了 他至少有十几年的时间 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而且最近几年 每天真正能睡着的时间 不超过五个小时 他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状态 就在晚上十点左右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到凌晨十二点左右 才能勉强睡着 但是睡眠都保持不了 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所以他一定会在一点钟之前醒过来 然后再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再次入睡 长期的睡眠障碍 导致他的精神状态 一直不是太好 这也在另一个层面 加剧了他二次海默症的恶化 但是昨天晚上 这持续了至少十几年的问题 似乎都在他来到精灵之后 迎刃而解 昨晚他洗漱之后 便一觉睡到了天亮 中间他没有醒过一次 也没有做过任何的梦 整个晚上似乎都处在 难得的深度睡眠状态中 一旁的老伴 也有同样的感觉 老太太虽然还没有 二次海默症 但毕竟年纪大了 睡眠质量一直很难保障 但是昨晚 他也如老爷子一样 一觉睡到早晨七点 而且睡得格外踏实 因为睡得太好 整个人睁开眼睛的第一感觉 就是一种说不出的 强烈的轻松感 他见老爷子气色也非常好 便下意识地问他 启山 你昨晚休息得怎么样 安启山靠在床头 依旧有些不可置信的难难道 我好像很多年没睡得这么踏实了 说吧 他又道 也可能是因为昨天周车劳顿 过于疲劳 所以才睡得这么香 紧接着 他自己又摇了摇头 难难道 应该不只是这个原因 或许也跟这里的环境有关系 昨天过来的路上 我大概看了看 好像是在山上 而且还有一片湖泊 风景应该不错 只可惜天色太晚 没看清楚 这么好的环境 人肯定也能轻松不少 老太太一脸赞同地 轻轻点了点头 她也有同样的感觉 下一秒 她忽然惊骇不已地 看着安启山 脱口问道 启山 你还记得昨天发生的事情 第4274章 一定不是玄学 对安老太太来说 这段时间以来 她早就习惯了 在每天醒来的第一时间 向老伴解释她的病情 并向她介绍 现在的时间 以及最近 甚至昨天发生的事情 这主要是因为 安启山的记忆力退化 已经十分严重 她连最近十几年的事情 都已经记不清了 每天发生过的事情 第二天也肯定 会忘得一切二斤 但是 老太太却从刚才的对话中 听出自己的老伴 竟然还记得 昨天舟车劳顿的事情 记得坐车来万柳山庄时 在月色下看到的模糊景象 这实在是让她感到无比惊奇 安启山此时有些诧异 摸了摸自己的脑门 问她 记得昨天的事情很奇怪吗 老太太满脸喜悦地说道 你已经有很长时间 在第二天睡醒之后 就不记得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了 说着 老太太又迫不及待地问她 昨天的事情你还记得些什么 赶快跟我说说 安启山皱了皱眉 就记得咱们好像坐了很久的飞机过来 下了飞机之后又坐了汽车 一路开到郊区 然后因为太累 我就睡觉了 老太太又忙不迭地问 那你还记不记得再早之前的事情 安启山问她 再早是多早 老太太问 你记不记得咱们在美国出发之前的事情 记不记得在出发之前 咱们在飞机上跟重秋 还有亚林都聊了些什么 安启山表情一下子陷入茫然 双目无措地四处看了看 随后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表情又陷入强烈的困顿 她竟脑汁地想了半天 脑海里都没能还原飞机起飞前的记忆 她表情痛苦地说道 怎么回事呢 我最远只能记得下了飞机 一路赶到这里 其他的什么都记不清啊 老太太连忙安慰道 没事没事 启山 你能记得这些就已经非常棒了 因为你之前是连前一天发生的任何事情 都记不起来的说着 老太太不禁激动地说道 这么多年来 你的病情一直在恶化 从来没有让我看到逆转的希望 但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信号 看来 红天师跟我说这里是块风水宝地 还真是却有歧视 这次来精灵果然是来对了 老太太并不知道 老爷子在住进万柳山庄的第一晚 就能有这么明显的好转 完全得益于夜城在这栋别墅里 布下的那个不起眼的小镇法 别看这镇法 只是用了一颗回春丹和一些灵气 但是这镇法的价值却超过千亿 按照老爷子得病后的惯例 他每一天的记忆 就像是在沙滩上写下的文章 随着潮水不断拍打沙滩 就会将沙滩上大部分的内容冲刷前进 而等到晚上涨潮之后 便会把沙滩上所有的内容 都冲刷得一前二进 所以 老爷子昨天晚上抵达金陵的时候 今天的大部分记忆 就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从机场一路赶到万柳山庄 当他身处这套别墅 并且得到夜城回春丹 镇法的暗中滋养之后 他的记忆便立刻在镇法的作用下 得到了强化 这也是为什么 他还能记得下了飞机之后的事情 却不太能记轻下飞机之前的种种 老太太此时高兴极了 她连忙对老爷子说道 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重秋 说着 便拉着老爷子 乘电梯来到一楼 此时一楼硕大的餐厅内 庸人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早餐 安重秋和李亚玲 已经精神饱满地端坐在餐桌前 对着各种精美早点狼吞虎咽 不只是老两口感觉 这一晚睡得格外踏实舒服 这两人也有同样的感觉 两人感觉就好像又回到了 十七八岁那个没心没肺 精力旺盛的年纪 每天白天把所有的精力耗空之后 躺在床上便能立刻沉沉睡去 见老两口来了 两人赶紧站起身来问好 安重秋则关切地问 爸妈 您二位昨晚睡得好吗 老太太面色激动地说道 睡得实在是太踏实了 而且我给你们说一个好消息 老爷子竟然还记得 昨天发生的事情 真的 安重秋刑的油条 都从手里掉落 他看着面色红润的父亲 连忙问道 爸 昨天的事情你还都记得 老爷子说 记得一部分 从下飞机到来了这里 都记得很清楚 再往前就记不清了 安重秋脱口道 我刚才还在跟亚铃说 这个地方好像真是一块风水宝地 人在这里睡了一觉之后 感觉浑身上下都轻松得不得了 他说他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还觉得可能是我俩 产生了什么幻觉或者错觉 没想到您二位也有同样的感觉 更不可思议的是 爸 您竟然还能记得 昨天发生的事 这也太神奇了 说着 他看向一旁的李亚铃 问道 亚铃 你说这是不是有什么玄学的东西在里面 一旁的李亚铃笑着点了点头 道 这件事情确实有点而神乎其神 而且更重要的是 也确实能够感觉到其中的妙处 说不定还真有些玄学的东西 李亚铃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是他心里已经敏锐地意识到 这奇妙的变化 肯定不是玄学 而且一定与叶诚有脱不开的关系 甚至他可以肯定 这就是出自叶诚的手笔 原来的李亚铃是不相信玄学的 但是自从自己被叶诚救活之后 他对玄学方面的事情不但相信 而且心怀十二分敬畏 而且 他本身就是探长出身 对各种信息非常敏感 叶诚虽然没有跟他明说 这别墅有什么玄妙之处 但是在他来之前与叶诚的通话中 叶诚特地交代过他 一定要确保老爷子和老太太 住进这套别墅里 而且要尽量让他们多住一些日子 原本他也不明白 叶诚一方面不想与老两口相认 一方面又想让他们在这里 多住一段时间 这两者之间明显非常矛盾 但是今天早上 当他的身体 有了这种奇妙的感觉之后 他便意识到 这其实才是叶诚真正的目的 叶诚早就在这里做了大文章 让住在这里的人 身体都能得到不小的提升和改善 说不定 老爷子只要在这里多住些日子 阿尔兹海默症给他的困扰 就能迎刃而解 想到这 李亚林对叶诚也更多了几分敬佩 虽说他一直不愿与外公外婆相认 但是他为了安家 确实是煞费苦心 此时 老太太开心不已地说道 这才只是刚刚来了一天 就能有这么大的改善 要是在这多住一些日子 说不定这并都不知自愈了 说吧 他想起了什么 连忙看向一旁的老爷子 激动到 起山 从现在开始 你就尽量去记住 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 每一个细节 以及你听到的 你和别人说过的每一句话 明天一早 我们在这里复盘一下 看看你对今天的记忆 都能保留下多少 第4275章存在某种联系 听到老太太的话 李亚玲拍案叫绝 脱口道 沈儿 你这个主意很棒 说吧 他立刻掏出手机 打开视频拍摄 开口道 咱们就轮流用视频 给安叔记录 重秋你赶紧安排人 买几台能随身携带的 运动相机 时刻不停地记录 等晚上安叔休息了 就让人把素材 都倒进电脑 全部剪出来 明天咱们一起复盘 安重秋也很是兴奋 不假思索地说道 好 我这就安排 老太太又道 我看这里环境 确实好得很 起山 咱们赶紧吃点饭 吃完饭 我带你到湖边走走 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效果 李亚玲一听这话 连忙说道 沈儿 这一点我倒是 有些不同意见 我觉得您和安叔 最好就是 待在这套别墅里 哪都别去 老太太疑惑地问 亚玲 你这是出于什么考量 李亚玲一本正经地说道 沈儿 不瞒您说 我大清早起来之后 就出去转了一圈 说实话 这里的环境虽然不错 但是远达不到那种 世外桃源的感觉 无非就是个半山腰 加上一座面积不大的湖泊 然后就是柳树多一些 说实话 这种环境 在金陵这种城市里 当然算得上是非常不错 但要跟安家的庄园比起来 我觉得还是差出不少的 没理由这里的山山水水 就比安家庄园 强出多少 说道者 李亚玲又总结道 所以我感觉 如果这种身体上的改善 真的是一种玄学的话 那么这个玄学的奥妙 一定在这套房子里 而不是在外部的环境中 老太太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她觉得李亚玲说的有道理 要说自然风光 万柳山庄门外这点硬件的实力 在华夏连个EA风景区的水平 也比不过 但是安家在美国的庄园 几乎就跟5A级景区的水平 不相上下 要说大家身体的变化 是环境所影响 那似乎也轮不到 万柳山庄这种地方 李亚玲这时候对安重秋说道 对了重秋 提前到这里的庸人 是不是都住在别的别墅里面 对安重秋点点头 道 所有的庸人和保镖 都不住在这套别墅 我当时想的就是 这套别墅就留给安家人自己住 庸人只需要白天进来 做一些日常工作 就可以了 李亚领导 你可以旁敲侧击地问他们一下 问问他们在这里住的这几天中 身体有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变化 安重秋立刻掏出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给管家 旁敲侧击地咨询了一番 这些提前抵达的管家和庸人 一直都住在周边几套别墅里 不过据他们描述 住在这里这几天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由此 安重秋也更加赞同李亚领的说法 觉得父亲的记忆力之所以有所缓解 其他人之所以感到无比轻松 想来学庙就在这套别墅里 于是 安重秋便开口道 爸 妈 你们这几天就先别出门了 尽量24小时都待在这套别墅里 看看爸的病情 会不会有更好的改善老太太忙到 我还打算今日去你姐当年住过的地方看看 之前我让人查了一下 那套老宅 现在好像被燕京苏家长子的前妻买下来了 安重秋皱没问到 苏家长子的前妻 是苏首道的前妻吗 对老太太轻轻点了点头 安重秋一脸诧异 苏首道的前妻 为什么要买我姐和我姐夫住过的地方 老太太轻叹道 我让人查了一下 苏首道的前妻 当年一直是你姐夫的追求者 这么多年来 她对你姐夫也一直念念不忘 前段时间因为竞拍那套老宅 惹怒了苏家人 还险些被苏家清理门户 当时那件事情闹得挺大 咱们在美国也有耳闻是 安重秋点头道 具体细节我不太清楚 只知道苏家老爷子 想杀自己而媳妇的丑闻 闹得人尽皆知 没想到原来是这个原因 于是 安重秋又道 既然如此 那就让爸在这里休息 我陪您过去一趟老爷子 不假思索地说道 不行 我也要去 安重秋忙道 爸 您还是在别墅好好休养 我们还等着明天 跟您一起复盘一下 看看明天 您还能记得多少 老爷子白白手 什么时候复盘都可以 后天再复盘 明天的也可以 既然你妈要去成七 和长营以前住过的地方 我也想跟着过去看看 安重秋还想说什么 老太太抢先一步说道 重秋 你爸说得对 反正我们在这里还要住上一段时间 复盘也不在今天一天 咱们还是一起去吧 安重秋见妈妈发了话 便也不再多说 当即点头道 好的妈 您和爸先吃饭 我安排一下随即 安重秋向李亚林使了个眼色 两人便离开餐厅 来到院中 这时的安重秋看向李亚林 问他 对了老李 以你的经验判断 我纳的大外甥 这么多年来 会不会再回那套老宅看看 如果从老宅着手 能不能找到什么相关线索 李亚林点头道 有这种可能 人毕竟是情感动物 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情节 而且在所有嫌疑人逃亡而后 被抓的案件中 一大半的嫌疑人 都是在悄悄回家 或者与家人联系的过程中被抓的 叶晨与父母最后的记忆 就在那套老宅里 淤晴淤里 应该都会回去看看说着 他又道 不过成期遇害已经二十年 叶晨就算回来过 放在二十年这么长的时间轴里 恐怕也很难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了 这倒也是 安重秋轻轻点了点头 说道 毕竟已经二十年了 叶晨就算回来过 怕是也无从考究 我妈想去老宅拜访 估计更多是想去 我姐一家人生活过的地方 看一看李亚林点头说道 这个我非常理解 李亚林心里很清楚 叶晨在精灵手眼通天 这点事情肯定早就已经摆平 就算安重秋找到他家门口 只要叶晨不想见他 安重秋也不可能发现 什么具体的线索 至于自己 命都是叶晨救的 当然不可能出卖叶晨 更何况他也觉得 眼下叶晨确实还不适合 与安家相认 所以就只能跟着 假模假样的出谋划策 只要最终导向 不让他们真正发现叶晨的线索 自己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这时 安重秋又道 对了老李 你有没有想过 调查一下那位救你命的恩公 李亚林心中一惊 嘴上说道 救我那位恩公 行踪来去不定 而且从不以真面目示人 我就算想找他 也没什么线索啊 安重秋摇摇头 线索不是没有 而且就在精灵 李亚林故意问他 重秋 你的意思是 安重秋认真道 当初我在精灵 参加回春丹拍卖会的事情 我跟你说起过 我之前也一直很想知道 这回春丹到底是何人炼制 但一直没找到什么 有价值的线索 直到安家在纽约遇袭 我们全家被恩公所救的时候 我都没往回春丹 这条线索上想过说到这 安重秋看着李亚林 缓缓开口 但自从你说 你被恩公用丹药救活之后 我就觉得 炼制回春丹的人 和救了你 救了安家的人 应该是同一个 李亚林惊讶不已地问他 你的意思是 那恩公就在精灵 安重秋道 恩公在不在精灵 我不知道 但精灵有认识他的人 就是精灵宋家的宋婉婷 宋婉婷 李亚林一脸疑惑 安重秋解释道 宋家 就是当日回春丹拍卖会的 主办方之一 而宋婉婷是宋家的家主 同时 他也是当日拍卖会的拍卖师 这些线索汇聚到一起 他要不认识恩公就见了鬼了 李亚林心中一灵 面上故作迟疑地说道 重秋 那位恩公神通广大 他既然不想用真面目与我们相见 我们这么调查他 是不是不太合适 是不合适 安重秋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但玄机又很是坚定地说道 老李 我姐和我姐夫 是在精灵遇害的 我那个外甥 也是在精灵失踪的 现在 这位恩公的线索 也连上了精灵这个地方 我总觉得 这里面或许存在着某种联系 李亚林联盟试探性的问道 哎呀 你该不会以为咱们说的恩公 就是你那个大外甥吧 安重秋白白首 那倒是不太可能 我是在想 这恩公既然是世外高人 那我那个大外甥 当年会不会刚好被他所救呢 李亚林咳嗽两声 开口道 你呀 就别往这方面想了 你没发现这种假设 跟武侠小说的剧情 已经非常靠近了 再说了 恩公又不是你们安家的人 人家凭什么二十年前 在精灵救了你外甥 二十年后 又飞去美国救了你们一家 顺手又救了我 安重秋尴尬地说道 是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 就算恩公 与我大外甥的线索 没什么关系 他也毕竟救了我们一家 所以我想抽时间 去拜访一下宋婉婷 看看从他那里 能不能得到什么线索 即便他对我们守口如瓶 也一定能帮我 给恩公带几句话 第四千二百七十六章 登门拜访 二十分钟之后 安重秋陪着老太太 前往夜晨父母的老宅 安家的防弹车队 很快自万柳山庄驶出 前往精灵的老城区 而与此同时 夜晨也在从市区驱车 朝着万柳山庄的方向行驶 他是打算前往香泄立温泉 而万柳山庄 与香泄立温泉的直线距离很近 只隔了两座山头 所以从市区前往万柳山庄 和从市区前往香泄立温泉的 绝大部分的路程都是重叠的 在出城的快速路上 夜晨看到了对面方向 迎面驶来的车队 在他出发前 李亚玲就发信息告诉过他 外婆今日要去父母的老宅拜访 所以虽然双方 以极快的相对速度迎面掠过 但夜晨还是能判断得出 这就是安家的车队 不过夜晨的思绪 并未受到过多牵扯 该交代的人 他都已经交代过了 相信以自己平日的为人和威信 精灵不会有人向外公外婆 泄露自己的身份 来到香泄立温泉酒店 洪长青已经开始了 新一天的授课 夜晨抵达时 见所有学员都在潜心学习 便没有进去打扰 只是在窗口观察了一下 蔡蔡子和秦奥雪的情况 此时的两个女孩 都正盘坐在蒲团之上 听从着洪长青的指引 闭目运转真气 夜晨惊讶地发现 蔡蔡子体内 已经有了真气运转的迹象 看来 短短几天时间 他就已经掌握了内窥的奥秘 以及真气在体内转化的关键 算是完成了五道的入门阶段 这确实令夜晨刮目相看 至于他身边的秦奥雪 此时夜晨也能感觉得到 他体内断断续续 有些许近似真气的能量产生 但始终无法真正实现 真气在体内的完全运转 而他体内丹田 经脉以及真气的状态 就像是一台处在发动状态中的 汽车动力系统 只是启动机 暂时还达不到发动机 真正点火运转的速度要求 虽说还没有完全成功 但起码已经成功了大半 只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相信用不了太久 也会成功实现真气的完全运转 看来秦奥雪的天赋 确实比蔡菜子要差上不少 除了他们两个之外 夜晨也比较关心 陈泽楷和红武两人的状态 于是便将视线转移到了两人身上 结果发现 这兄弟二人 此时依旧处在无头苍蝇的阶段 根本无法实现内窥 眼看别人都双目微闭 神态平和 红武虽闭着眼睛 但却始终呲牙咧嘴 内心似乎在往某个方向用力 陈泽楷虽不至于像红武那样面目猙獰 但眉头始终紧锁 似乎充满疑惑 夜晨很清楚 这两人都是卡在了内窥这个关键点 如果无法实现内窥 那就无法寻找到经脉与丹田的具体位置 运转真气也就更不可能了 内窥这种事情非常玄妙 就好像声乐老师总会说胸腔共鸣 头腔共鸣 懂的人一说就明白 不懂的人喊破嗓子 也不知道究竟怎么让头部和胸腔都参与到发声中来 这种事情 一定要沉下心来慢慢摸索 只有摸到那的脉络 才有可能成功 与此同时 精灵老城区 安家原本十分醒目的车队 在进入老城区之前就已经打散 显得没那么扎眼 但所有车辆依旧在四面八方 严密保护着夜城外婆和大旧乘坐的那辆商务车 而夜城父母的老宅里 杜海清与苏志余母女二人已经吃过早饭 苏志余将自己打扮的简洁干练 拿起手提包 便对杜海清说道 妈 我去财经学院了 杜海清点点头 主妇道 路上开车慢些 中午还回来吃吗 苏志余道 中午就不回来了 我跟志余一起在财经学院的食堂吃 作为医塑航运的负责人之一 苏志余最近几天 每天都在与贺志余一起 到精灵财经大学找贺志余的父亲贺远江补课充电 现在 医塑航运的业务越做越大 市场占比以及营业收入也越来越高 千亿美元级别的大摊子 两个女孩运转起来虽然还没出现什么问题 但企业发展速度毕竟太快 两人都担心因为自身经验与能力不足 而限制了医塑航运的上限 所以这几天都在财经学院找贺远江充电 贺远江毕竟是顶尖的经济学教授 而且也有着丰富的实操经验 见多实广 对他们两个年轻女孩来说 是堪比领路人一般的存在 苏志余正换鞋准备出门 便听院门外传来清脆的叩门声 为了最大限度保留这栋老宅原本的味道 杜海清还是选择了铁栅栏门作为院门 虽然没有门铃 但叩门声如同龄一般清脆 在房间里也完全能听得见 苏志余有些纳闷 嘀咕道 谁这么一大早来家里 不会是叶先生吧 怎么会杜海清下意识到 叶臣不是说 近期如果有人来打听他的消息 要我们绝口不提吗 这么敏感的时候 他怎么会自己跑过来说着 他连忙道 我出去看看随即 杜海清换了室外的拖鞋 推门走了出来 隔着铁栅栏门 他看到门外站着的 是一位老太太 以及一位中年男性 这两人正是叶臣的外婆和大舅 但是 叶臣的外婆这么多年 几乎从未在媒体面前出现过 而安崇秋因为主内不主外 也几乎不与媒体打交道 所以杜海清也没认出两人 他走到门前 开口问道 您二位找谁 门外的安老太太看着杜海清 微微一笑 开口问他 冒昧问一下 您是杜海清杜女士吗 杜海清见对方尽叫得出自己名字 连忙谦逊地说道 阿姨您太客气了 我是杜海清 请问您是 安老太太笑着说道 我 我是叶长寅的岳母 安成七的妈妈 温慧音说着 他又指着身边的安崇秋 介绍道 这位是我的大儿子 也是成七的弟弟 安崇秋 杜海清惊讶不已地看着老太太 惊呼道 您是安伯母啊 快请进快请进 安先生也请进来吧 说着 连忙将大门打开 杜海清最开始还没想明白 安老太太来找自己做什么 但是很快他便意识到 老太太来这里的目的 应该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结合叶成之前交代的事情 他立刻断定 老太太来这里 一定是为了寻找叶成的线索 安老太太与安崇秋感谢一番 跟着杜海清走了进来 此时苏志愚恰好也从内门走出 见一老一中年走进院子 心里不禁有些疑惑 这时候 杜海清赶紧对两人介绍道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女儿苏志愚 志愚 这位是美国安家的安奶奶 还有安叔叔 安奶奶 苏志愚下意识地脱口道 那岂不是叶 他原本想说 那岂不是叶先生的外婆和舅舅 但话到嘴边 他瞬间一惊 自己聪明一事 险些一不小心 把叶成给出卖了 于是连忙不露痕迹地说道 那岂不是叶伯伯的岳母 安老太太好奇地问道 苏小姐也认识长音 苏志愚连忙摆手 安奶奶您误会了 我并不认识叶伯伯 是以前听别人说起 后来我妈搬到这里之后 又听我妈说起过一些 原来是这样 安老太太轻轻点了点头 也没多怀疑 毕竟 她来之前就查过 杜海卿与叶长音的过往 也知道杜海卿这么多年 一直对叶长音念念不忘 甚至险些因此丧命 只是 自己登门拜访杜海卿 这种感觉 多多少少有些尴尬 毕竟眼前这个温柔知性的女人 某种程度上 也算是自己女儿的情敌 而且 她算是惨败在了自己女儿的手下 其实杜海卿心里也很尴尬 自己爱了叶长音那么多年 没想到有一天 叶长音生前的岳母会找上门来 为了缓解一下奇怪的气氛 她便对苏志愚说道 志愚 你不是要去学校吗 时间不早了 赶紧去吧 苏志愚点点头 礼貌地对老太太以及安重秋说道 安奶奶 安叔叔 您二位跟我妈妈慢慢聊 我还有点事情 就先告辞了 两人自然也是非常客气地客套了一番 待苏志愚走后 便在杜海卿的邀请下 进了这套老宅的内门 进到房间的那一刻 老太太看到这里的装修风格 还似二十年前那般 再联想到女儿 宇婿还有外孙 生前最后住过的地方就是这里 心中百感交集 眼泪便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她怕杜海卿笑话 连忙侧身用衣袖轻轻失去眼泪 这才笑着对杜海卿说道 杜女士 不瞒你说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来这里 谢谢你把这儿维护得这么好 杜海卿赶忙说道 阿姨您就别叫我杜女士了 叫我海卿就行 老太太轻轻点了点头 问杜海卿 海卿 我冒昧过来叨扰 是想跟你打听一些事情 杜海卿知道老太太要问什么 但还是故意问她 阿姨您想打听什么 老太太叹了口气 悠悠到 长茵和成妻出事之后 他们两人的儿子就下落不明了 这么多年来 我们几乎把全世界都找了好几遍 但一直都没有找到与她有关的线索 我想知道 自从你住到这里来之后 有没有见到什么形迹可疑的 年龄差不多在二十七八岁上下的年轻男性 到这附近观望徘徊过 杜海卿只能撒谎道 阿姨 说实话我没注意过 这里是精灵的老城区 人口密度很大 而且周围住的人也特别杂乱 这每天人来人往的 要说什么人 行迹可疑 我还真没感觉老太太表情有些失望地说道 陈儿这孩子 小时就很重感情 对父母也十分孝顺 若是她还活着这么多年来 肯定会回来看一看 第四千二百七十七章天字绝佳 眼见老太太心情低落 杜海卿有些抱歉地安慰道 阿姨 我也是刚住到这里不久 在我住进来之前这么多年 叶辰有没有来过 我也不得而知 所以您也不用太过悲观 老太太轻轻点了点头 感叹道 我不怀疑陈儿还活着 只是我现在能找到的 与陈儿有关的线索太少了 这些线索 断一条就少一条 杜海卿微笑道 阿姨 眼下或许只是怀没到 您和她相见的时候 等时机成熟 就算她远在天边 也会赶来和您相见的 老太太苦笑一声 你说的我信 我只是怕自己岁数大了 等不到那一天了 杜海卿见老太太惆怅无比 心中也不禁有些心疼 精灵 对老太太来说 绝对是一个不忍回首的伤心地 女儿 与婿再次丧命 外孙也再次失踪二十年 若是换作自己是她 怕是都没有勇气到这里来 但是 老太太这么大岁数 也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 单就这一点 恐怕就要做上很久的心理建设 想到这 杜海卿心中也不禁暗自嘀咕 叶辰 你外婆这么大岁数 还跑来精灵 你就算有在大的苦中 也至少应该给她一个念想吧 不过 杜海卿也知道 叶辰所面临的艰难与险阻 远不是自己所能估量的 以叶辰的人品做出这种残忍的决定 也一定有她的苦中 于是 她便连忙对老太太说道 阿姨 您既然已经不远万里地来了精灵 那就不妨在这里暂时落脚 多生活一段时间 就算在精灵找不到叶辰也不要紧 说不定叶辰哪一天就会回来 到时候 您还可以在这里与她相见 杜海卿之所以建议老太太 在精灵多停留一段时间 是因为她知道叶辰的能耐 老太太虽然岁数大了 但只要她人在精灵 叶辰就一定能够用各种方式 护她周全 杜海卿的话 也正应了老太太心中所想 她轻轻点头 认真道 我这次来精灵短时间内 就没准备回去了 换句话说 要是等不到尘儿回来 我就留在精灵部走了 听闻这话 杜海卿放下心来 微笑着说道 阿姨 您就踏踏实实在精灵常住吧 这里您随时随地想来就来 如果在精灵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也一定会全力以赴 老太太感激不已地说道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海卿 老太太在杜海卿家中做客的时候 叶辰还在香榭丽温泉酒店 默默地关注着 红长青的教学进展 之前在半山别墅 灌装的口福叶 眼下还在别墅里放着 叶辰打算再等几天 等蔡菜子 秦奥雪 陈泽凯以及洪武四人 都成功迈入五道大门之后 再将那口福叶分给所有人 让所有人都能体会到 修卫快速增长的感觉 在香榭丽待了一上午 红长青一直到中午十一点半 才停止了上午的授课 朗生对众人道 诸位 今日上午的授课到此结束 诸位自由用餐休息 我们一点半准时开始下午的课程 众人意犹未尽地从蒲团站起身来 一起向红长青鞠躬道谢 随后才一边松快筋骨 一边向外走去 伊藤蔡菜子没着急走 而是一脸激动地问秦奥雪 奥雪 你有没有掌握内窥的奥秘 秦奥雪挠挠头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感觉内窥就像是一个 特别深的水塘底部 我潜水下去 每每快到底的时候 就无法再进一步了 真是烦人得很 说吧 他问蔡菜子 蔡菜子 你表情这么激动 难道你已经掌握了 蔡菜子重重点了点头 低声惊叹道 我好像找到了内窥的奥秘 就像你刚才说的潜水那样 一开始我也总是潜不下去 感觉距离水底越近 水的排斥力就越大 到处都是把我往水面推的力量 对对对 秦奥雪莲芒道 就是这种死活都潜不下去的感觉 我都快被折磨疯了 你到底是怎么挺过去的 蔡菜子无比认真地说道 我一开始也是拼尽全力 强行下潜 可是一次都没有成功 后来我就静下心来 在脑子里假设自己的神石 已经出窍 出窍后的神石 没有立刻再去水里 而是向上 去最高处 秦奥雪惊呼 去最高处 对 蔡菜子斩钉截铁 又难掩激动地说道 就是去最高处 就像一路攀登 来到湖面上方的百丈悬崖 然后用脚后跟 踩在那躲峭悬崖的边缘 让神石张开双臂 心无旁骛地 从悬崖之上纵身跃下 说着 蔡菜子声音 都有些颤抖地继续道 任凭自己下坠的速度 越来越快 任凭风声在自己的耳边 嘶吼呼啸那种感觉 我自全然不顾 只想完成这纵身的一跃 那种感觉 就像是一根针 从天上掉落 扎进水里 在没有之前那种 全是阻力的感觉 一瞬间柳暗花明 豁然开朗 啊 秦傲雪厅的瞠目结舌 脱口道 蔡菜子 你 你真能神石出鞘啊 其实 不止秦傲雪厅的惊骇 就连叶晨也觉得震撼不已 即便掌握了九玄天经 他也从未听说过这种修炼舞蹈的方法 听起来玄妙无比 同时又极具震撼 不是 蔡菜子解释道 不是真的神石出鞘 是静下心来 让自己的思维 尽可能抛开自己的身体 假想自己已经神石出鞘 秦傲雪不解的问 这也能假想 可以的 蔡菜子坚定地说道 就好像内窥 我一开始也总是不理解 窥这个字 本就是看的意思 人只有一双眼睛 而且只能看到身体之外的世界 怎么能做到内窥 看到体内的经脉与丹田呢 可是 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所谓的内窥 就是将意识 从之前的五官剥离出来 静下心去 假设意识已经离开了大脑 离开了眼而口鼻 像潜入水底那样 潜入自己的身体 当我真正找到那种方法的时候 整个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秦傲雪听得愣住 片刻后握紧拳头 激动地说 我也要按照你的办法试试看 这时 红长青独步来到两人跟前 对蔡菜子说道 红某刚才观察了一下 伊藤小姐看来已经真正实现了内窥 也掌握了真气的完整运转 如此快的速度 实乃红某生平仅见 恭喜恭喜 蔡菜子恭敬地说道 都是红天师您教导有方 红长青摆了摆手 认真道 伊藤小姐属实是天资绝佳 不但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内窥之道 甚至原本你体内的三条经脉 就几乎处于完全打通的状态 只是你之前不懂运转真气 经脉打通 也如没有车辆行驶的高速公路 没能发挥出真正的作用 不过你现在既然已经能够运转真气 那我相信 用不了几天 伊藤小姐就能将这三条经脉 真正利用起来 一跃成为三星舞者 这么快的速度 属实了不起 假以时日 伊藤小姐必将成为顶尖的舞蹈高手 第4278章要开学了 红长青如此赞赏肯定蔡菜子 但蔡菜子自己却格外谦逊 深深鞠躬之后 宠辱不惊地开口道 谢谢红天师夸奖 我跟您相比 不过就是刚刚入门的小学生 不敢称什么舞蹈天才 现在刚刚找到内窥之道 更应当好好努力才是 红长青赞许道 除了天赋之外 一门好的舞蹈功法 是舞蹈修行第二要素 而不骄不躁 则是舞蹈修行第三要素 伊藤小姐一人独占其三 将来前途必定无可限量 伊藤蔡菜子再次鞠躬 谢谢天师肯定 学生一定全力以赴 红长青点点头 微笑道 午休时间短 快去吃饭吧 下午还要继续 蔡菜子微笑摇头道 学生就不去了 抓紧时间继续巩固一下 一旁的秦傲雪 见他这么刻苦 连忙说道 那我也不去了 我要试一试 蔡菜子说的那种方法 红长青倒是不清楚 两人刚才都聊了些什么 以为蔡菜子 传授了秦傲雪一些心得 于是便笑着说道 好好好 你们两人 如果一直这么相互鼓励 相互帮助 绝对能够事半功倍 说吧 他便笑道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了 两人连忙鞠躬道别 见红长青走了之后 便赶紧又重新 坐回蒲团之上 秦傲雪有些迫不及待 连忙盘腿坐好 口中激动地说 蔡菜子 我现在就按你说的试一试 蔡菜子点点头 嘱咐道 一定要心无旁骛 一旦你开始尝试着 给自己洗脑 潜意识告诉自己 已经真的实现灵魂出窍 那你就千万不要再被身边 任何动静困扰 去心里找那个高处 找到之后纵身一跃 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嗯 秦傲雪重重点头 心中对蔡菜子也感激不已 换作一般人 自己找到了突破之法 都会将其是做心底最大的秘密 极少会向其他人透露 但是蔡菜子却丝毫都不藏私 甚至还非常详细地 将所有细节跟自己说清楚 这一点让秦傲雪心中 对他在感谢之余 更是十分佩服 不过两个姑娘此刻都没太多客气话 秦傲雪入定之后 便开始潜心按照蔡菜子介绍的方法 寻找突破 而蔡菜子 则悄悄从蒲团下面 拿出已经开了飞行模式的手机 将飞行模式关闭之后 连忙给叶晨发了一条信息 叶晨手机眼见他手指如飞一般 在屏幕上敲打一阵 自己兜里的手机立刻就震动了一下 便知道肯定是他给自己发来的信息 手机拿出来一看 果然是他 信息里 蔡菜子说 叶晨君 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要跟你分享 叶晨装作一切浑然不知 回他 什么好消息 快说来听听蔡菜子回复道 我已经掌握内窥经脉 以及运转蒸气的方法了 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已经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舞者了 叶晨故作惊讶 真的 这么快就突破成舞者了 这也太快了吧 蔡菜子回复 希希 红天师也说我入门的速度很快 不过我觉得这应该是叶晨君之前 给我服用的丹药有关 一定是丹药帮我打好了底子 所以才能让我这么快就找到入门方式 叶晨道 丹药只是能强化你的身体素质 帮你打通经脉 但是如果你自己无法掌握如何使用经脉 那就算我把你所有的经脉都打通 你掌握不了内窥的关键 依旧不可能运转蒸气 这个就是实打实的天赋 你的天资确实很棒 这一点完全不用质疑蔡菜子此时表情娇羞 抿着嘴唇盯着手机看了半天 才鼓起勇气问她 叶晨君 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吃顿饭 当面感谢你 叶晨问她 为什么要感谢我 蔡菜子道 你帮了我这么多 还把我安排到这里学习舞蹈 现在我终于入门了 请你吃顿饭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就当是办一场答谢宴了 不知道叶晨君是否愿意赏光 叶晨想了想 便爽快地回复道 没问题 告诉我时间 我准时去蔡菜子道 红天室每天的授课到六点半 我们稍晚一些 八点钟怎么样 没问题叶晨道 那你好好练习 晚上见蔡菜子开心不已 连忙回复一个 晚上见 叶晨知道她练功心切 于是便不打算进去叨扰 直接回复道 那你就先好好练功吧 晚上见面再说 好 蔡菜子回了消息 重新将手机调成飞行模式 塞到蒲团下面 于是便重新入定 开始运转真气 叶晨也没再跟红长青打招呼 趁大家都去餐厅方向 没人看到自己 便转身离开了香榭李温泉 回去的路上 她也一直在回想蔡菜子 向秦奥雪描述的那番奇妙场景 虽说自己不是舞者 但自己也可以按照蔡菜子的心得 去试一试 如果自己真能找到那种状态 对自己应该也很有避意 正琢磨着 她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是李小芬打来的电话 电话中 李小芬问她 叶晨哥哥 你最近忙什么呢 叶晨笑道 忙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 怎么了 找我有事 李小芬道 金陵大学快开学了 克劳迪亚明天就要入学报道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陪她去学校啊 叶晨惊讶地问道 这么快就要报道了 李小芬道 今天都8月24号了 人家金陵大学大一新生 明天就开始报道注册了 报道完之后 紧接着军训就要开始了 哦 叶晨恍然大悟 自己没读过大一 想来大一新生是应该开学早一些 毕竟还有未期两周的军训 一想到克劳迪亚举目无亲 也就李阿姨 李小芬还有自己这三个关系亲近一些的人 明天她要入学报道 自己肯定要去站站台 于是 她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道 没问题 明天我开车去接你们 你们大概几点出发 李小芬道 不着急 报道一共两天呢 什么时间到都可以 估计早上人最多 咱们不如稍微晚一点 十点钟左右出发 怎么样 可以叶晨问她 是不是要给克劳迪亚准备一些日用品什么的 她不是也分配了寝室吗 李小芬问了一声 道 李阿姨早就给她准备好了 明天李阿姨也一起去 到时候你开车一起拉上就行 好 叶晨笑着说道 那我明天九点半左右到家里接你们 OK 那就这么说定了 第四千二百七十九章身不由己 此时此刻 精灵紫禁山庄 林婉儿正站在树岸前 端详着面前那幅已经完工的山水画 画中蜿蜒连绵的山群 灵循耸立 天池湖面水波荡漾 美轮美奂 林婉儿伸出纤细的手指 在画作墨迹最浓之处 如蜻蜓点水般点了点 感觉没有任何粘手之后 又看了看嫩白的纸度 见没有任何墨迹 才确定这画作已然前透 随后 她用准备好的卷轴 小心地将这幅画装表到金色的卷轴之中 全部装表完成 卷成画轴之后 林婉儿用丝绸制成的丝带 将画轴封好固定 这时 门外响起老张的声音 小姐 老奴求见林婉儿高声道 进来吧 身体已经有些勾搂的老张 盘扇着走了进来 见珠岸上的山水画 已然变成画卷 便连忙说道 恭喜小姐大作告成 林婉儿淡然道 谈不上什么大作说着 问她 对了 找我有什么事 老张恭敬地说道 小姐 金陵大学明日开始新生报道 报道持续明后两天 您看老奴什么时候陪您过去 林婉儿想了想 道 我什么时候去 取决于那的叫克劳迪亚的姑娘 什么时候去 而且还要取决于 叶成会不会陪克劳迪亚一起去 说着 她对老张说道 这样 你让老邱安排一下 明天我一早就坐车出发 先到金陵大学附近等着 一旦确定克劳迪亚开始入学报道之后 我再去学校 老张轻轻点了点头 恭敬道 好的小姐 我这就去跟老邱确认一下随机 她又问 对了小姐 明天如果真的见到那位叶成 老奴该注意些什么 才不会被她察觉到异常 林婉儿淡然道 你明天不能出现在她面前 当日在北欧 最后只有我们两个活着 从农场里走出来 她见到我们 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验证我们是否有问题 我能应对得了她的手段 你不行 若是被她见到你 我就隐藏不了了 所以这段时间 你就在紫禁山庄 哪里都不要去 老张不假思索地说道 好的小姐 老奴一定寸步不离紫禁山庄 林婉儿摁了一声 又道 对了 告诉老邱 她也不用陪我过去 让贤姐开车载我就行了 老奴遵命 林婉儿道 行了 这儿没你的事了 下去吧 好的小姐 老奴先告退了 老张躬身离开 林婉儿双手将那圈画轴捧起来 缓步来到长条暗戟之前 在那长条暗戟的上方 供奉着她一直随身带着的牌位 上面写着八个大字 先附灵珠鲁之灵位 林婉儿在灵位前缓缓跪下 将画轴小心放置一旁 双手合十 看着那牌位 恭敬道 父亲 若是幸运的话 女儿明日便能与恩公叶辰相见了 女儿此番贸然出现在她面前 并会引起她十二分的警觉 是否能得到她的信任还尚未可知 希望您在天之灵 保佑女儿能获取她的信任 说到这 林婉儿表情纠结片刻 伸手抚摸着地上那卷画轴 轻声道 若是 若是叶辰始终不信女儿 若是她将女儿视为敌人 女儿届时恐怕只能将一切缘由 合盘拖出了 话音至此 林婉儿稍稍停顿数秒 眼泪已是独眶而出 两行青泪划过她倾国倾城的脸颊 她顾不得擦 轻声哽咽道 女儿一直紧记 宁走之前的嘱咐 自己的身世 过往 不得告诉任何人 女儿也从未违背过您的遗愿 可若哪天女儿身不由己 而将这些告诉叶辰 还请您在天之灵 不要责怪女儿 说吧 林婉儿失去眼泪 向着父亲的灵味 磕了三个头 傍晚 一腾菜菜子在授课结束后 独自驱车返回汤城一品 到家时 父亲与姑姑已经按照她的吩咐 将她需要的食材准备妥到 知道叶辰要到家中吃饭 一腾雄艳自然是欣喜不已 她早将叶辰是位最佳的女婿人选 再加上叶辰对她也算是恩重如山 所以更是让她格外欣赏 蔡菜子回来之后 便赶紧进到厨房 开始亲自为叶辰下厨 她先是准备了一些高端的海鲜刺身 随后又下锅起油 炸了一份海鲜与蔬菜搭配的天赋落 姑姑一腾惠美在一旁帮忙 两人陆续做出几道菜式之后 她忍不住道 菜菜子 你是时候该学一些中华料理了 日本料理相对寡淡 华夏男人偶尔吃还没问题 吃多了一定会觉得 索然无味的菜菜子微微一愣 随即无奈地笑道 姑姑 我从小到大 吃中华料理都是在饭店里 哪有机会学习怎么去做 而且中华料理实在复杂 单是调味用的香料就数不胜数 而且烹饪手法也有颇多讲究 不像日本料理 选些好的海鲜食材切成片 再搭配酱油和鲜膜的山葵酱 一道大菜就算是搞定了 中华料理随便一道菜 工序和烹饪要点也是多不胜数 若是没人教 想学好怕是难如登天 说着 她又道 其实我之前也试过 看网上的教材做一些中餐的菜式 但烹饪过程中总是出岔子 伊藤惠美微微笑道 这个好解决 姑姑这两天有在精灵看过 有很好的烹饪学校专门培训新手 而且他们很擅长精灵本地菜系 想来应该会和叶先生的胃口 菜菜子无奈道 哪还有时间去学烹饪呢 伊藤惠美笑道 姑姑可以先报名去学 学会了抽空在家里教给你 你在精灵研习舞蹈的这段时间 是你和叶先生培养感情的最佳时机 要是能多学一些精灵菜系的烹饪技巧 一定会令她刮目相看的菜菜子 惊喜地问道 真的吗 姑姑 您真的愿意先帮我去学吗 当然 伊藤惠美不假思索地说道 如果姑姑不愿意的话 又怎么会跟你说这些 菜菜子正要鞠躬道谢 忽然听到门铃声响了起来 她连忙道 一定是叶陈军到楼下了 我去接她 伊藤惠美点头笑道 快去把汤城衣品的高层 清衣色电梯入户 没有实体卡是无法乘坐电梯的 叶陈前来拜访 也只能在车库的单元门路口处按门铃 待楼上解锁之后 才能够进入电梯 并且按下指定楼层的按钮 菜菜子原本只需要帮叶陈打开门镜即可 但她还是通过门镜系统对叶陈说道 叶陈军稍等 我这就下来接你在菜菜子的传统日式观念中 如果让心爱的男人自己上楼 就等于心爱的男人回家 在门口说出那句我回来了时 妻子没有到门口跪得迎接 而是在客厅沙发上坐着等候一样 是绝对的失礼 于是 她便连忙出门 乘坐电梯下到车库 亲自为叶陈打开车库电梯厅的大门 笑着说道 叶陈军 抱歉让你久等了 叶陈笑着问她 干嘛还亲自下来一趟 菜菜子休暖一笑 柔声道 这才是该有的礼节 叶陈军 欧多桑他们都在等你 我们上去吧 叶陈微微点头 与菜菜子一同乘坐电梯上楼 电梯门一打开 伊藤雄艳 伊藤惠美以及田中浩一 此时已经在电梯厅内列队等候 见到叶陈 三人同时鞠躬道 欢迎叶先生大驾光临 叶陈有些错愕 笑着问道 伊藤先生为什么搞得这么隆重 伊藤雄艳攻着身 朗声道 这是应该的 叶先生请进吧 叶陈无奈 跟在伊藤雄艳身后进了房门 伊藤雄艳一直将叶陈请到餐厅 主动为她拉开一把餐椅 恭敬地说道 叶先生请坐 叶陈有些不太适应 便认真道 伊藤先生 我们也算是老相识了 你今日忽然这么客气 搞得我还真有些不太适应 伊藤雄艳非常认真地说道 叶先生 所有习武之人都知道 外加功夫只是皮毛 真正的高手是内外兼修 而内外兼修的极大成者 便是华夏舞蹈 蔡蔡子从小就对舞蹈十分向往 只可惜 日本只有忍术 没有舞蹈 而且忍术练的是隐匿行踪 暗中刺杀 这种有些卑鄙下流的定位 始终难登大雅之堂 现在叶先生给了蔡蔡子 一个学习真正舞蹈的机会 他这些天不知道多开心 我这个做父亲的看在眼中 也是欣慰无比 所以自然要好好感谢 叶先生的传导之恩 叶辰还没说话 一旁的蔡蔡子便难眼激动地说道 欧多桑 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伊藤雄艳芒问 什么好消息 快说来听听 蔡蔡子道 我今天终于掌握了内窥的方式 真正实现真气的运转了 换句话说 我现在已经是一名真正的舞者了 真的 伊藤雄艳惊喜不已地问道 蔡蔡子 你真的成为一名舞者了 不是都说舞者入门最是困难吗 据说绝大多数人 究其一生也无法迈入舞蹈之门 而能入门的极少数人中 大都需要一年甚至几年时间 才能找到其中诀窍 可你才学了几天而已 怎么这么快就掌握了 第4280章托付 伊藤雄艳年轻时 其实是个十足的尚武青年 他正是七八十年代 深受李小龙影响的那批亚洲男青年 伊藤蔡蔡子便是在他的熏陶之下 才从小痴迷武术 而伊藤雄艳也一直很舍得 在女儿这个兴趣爱好上投入 从小便为他请来了 全日本最好的空手道高手 最好的散打与搏击高手 共同教授蔡蔡子 蔡蔡子也在学习这些外加功夫的过程中 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天赋 在蔡蔡子十五岁的时候 日本那些大名鼎鼎的高手 已经将毕生所学都对他倾囊相受 那时伊藤雄艳便希望能够找到机会 让蔡蔡子学习那家功法 在日本 维二与那家功法有关系的 便是忍术与剑术 忍术毕竟猥琐 不适合蔡蔡子这种大家闺秀 而剑术则讲究人间合一的超凡境界 一旦离开了剑 实战能力便会大打折扣 再加上蔡蔡子并不喜欢武枪弄剑 于是便陷入了武学停滞的状态 后来 伊藤雄艳亲自出山 将日本第一高手山本一木 请来做蔡蔡子的老师 这才让蔡蔡子的武学 有了更进一步的空间 可是 山本一木毕竟也是外加高手 于是伊藤雄艳便试图让伊藤蔡蔡子 学习华夏舞蹈 但当时 他所能接触到的华夏舞者 基本都是如和家一般的舞蹈家族 对这种舞蹈家族来说 残缺不全的舞蹈心法 便是他们家族百年兴旺的根基 所以无论如何 也没人愿将心法传给外人 所以几次碰壁之后 伊藤雄艳便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是 他哪能想到 女儿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成了真正的舞者 面对伊藤雄艳的惊诧万分 蔡蔡子如实说道 欧多桑 女儿能够这么快成为舞者 多亏了叶辰君当初给女儿服用的丹药 再加上女儿一点点小小的机缘巧合 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找到了突破之法 叶辰笑道 这个我可不敢抢功劳 能这么快掌握舞蹈根本 绝对是蔡蔡子天赋使然 伊藤雄艳好奇的问道 蔡蔡子 究竟是什么机缘巧合 能让你这么快就掌握舞蹈之法 蔡蔡子也不藏私 便将自己今日对秦奥雪说过的那番话 又详细地叙述了一遍 伊藤雄艳听得骇然无比 张大嘴愣了两久 才忍不住问 这 这似乎有些太过玄妙了吧 人 人真的能找到那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吗 蔡蔡子点点头 我以前也不敢相信 但亲自试过之后 便找到了那种人神分离的感觉 舞蹈的门槛便是内窥 而人的神识本身就在体内 两者属于半生状态 就好像一只放大镜 镜片与卧柄生来就是一体 镜片虽然能放大一切事物 却唯独无法放大自身 可如果将镜片从卧柄上硬拆下来 放大镜便也不再是那个放大镜了 人更是如此 若是没有方法 恐怕只有在冰死的时候 神识才会与身体分离 说着 蔡蔡子又到 所以 舞蹈难就难在 如何在不损伤自身的情况下 可控并且安全地将神识与身体分离开 只有做到这一步 才有可能实现内窥 所以我便想了那个办法 假想自己的神识从高处坠下 迅速找到那种安全的冰死感 本来只是好奇事实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叶辰一言不发 可心中却不禁感叹 能想到这种方法 蔡蔡子果然是武学器材 一腾雄艳听完 表情震惊又神往 不由南南道 做梦都没想过 舞蹈竟会如此玄妙 年轻真好啊 若我还是个年轻人 说什么都要尽全力去试一试 蔡蔡子微笑道 欧多桑 只要愿意付出行动 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布了布了 一腾雄艳微笑着摆了摆手 感叹道 舞蹈太苦了 路途又太过漫长 我不想五十岁的年纪 再重新开始悬梁刺骨的 学新的东西 毕竟人生匆匆几十年 网多了说 也只是三万个日夜说着 一腾雄艳摇头笑道 人啊就应该在特定的阶段 做特定的事情 在二十多岁追求自我 在三四十岁追求实业 在五六十岁追求快乐 自从叶先生帮我双腿重生之后 我的余生 只为快乐夜沉微笑道 一腾先生 一旦入了舞蹈之门 人生的长短 就不能用以前的眼光来看了说吧 他非常认真的说道 即便是普通舞者 活到百岁也问题不大 若是天资足够 能够进入暗境一百多岁 是轻轻松松 若是修位还能再高 两百年怕是也不在话下 而且 两百年也不是终点 真能登峰造极 寿命恐怕会拉得更长 一腾雄艳听到这里 整个人瞬间一正 表情也陷入呆滞 他抿了名嘴 看了看夜沉 又看了看蔡菜子 片刻后 忽然漠不作声地 真买一杯清酒 而后端着酒杯站起身来 表情感激 惆怅又郑重无比地说道 叶先生 看来 蔡菜子这次 真的走上了一条漫长 且看不到尽头的漫漫长路 她是我唯一的孩子 可我这把年纪 注定是不能陪她太远了 我今日将她托付给您 希望您能一直陪着她走下去 陪着她五十年 一百年 一百五十年 甚至更久 拜托了 说着 她双手将酒杯 拖到夜沉面前 整个人九十度鞠躬 一动不动 蔡菜子原本对找到突破之法 还非常开心 但没想到 父亲想到的 确实这一层面 与夜沉接触久了 她也知道 一旦一个人在五道之路上 走得足够远 那她的寿命 也一定足够长 到那时 身边的长辈 同龄人 甚至晚辈 都会一个个离她而去 剩下她一个人 在这条孤独的道路上 越走越遥远 也越走越冷情 几十上百年 甚至更久地慢慢长路 若是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相互陪伴 那种孤独感 自然也会减轻许多 她知道 正是因为父亲 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她才会 如此郑重地 拜托夜沉 想到这里 蔡菜子忽然眼眶一红 泪水便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 口中哽咽道 欧多桑 说着便已泪如雨下 第四千二百八十一章 小小的约定 这一刻 夜沉心中也不免唏嘘感慨 在她看来 伊藤雄艳确实处处为女儿着想 这个父亲的角色 已经做得相当出色 夜沉的心中 对蔡菜子 自然也有别样情愫 而且现在看来 以蔡菜子的天赋 她极有可能 在五道一途走得极远 她有一种直觉 好像暗境 画境 宗师境 似乎都不会成为蔡菜子的终点 若真是如此 那蔡菜子的余生 恐怕还有上百年 甚至超过两百年 一旦她从宗师境突破 那她说不定 就能像自己一样掌握灵气 而一旦掌握了灵气 便极有可能 像那位孟长生前辈一样 或五百年 甚至更久 若这条路真的如此漫长 自己又怎能让她一人独行 想到这 她也站起身来 双手从伊藤雄艳的手里 接过酒杯 坚定不移地说道 伊藤先生请放心 我答应你 无论这条路有多长 都会一直陪菜菜子走到最后 伊藤雄艳依旧谦卑地攻着身体 眼泪却已然控制不住地 滴落在地 也是在这一刻 她忽然明白 叶晨会不会成为自己的女婿 其实已经没必要纠结了 一旦女儿真的与她殊途同归 漫长的岁月里 是否结尾夫妻这种事情 又有什么重要呢 于是 她悄悄逝去泪水 站起身来 看着叶晨 感激不尽地说道 多谢 多谢叶先生成全 对伊藤雄艳来说 此时将菜菜子托付给叶晨 便像是新婚时 女方父亲将女儿托付给新郎一样 不管菜菜子未来的人生之路 会有多长 她都希望 叶晨能够一直陪着她 起码不要让她一个人孤独地走下去 只要叶晨能答应这一点 在有可能长达一两百年 甚至更久的人生路途里 其他的事情又算得了什么 莫说结婚与否 就算让自己将伊藤家族 所有财产全部拱手相送又如何 钱这东西 本就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一旁的菜菜子 早已泣不成生 她也是忽然才意识到 自己入了五道之门 就等于给人生换了一个新方向 一旦瞄准这个新方向 以前二十多年 对未来所规划的一切 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至此 换个新的活法 看着父亲眼眶通红的模样 她忽然有些不舍 自幼丧母的她 被父亲给予了加倍的父爱 一想到五道意图漫长久远 而且一旦投入进去 时间便飞快如白居过系 可能以后都很少有时间陪伴父亲 更何况 伊藤集团是父亲一辈子的心血 她将这些交给了自己 自己怎能 其他与伊藤集团迂不顾 一念至此 她连忙哽咽道 欧多桑 菜菜子不想将五道作为主业 我要多陪陪您 也要用心将伊藤集团经营好 伊藤雄艳反问她 菜菜子 你知道你母亲去世之后 我为什么要努力经营伊藤集团 即便早已经有了花不完的钱 可我却还一直拼尽全力嘛 菜菜子轻轻摇了摇头 伊藤雄艳认真道 你十岁之前 我努力工作 就是想用我的所能 让你的余生过得更好 而你十岁之后 我还努力工作 是想让你的后代 也能过得更好 说到这里 伊藤雄艳又道 可是 作为一个父亲 有什么比自己女儿长命百岁 甚至长命两百岁 更开心的是吗 若是你真能活到两百岁 哪怕让欧多桑现在 立刻死掉 欧多桑也绝不犹豫 蔡蔡子连忙说道 欧多桑 您千万别这么说 伊藤雄艳看着蔡蔡子 哽咽说道 蔡蔡子 为人父母的情感 你是很难明白的 若是自己和孩子 只能活下来一个 绝大多数父母 都会选择牺牲自己 若你有天成了母亲 你就能理解我的心情了 叶辰见气氛如此悲气 便开口说道 伊藤先生 不用把话题聊得 如此沉重 蔡蔡子的未来很长 你的未来 也不会很短说吧 他端起酒杯 朗声道 不如你我之间 做个小小的约定 你意下如何 伊藤雄艳好奇地问 叶先生 您要与我做什么约定 叶辰没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笑着问道 我喜欢你在京都的那套宅子 看起来应该有挺久历史了吧 伊藤雄艳点点头 确切地说 应该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了 叶辰微微一笑 笑着说道 你的一百岁生日 到时候就在那里办吧 那天我一定会过去给你捧场 你准备好那套宅子的契约 届时将那套宅子送给我 伊藤雄艳下意识地说道 叶先生 那套宅子您想要 我现在就能送给您 何须等到我一百岁生日 更何况 我可不敢想象自己真能活到一百岁 说着 他忽然如遭雷击一般愣在当场 他双目一眨不眨地看着叶辰 见叶辰笑而不语 忽然回过神来 猛然跪在地上 哽咽道 谢谢叶先生成全 伊藤蔡菜菜子也听出了叶辰话中的意思 连忙跟着父亲跪了下来 感激无比地说道 谢谢叶辰君成全 叶辰没有去搀扶两人 而是看着伊藤蔡菜子 郑重地说道 蔡菜子 从今日起 心无旁骛地言习武道吧 我可以跟你保证 五十年后的伊藤先生 除了年龄已经一百岁了之外 与现在不会有什么区别 回春丹虽然很难能保人活到两百岁 但一百五十岁还是没问题的 他觉得 为了蔡菜子 也为了表达自己 对伊藤雄艳这个父亲的赞赏 他也要让伊藤雄艳尽可能活得久一些 不就是回春丹吗 一颗不够就两颗 两颗不够就三颗 更何况 现在自己已经有了太真道的药底 若是炼制出增强版的回春丹 让伊藤雄艳活到一百五十岁 可能也就需要两颗而已 伊藤雄艳原本以为 叶辰能保自己活到一百岁 已经是莫大的恩赐 可现在听完叶辰的话 他才意识到 叶辰不只是要让自己活到一百岁 而是要让自己现在的状态保持到一百岁 自己现在也就五十而已 而且身体经过叶辰之前的帮助 以及重塑单的重塑 依旧健康硬朗 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再活三十年 应该不在话下 若是自己一百岁时 还是这个状态 那岂不就意味着 自己能够活到一百三十岁 甚至更久 想到这里 伊藤雄艳已经激动到浑身战力颤抖 他双臂撑在地上 像触电般剧烈地抖动 根本使不出半点力气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强撑着 谦卑地向着叶辰三叩手 他知道 叶辰的这份恩情 已然无法用物质和金钱来衡量 蔡蔡子也感激涕零 跟着父亲同样向叶辰三叩手 叶辰没有阻拦 他知道 若不让这妇女二人行此大礼 二人怕是连觉都睡不着 伊藤惠美与田中浩一 虽然听得目瞪口呆 但也还是第一时间 默默地跪在妇女二人身后 无声叩手 待四人三叩手之后 叶辰将妇女二人搀扶起来 淡然笑道 行了 我是来吃饭的 折腾半天一口没吃上 不合适吧 伊藤雄艳连忙擦去眼泪 慌忙说道 吃饭吃饭 叶先生 您请 第4282章见面的契机 伊藤家这顿简单的家宴 彻底改变了为伊藤家族 未来发展的方向 伊藤蔡蔡子决定 从这一刻起 全力攀登舞蹈的高峰 而伊藤雄艳则决定 立刻开始寻找 合适的职业经理人 将伊藤家族 交给职业经理人团队 来负责运营 至于他自己 则在幕后 把控伊藤家族的发展方向 确保职业经理人 不会将伊藤家族 带上下坡路 如此一来 伊藤蔡蔡子 也就不用再为 伊藤家族的事业分心 这对妇女 对未来充满憧憬 而伊藤蔡蔡子 也因此明白了一个道理 将来 自己能不能与叶晨 修成正果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只要自己苦修舞蹈 未来很长很长的时间里 自己都能一直在 叶晨身边陪着他 一日 万柳山庄里的安启山 一觉睡到八点多 才醒了过来 昨天和今天 他都睡得非常踏实 几乎是最近这二十年 从来没有过的 而一旁的老伴 因为昨天拜访了 杜海清之后 又去了精灵不少地方 寻找线索 身体稍有些疲累 所以此事还在熟睡 而他却一个人 坐在窗前的书桌上 开始用纸笔书写着什么 一个小时后 老太太才醒了过来 这一晚过后 他的身体 与昨天起床是一样 感觉十分轻松舒适 就连呼吸 都变得比之前 顺畅了许多 当他看到老爷子 正在书桌前写着什么 他便走上前去 问他 启山 你写什么呢 安启山转过身 对老太太说道 写我能记得的 昨天的事情 老太太一听这话 便立刻紧张地问 怎么样 你都记得些什么 安启山认真道 好像都记得 都记得 老太太惊讶地问 一整天的事情 你还都记得吗 你还记得早上的事情吗 安启山点点头 道 我昨天起床时 你问我休息得怎么样 我说我很多年 没睡得这么踏实了 然后又说 可能是前一天坐飞机 有些疲累 你当时就很惊讶 问我都还记得些什么 老太太激动无比地问道 接着呢 接着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记得 安启山又道 然后你就带我去见 重秋和亚林 还出主意 要让我尽量记住 所有事情 今天复排一下 看看我还记得多少 说着 安启山又道 然后我记得 大家就在讨论 究竟是万柳山庄的环境 让我得到了改善 还是这栋别墅的玄学 起了作用 我的天 老太太目瞪口呆地说道 这么听起来 你好像什么都记得 安启山点了点头 认真道 我自己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断层 只是 再往前一段时间的事情 我就没什么印象了 老太太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一直难难道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你的病情不但没有继续恶化 反而有了极大的提升 你对昨天的记忆 比我还要清楚不少 至于你以前的记忆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来 就算找不回来也不要紧 我们能帮你慢慢复盘 你现在的记忆力 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只要我们帮你复盘 你也肯定能记得住 说着 他连忙说道 走 咱们赶紧下楼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崇秋他们 此时的一楼餐厅里 安崇秋一边吃饭 一边对李亚玲说道 亚玲 昨天的视频已经按照正常时间 剪辑合成好了 你觉得老爷子今天 还能记住多少昨天的事情 李亚玲笑着说道 我觉得至少是稍微具象一点的事情 老爷子应该都能记得 李亚玲对叶晨无比信任 想来 叶晨一定是在这套房子里 动了什么手脚 与此同时 叶晨也如约驱车来到了李阿姨家中 准备陪克劳迪亚去金陵大学报到 克劳迪亚此时已经准备好了 自己的证件与录取通知书 准备前往金陵大学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克劳迪亚虽然表面淡定 心里却难免有些期待 毕竟 大学生活是绝大多数青年 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期待多年的梦想 而与此同时 紫荆山庄的林婉儿也同样充满期待 只不过 他期待的 完全不是大学生活 他期待的 是自己与叶晨见面的那一刻 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林婉儿已经准备了许久 也在心里演练了许久 他同样准备好了自己的证件 与录取通知书 早早地让贤姐驱车 将她载到了金陵大学附近的 商场停车场内等候 这里距离金陵大学 差不多有十几分钟的车程 林婉儿的打算是 只要克劳迪亚到校完成报道注册 那自己便让贤姐开车过去 他已经提前了解过报道入学的流程 无论任何专业的大一新生 都要先统一完成报道注册 校方在核对信息之后 会为学生办理入学登记注册 办理学生证及校园一卡通 同时将新生的班级信息告知新生 包括班级序号 班级教室地址以及导员姓名 除此之外 校方还会告知新生宿舍楼牌号 给新生宿舍钥匙 随后新生就可以前往自己的寝室 收拾自己的床铺 考虑到叶晨见到自己时 一定会非常非常震惊 甚至很有可能现场就要想办法 来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还记得他 所以 为了不节外生枝 并且尽量可控 林婉儿决定 等克劳迪亚走完报道流程 前往寝室的时候 自己再去报道注册 这样 就能避免在公共场合与叶晨碰面 将自己与叶晨再次见面的地点 定在寝室这个相对私密的环境内 不过 林婉儿也不确定今天叶晨会不会出现 但按照林婉儿的推测 如果叶晨陪着克劳迪亚去报道 那他大概率也会陪克劳迪亚去寝室 而且新生入学 女生寝室还没开始入住 所以肯定不会拒绝男性家长和陪同人员 那等自己晚克劳迪亚移不到寝室的时候 叶晨应该也在 如果叶晨今天不陪克劳迪亚去学校报道 林婉儿也不担心 毕竟 他已经提前跟校方打过招呼 将自己与林婉儿安排在了同一个寝室 就算今天见不到叶晨 自己也可以通过与克劳迪亚打好关系 寻找与叶晨见面的契机 第4283章再见林婉儿 虽说今日前来报道的学生非常多 但克劳迪亚的出现 还是引发了不小的骚乱与轰动 克劳迪亚不仅人漂亮 身材好 更有着一副带着抑郁风情的混血面孔 所到之处 许多人都在向他行注目里 这种级别的美女一出现 对这些前来报道的心声 以及负责迎新的老生来说 几乎都是王诈级别的存在 不少男生甚至觉得 这个同位大一新生的女孩子 说不定会成为精灵大学新的校花候选人 克劳迪亚也没想到 自己刚到精灵大学 竟然会引发这么多的关注 不过 对身边那些痴痴偷看他的男孩子 克劳迪亚一方面不感兴趣 另一方面也不会感觉到 有什么特殊的压力 他的经历相比同龄人来说 要丰富太多也悲惨太多 亲人离世的痛苦 以及自己为了复仇忍辱负重的过往 甚至最后守人仇人的经历 注定他与这些18 9岁的年轻人 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之上 在他看来 这些还会因为女生的长相 而控制不住眼神 管理不好表情的年轻男生 几乎都是不成熟的孩子 由于克劳迪亚是留学生 注册的流程 都是在留学生专用的窗口完成 所以仅用了十几分钟 便完成了所有的注册工作 随后 负责登记注册的教职工 将一套门禁卡和钥匙 递给了克劳迪亚 同时对他说道 同学 你的寝室在留学生楼的 女生楼301的一床 房间是双人间 所有的床品已经提前放在寝室了 你可以先过去收拾一下 今天就可以直接在宿馆那里 登记入住克劳迪亚 接过钥匙 点头到了生谢 随后便与夜晨他们一起 前往留学生宿舍楼 而此时的林婉儿 刚好卡着时间 在贤姐的陪同下 乘车来到精灵大学 今日的她 一改往日传统国风的装扮 穿了一件oversize的美式运动T恤 搭配一条瘦身竖腿的运动裤 和一双最新款的耐克乔丹板鞋 而那一头瀑布般的披肩长发 也被她扎成马尾 整个人看起来格外青春靓丽 精灵大学的男生们 正在为克劳迪亚的到来 而兴奋不已 没想到 那股兴奋的劲头还没过去 便又迎来了一个 更加出类拔萃的女孩子 林婉儿的脸 无疑不代表着东方男性 对东方女性审美的最高标准 对绝大多数男生来说 绝对是女神级的存在 所以 当她出现在精灵大学 瞬间便引发了更大的轰动 一下子出现两位绝色美女 精灵大学的男生们 几乎谈官相庆 拥抱庆祝 林婉儿也注意到了 这些男生对自己的关注 与克劳迪亚一样 她也根本没将这些男生的 惊叹与注释放在眼里 她现在满脑子想的 都是自己此番来 精灵大学的决定 到底是对是错 以前的她 为了不让破清会找到自己 一直东躲西藏 即便出门 也都会将自己伪装得非常到位 可是现在 她却在数千人面前招摇过世 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对她的心理 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而林婉儿来之前 也慎重考虑过这个问题 来精灵大学 势必会增加自己的曝光 曝光越多 理论上暴露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但是 古人常说 大以于事 有些时候 反其道而行之 才能收获奇效 若是没有叶晨的帮助 自己根本就没有 向破清会寻仇的能力 所以眼下为了接近叶晨 只能冒险事上一事 由于林婉儿 现如今的身份也是留学生 所以手续办理 也只用了十几分钟 当她拿到30112号床的 门禁卡和钥匙之后 便与贤姐一同 前往留学生宿舍楼 前往宿舍楼的路上 林婉儿还在想 不知道自己今天 到底有没有机会见到叶晨 而叶晨 此时已经与李阿姨他们一起 陪着克劳迪亚 来到了她的宿舍 由于是新生入学第一天 宿舍宿管 对男性进入女生宿舍 没有什么阻拦 四人一路来到 三楼的301宿舍 一打开门 李小芬便忍不住惊叹道 妈呀 这宿舍的环境 也太好了吧 这间宿舍 实际面积超过50平 但仅有两张双层的书桌床 上面一层是床 下面一层则是书桌 除此之外 宿舍里还有两组 带密码所的组合衣柜 以及一个可以冲早的 独立卫生间 这环境确实比 金陵大学 其他普通的学生宿舍 要强出不少 面对李小芬的惊呼 克劳迪亚反而有些诧异 她私下打量了一下房间 好奇地问道 小芬姐 学校宿舍 不应该都是这个样子吗 这种环境 也就是重规重矩 谈不上很好吧 连个客厅都没有在克劳迪亚的认知里 加拿大和美国的大学宿舍 起步最低也得是双人间 有些学校的宿舍 甚至像是合租的套房一样 四个人每人一个独立房间 同时还拥有一个公用的客厅和厨房 所以 眼前这种普普通通的双人间 在克劳迪亚看来确实平平无奇 李小芬不知道加拿大读大学 是什么生活标准 听克劳迪亚说寝室没有客厅 瞠目结舌地问道 寝室要客厅做什么 叶晨笑着提醒道 小芬 克劳迪亚从小在加拿大长大 两个国家的学校 肯定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 更何况加拿大地广人稀 人均资源自然也多出许多 学校宿舍自然没必要做成四人间 六人间甚至八人间李小芬笑着说道 我是想起咱们在福利院的时候 十几个小朋友还有阿姨 都住在一个房间里 房间也全是大通铺 每个人只有一套自己的小被子和小枕头 那时候就在想 要是将来能考上大学就好了 就可以八个人住一个寝室 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 哪怕只是上下铺其中一半也很幸福了 所以看到这种两人间的宿舍 就觉得环境非常棒 一旁的李阿姨开口道 咱们别闲聊了 赶紧帮克劳迪亚把床铺好 另外看看还缺什么东西 待会儿直接去超市置办一些克劳迪亚连忙道 李阿姨 我自己来就好了 李阿姨笑道 这种事情 当然都是家长代劳了说着 便上前一步 帮克劳迪亚将整包的新床品拆开 与李小芬一起娴熟地铺在克劳迪亚的床铺上 床铺收拾妥当之后 李阿姨便问三人 咱们是先找个地方吃饭 还是先买东西 夜晨想了想到 咱们中午步入到学校的食堂尝尝 看看这里的饭菜 克劳迪亚能不能吃得惯 吃过饭 再去超市买些日用品说着 夜晨忽然感觉 自己的裤子口袋里 猛地跳了一下 他意识到是那枚戒指又在跳动 而且这已经是戒指第三次跳动了 他心中正诧异 便感觉那戒指 忽然跳得更加剧烈起来 以往 这戒指跳动也只是抽风式的一两下 很快便恢复平静 从来没像这次一样 庞扶炸开的跳跳堂 越来越疯狂地跳个不停 夜晨伸手隔着裤兜去舞 都能感觉他在手心里不断冲击 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忽然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传来 你好 请问这里是301寝室吗 夜晨觉得这声音有几分熟悉 下意识地回头去看 当他看清来人样貌时 整个人瞬间瞪大眼睛 灯使呆立当场 第4284章演技绝佳 只一眼 夜晨就认出了林婉儿 即便夜晨只见过他一次 即便林婉儿已经换了装扮 换了风格 夜晨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是因为 这么长时间来 林婉儿的影子 一直在他脑海之中不断萦绕 夜晨从未对哪个只见过一面的女人 有如此强烈的记忆 林婉儿是第一个 虽说林婉儿的容貌 惊艳到令人怀疑起真实性 但夜晨能记住他 还真不是这个原因 夜晨之所以能记住他 是因为夜晨一度非常后悔 后悔自己当初在北欧 没有好好向林婉儿问清楚 关于他和破清晦的一切渊源 以及他所知道的 关于破清晦的一切信息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让夜晨一直对林婉儿念念不忘 那便是他口袋里 正在狂跳的那枚戒指 每当自己被那枚戒指套路 走大量灵气 夜晨的心里 就会不受控制地想到林婉儿 而每当那枚坑爹戒指 在口袋里乱跳的时候 他也会下意识地想起林婉儿 但是 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竟然还能再见林婉儿 而且 他更是做梦都想不到 那个本该逃命去的林婉儿 竟然会来到精灵 竟然会忽然出现在 克劳迪亚的寝室门口 也是在这一瞬间 夜晨心中除了骇然与茫然之外 也忽然警惕起来 他不禁怀疑 林婉儿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会不会 就是奔着自己来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意味着 自己当日用灵气 对他做心理暗示的时候 并没有起到效果 否则的话 一个女孩子与自己在北欧分别前 被自己抹去记忆 却能够在完全不记得自己的情况下 忽然出现在万里之外的精灵 同时出现在自己面前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情 林婉儿此时虽然表面上 看不出任何波澜 但心中也紧张至极 他知道 只要自己出现在夜晨面前 夜晨一定会怀疑自己 为了不露出任何破绽 他用演练过无数次的演技 再次微笑问道 请问这里是301寝室吧 夜晨还没说话 一旁的李小芬 已经非常热情地说道 没错啊 这就是301寝室 门口有血 你难道也住这间寝室 林婉儿没在看夜晨 而是看向李小芬 腼腆地笑道 我是有看到寝室的门牌号 只是见里面人比较多 所以就想再确认一下 李小芬连忙问他 那你应该就是02床的同学了吧 林婉儿点点头 问他 那你是林一床的室友吗 我不是李小芬白白手 指着正在与李阿姨一起的克劳迪亚 说道 这位是林一床的同学 说吧 他看向克劳迪亚 笑着说道 克劳迪亚 你的新室友来了 林婉儿看到克劳迪亚 从他友好的点了点头 微笑说道 你好 我叫林小婉 考古系的新生 以后咱们就是室友了 夜晨听到这话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他知道林婉儿此事正在撒谎 所以目光如炬地打量着林婉儿 想从他的表情上 看出他的某些细微变化 林婉儿早就料到 无论是自己直接在今天遇到夜晨 还是今天先认识克劳迪亚 将来再通过克劳迪亚 见到夜晨 只要自己当着夜晨的面 介绍自己 就一定会有这一遭 所以 从他决定来精灵大学 读书的那一刻起 他就一直在对着镜子练习 练习自己撒谎时 表情毫无破绽的定力 所以 即便被夜晨这么盯着 他依旧泰然自若 脸上也始终挂着礼貌 而又矜持地微笑 克劳迪亚此时惊讶不已地问道 你也是考古系 对 林婉儿点点头 好奇地问道 你也是 克劳迪亚点头说道 我是 林婉儿微笑道 那真是好巧啊 咱们两个都是国际生 都说中文 而且还都是考古系的 克劳迪亚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认真道 他们说考古系都没什么人报名 尤其是没什么女生报名 我都做好今年新生礼 只有我一个女生的准备了 没想到 竟然还能遇到同专业的女同学 一旁的李小芬笑着说道 更关键的是 你们俩还分到了同一个寝室 这真是太有缘了 是啊 李阿姨也笑着说道 这么说来 你们俩可真是有缘分 克劳迪亚这时才想起 向林婉儿介绍自己道 你好 我叫克劳迪亚 克劳迪亚迪诺西奥 华夏和意大利混血的加拿大人 林婉儿点点头 伸出手与他握了握手 笑道 我是马来西亚华人 以后大家都是同寝室的同学 你叫我小婉就好 一向热情的李小芬 见林婉儿一个人过来 忍不住问 小婉 你一个人从马来西亚来精灵报名了 林婉儿摇头道 我爷爷也陪我来了精灵 不过毕竟年纪大了 就没让他陪我过来 李小芬道 刚好我们中午打算去食堂吃午饭 顺便尝尝食堂做饭的口味 你要不要一起 林婉儿晚言谢绝道 谢谢 不过我中午还要回家 爷爷奶奶都在精灵的家里等我 以后有机会再一起吃吧 毕竟还要在精灵大学待四年 李小芬点点头 笑道 行 以后有机会也可以跟克劳迪亚一起 到家里来吃饭 好 林婉儿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以后有机会一定登门拜访 叶尘站在一旁 从头到尾都没说话 眼睛一直在打亮着林婉儿 但奇怪的是 他看不出林婉儿有任何不自然的地方 而且也一直没往自己这里看 看起来好像真的不认识自己 兜里的戒指还在跳动 他似乎对林婉儿的出现非常兴奋 这让叶尘心中忽然暗存 戒指应该是感应到了林婉儿 所以才会有这种跳动的表现 之前在精灵大学 还有在汤城一品 戒指也分别跳动过两次 难道那两次都是因为林婉儿就在附近 莫非他一直在监视我 想到这里 叶尘心中更是无比警惕 他觉得自己一定要找个机会 弄清楚这个林婉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时 克劳迪亚 林小芬以及李阿姨 都在跟林婉儿道别 准备离开寝室前往食堂 叶尘将心中的疑惑暂时压下 与三人一同离开了寝室 行至楼下 叶尘口袋里的戒指 也逐渐恢复了平静 而林小芬这时候忍不住感叹道 那的林小婉长得也太漂亮了吧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亚洲女性 是啊 克劳迪亚也非常赞同地说道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确实非常罕见 林小芬问叶尘 叶尘哥哥 你觉得呢 叶尘心里一直在想着 应该如何求证一下 林婉儿到底是不是故意接近自己 于是 她装作忽然想到什么 脱口道 坏了 我好像把车钥匙落在克劳迪亚的寝室了 你们先去食堂吧 我回去找找 第四千二百八十五章疯狂试探 从叶尘出门离开的那一刻 林婉儿就料到 叶尘一定会折返回来 所以 她一刻都没有松懈 正在故作淡定地收拾着自己的个人物品 叶尘回到寝室门口时 房门还依旧敞开着 她直接推门进去 冷声说道 林婉儿 你到精灵来究竟有什么目的 忽然的一句质问 将正在收拾东西的林婉儿吓了一跳 只是这吓了一跳的动作 也是她早已演练过无数回的 此时的她 非常事实际的她惊呼一声 回身看向叶尘 紧张不已 而且又警惕无比地质问道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叶尘冷笑一声 问她 追到这里来了 还问我是什么人 未免有些太假了吧 林婉儿表现得更是惶恐 她不禁后退一步 紧张地说道 你 你究竟是谁 怎么会知道林婉儿这三个字 叶尘哼笑道 怎么 还在装啊 来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说着 她从口袋里 将那没有重新开始跳跃的戒指 取了出来 而林婉儿也非常配合地 做出更加惊讶的表情 脱口问道 你怎么会有这枚戒指 快把它还给我 随后 她便猛地冲上来 想从叶尘手里将戒指夺走 叶尘皱了皱眉 根据林婉儿的表现来看 这女孩似乎真的不记得自己了 也不记得自己与她见过面 不记得自己救过她 不记得是她主动将这枚戒指 给了自己 但是 叶尘不敢妄下定论 于是 她将戒指高高举起 冷声道 这枚戒指是你亲手送给我的 你是不想承认 还是真记不得了 不可能 林婉儿与其非常愤怒地脱口道 这枚戒指 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物 我一直是若珍宝 绝对不可能将它送给你 一定是你从我身边偷走了它 你说 你到底是不是破清晦的人 叶尘听到她开口 便直接提到了破清晦这三个字 心中更加疑惑 她也有些搞不明白 这个女孩的一系列表现 到底是装的 还是真的 于是 她再次将一缕灵气 打入了林婉儿脑中 而且这一次 她使用的灵气 远比平时要多得多 林婉儿感觉到一阵灵气 进入灵海 但思维完全没有受到 这灵气的影响 不过她却依旧非常配合地安静了下来 两眼空洞地看着叶尘 叶尘觉得 自己这次使用了更多的灵气 想来应该万无一失 于是便开口问道 你到底还记不记得我是谁 林婉儿摇了摇头 叶尘又问 你没有见过我吗 林婉儿难难道 没见过叶尘再问 你在北欧险些被杀的事情还记得吗 林婉儿点点头 记得一部分叶尘道 说来听一听 林婉儿非常配合地说道 在北欧的事情我只记得 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但紧接着记忆就发生了缺失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昏迷了 在醒过来的时候 身边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被杀 我父亲送给我的那枚戒指 也没了踪影 叶尘又问 你明知道破清会在追杀你 为什么还要堂而皇之地来精灵读大学 林婉儿表情木然地说道 总是东躲西藏不是办法 他们以为我会再次躲起来 而且越躲越偏僻 我就偏要去人最多的地方 换个身份生活 我觉得这不仅是大义于事 更是出其不意 所以我才选择来华夏 叶尘眉头紧簇 又问 为什么选择来精灵 为什么是精灵大学 林婉儿处遍不惊 一一回答道 来精灵的原因 是因为我爷爷 在精灵有些关系 能帮我安排进精灵大学 你爷爷 叶尘又问 你爷爷是什么人 林婉儿道 我爷爷是马来西亚首富 秋英山秋英山 叶尘当初在精灵大学 插班跟读的时候 就不止一次听说过这个名字 由于当年 秋英山给精灵大学 捐了许多教育款项 帮助精灵大学快速发展 所以在精灵大学 她的故事是被写入校时的 她没想到 林婉儿竟然还与秋英山有关系 便更加诧异地追问道 你的真名到底是什么 林婉儿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的真名叫林婉儿 叶尘又问 秋英山行秋 你姓林 他怎么会是你的爷爷 林婉儿道 是远房的爷爷 我爷爷的一个远房表哥 我从北欧逃走之后 辗转投奔于他 为了不被查出来 所以才求他帮忙 伪造了一个林小婉的身份 是他安排我来精灵读书的 叶尘又问 那你为什么选择考古系 林婉儿道 我来上学 本身就不是为了学东西 而是为了隐藏身份 保证自己的安全 所以就从精灵大学的一些学科中 选了考古专业 我本身就很喜欢刺激 古董和字画 精灵大学那么多专业里 也就这个能让我有点儿兴趣 叶尘将信将疑 又晃了晃手里的戒指 问他 这枚戒指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林婉儿摇了摇头 有什么特殊之处 我也不知道 这枚戒指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物 他走之前让我好好保管 还交代我千万不要让他落入别人手里 叶尘故意问他 那你为什么要将这枚戒指送给我 林婉儿反应速度非常快 一脸茫然地说道 你一定是弄错了 我不可能将我父亲的遗物送给任何人 他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叶尘之后没问到 你父亲是什么人 做什么的 姓谁名谁 生在何地 死在何处 林婉儿道 我父亲名叫林竹鲁 生于燕京 死于滇南 至于他是做什么的 我不知道 只知道他是一名舞者 一直与破青会为敌 叶尘问 为什么与破青会为敌 林婉儿茫然地说道 我也不清楚 叶尘盯着林婉儿 继续问道 你来精灵之后 见过我吗 林婉儿摇了摇头 没见过叶尘冷声道 那你知道你这枚戒指 靠近你的时候就会跳动吗 林婉儿一脸茫然 我 我不知道 这枚戒指自从父亲给我之后 我就没让他离过身 从不知道他离开我在靠近时 竟会跳动 叶尘冷哼道 借着第一次跳动时 我正开车离开精灵大学 那时候你应该就在附近 你当时来精灵大学做什么 林婉儿道 在今天之前 我只来过精灵大学一次 是跟着爷爷一起来解决入学的问题 找的是精灵大学的校长 以及负责招生的刘主任 想到借着第二次跳动 是在汤尘一品的地下车库 叶尘便又追问 你去没去过汤尘一品 林婉儿如是说道 去过一次 叶尘质问 去做什么 林婉儿道 爷爷老友的孙女 就住在汤尘一品 我那次去 是因为爷爷的司机 要顺便去汤尘一品 接他老友的孙女 到家里吃饭 所以我就跟着去了一趟 叶尘又问 你爷爷老友的孙女 是什么人 林婉儿道 她是精灵大学的讲师 刚刚与精灵大学 完成签约 叶尘想要回头 一点点去求证 林婉儿所说的 到底是不是实话 于是便问她 你那个老友的孙女 叫什么 林婉儿不假思索地说道 她叫刘曼琼 第4286章 毫无破绽 刘曼琼 叶尘听得一愣 心说 怎么这么巧 还有个叫刘曼琼的女老师 下一秒 她又暗想 应该只是跟我认识的 刘曼琼重名吧 不过 一想到自己 竟然能在这里 再次见到林婉儿 如果自己认识的刘曼琼 也到了精灵大学 好像也没什么不可能的 于是 她便又多问了一句 你说的这个刘曼琼 是哪里人 林婉儿如实回答道 是港岛人 她的父亲 是港岛有名的富商 刘家辉 思 叶尘道出了一口气 她心中暗存 刘曼琼怎么会来 精灵大学当讲师 她一个港岛顶级富二代 为什么要跑来 精灵大学当讲师 而且她来精灵 怎么没跟我打个招呼 想到林婉儿 竟然还认识了刘曼琼 而且还为了接她去过 汤晨一品 便又开口问道 你刚才说 去汤晨一品 接刘曼琼 刘曼琼住在汤晨一品 是的 林婉儿一五一时地说道 她在汤晨一品 买了一套房子 叶尘下意识地揉了揉太阳穴 自己跟刘曼琼 好歹也算朋友 这女人一声不吭地跑来精灵大学教书 不知道在盘算什么 关键是 她怎么又能与林婉儿扯上关系 不过 叶晨眼下并没有在刘曼琼的问题上过多纠结 此时的她 心中对林婉儿的回答 已经信了大半 这也不能怪叶晨拖大 主要是林婉儿的回答 听不出有什么破绽 按林婉儿所说 她来精灵是因为她与秋莹山有亲戚关系 而秋莹山确实很多年前 就是精灵大学的最大捐助人 这在很多年前就是既定事实 林婉儿肯定无法更改 更何况 叶晨觉得 自己在北欧也没给林婉儿留下什么信息 唯一留下的信息就是自己的名字 仅此而已 就算林婉儿当天在北欧确实没被自己抹去记忆 她仅凭自己名字作为线索 也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 毕竟自己的身份本来就是被加密的 除此之外 两次借着跳动 林婉儿的回答也非常合理 借着第一次跳动 叶晨刚好带着克劳迪亚离开精灵大学 当时借着在路上发生跳动 叶晨虽然看到了对象的来车 但并没有注意车里坐的是什么人 所以现在看来 当时林婉儿就在车里 而且林婉儿当时肯定和克劳迪亚一样 也是过来办理入学 而且 当日自己来学校的时候 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 进门时 保安刚好在门口悬挂横幅 那横幅上写的内容 就是热烈欢迎邱英山老先生 吉夫人力领我校 当时叶晨只觉得邱英山名字熟悉 但一时间没对上号 但后来到了学校之后 便想到了邱英山的身份 既然精灵大学早就打出横幅 那就证明 林婉儿在自己来精灵大学 给克劳迪亚办理入学手续之前 确实就已经让邱英山出面 给他解决入学的事情了 除此之外 自己当时给克劳迪亚办入学 并非自己本人出面联系精灵大学的招生办 而是让陈泽凯代位出面 所以自己没到精灵大学之前 谁都不知道自己要来 由此也能推断得出 林婉儿来精灵大学 绝不是因为自己来了 他才出现 所以 由此能判断出 林婉儿肯定是早就做好了 要来精灵大学读书的打算 与自己遇上也只是巧合 至于戒指的第二次跳动 也确实就是在 汤晨一品的地下车库 如果真像林婉儿说的 他是去借刘曼琼 到邱英山家里吃饭 那这也是完全说得通的 有没有撒谎 只要确认刘曼琼 到底是不是住在汤晨一品 就知道了 所以 他仔细复盘了一下 林婉儿刚才的回答 找不出什么破绽 想到这 他心里又想 看来要让人查一下 林婉儿的入境记录 看看他什么时候来的精灵 到底有没有说谎 如果他真的没说谎 那这一切应该只是一个巧合 就在这时 他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传来 紧接着 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身后问道 小婉 请示感觉还习惯吗 叶晨一下就听出来 这是刘曼琼的声音 为了不让刘曼琼 发现林婉儿的状态异常 叶晨立刻抹去了 他刚才的记忆 随后趁着林婉儿 还有些恍惚 转过身看着刘曼琼 一脸惊讶地问道 曼琼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 刘曼琼刚开完教学动员会 听到有人议论 考古系来了两个超级美女 便猜到 林婉儿肯定是 今天来学校报到了 他觉得 林婉儿毕竟是 秋莺山的远房孙女 而自己又恰好 在金陵大学工作 林婉儿来学校报到 自己肯定要过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 需要帮助的地方 所以便查了一下 林婉儿的寝室房间号 直接找了过来 刚到门口的时候 他见林婉儿 好像在跟一个男人说话 倒是也没多想 便直接跟林婉儿 打了招呼 可他做梦也没想到 那男人忽然回过头 竟然是自己 日思夜想的心上人叶晨 他原本并没想过 这么快就跟叶晨见面 还想着 等大一新生开始军训 自己工作没那么忙啊 再找机会 给叶晨一个惊喜 可是做梦也没想到 这惊喜 竟然在这一刻 变成了惊吓 更没想到 自己的心上人 竟然会出现在 林婉儿的寝室 惊骇不已的刘曼琼 看了看叶晨 又看了看林婉儿 支支吾吾地问道 叶 叶先生 你 你跟小婉认识 叶晨摆摆手 哦不不认识 我刚才送我一个妹妹 过来报道 她刚好和这位同学 分在了一个寝室 结果我不小心 把车钥匙忘在这儿 过来找一下说着 她看了一眼 依旧恍惚的林婉儿 心中暗存 看来这次动用的真气 多了一些 林婉儿到现在 还没回过神来 正想着 林婉儿用力揉了揉太阳穴 然后装作忽然看到刘曼琼 惊喜地说道 曼琼姐姐 你怎么来了 刘曼琼下意识地说 哦 我 我过来看看你 林婉儿随后又看向叶晨 有些疑惑地开口问道 你是克劳迪亚的哥哥吧 你们不是去吃饭了吗 叶晨随口道 哦 我回来找车钥匙 说吧 他装模作样地 在克劳迪亚的床上找了找 车钥匙已经悄悄拿在手中 随后他朝两人晃了晃 开口道 找到了随后 他重新来到刘曼琼的身边 惊讶地问道 曼琼小姐 你还没告诉我 你怎么会在这里 刘曼琼也没想到 自己会忽然在叶晨面前暴露 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回答道 那个 我 我通过了金陵大学的面试 现在是金陵大学的讲师了 第4287章应对的办法 叶晨刚才已经从林婉儿口中 偶然间问到了刘曼琼的近况 不过 当刘曼琼亲口说出来之后 他还是故作惊讶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来金陵大学工作的 刘曼琼只能如实解释道 那个 金陵大学有个青年人才引进计划 我试着申请了一下 然后就被邀请过来面试 然后就面试通过了 刘曼琼的语气很忐忑 像个做错事被家长发现的小孩子 叶晨知道 他来金陵大概率是因为自己 只是 这种时候 他也只能装傻充梦 于是便下意识地说道 金陵大学虽然比不上港岛大学 但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刘曼琼轻轻点了点头 看着叶晨 磕磕巴巴地说道 我 我也觉得挺好的 一旁的林婉儿 好像刚刚才回过神来 一边揉着脑袋 一边惊讶地开口问道 曼琼姐姐 你认识这位先生 刘曼琼连忙道 认识 我们是朋友 林婉儿惊讶地说道 那可真是太巧了 刘曼琼微微点头 尴尬道 是 是挺巧的 林婉儿看向叶晨 对叶晨说道 您好 我叫林婉儿 还不知道您怎么称呼 叶晨淡淡道 我姓叶 单名一个臣子 林婉儿笑着说道 叶晨哥哥你好 叶晨微微一笑 算是还礼 心中却不禁在付费 看来林婉儿 应该不记得我不过 叶晨知道 有刘曼琼在这 自己也没法继续 询问林婉儿 于是便道 哦对了 我妹妹她们还在等我 我先过去 你看看什么时间方便 我请你吃顿饭 刘曼琼忽然暴露 心中羞难又局促 但听叶晨说 要请自己吃饭 还是不假思索地 答应下来 道 我这几天晚上 都可以叶晨便到 择日不如撞日 钱翠就今天好了 你晚上几点下班 刘曼琼道 六点左右 好叶晨点了点头 道 那我六点钟来接你 刘曼琼虽然开了车 但还是点头说道 好 那我在门口等你 咱们电话联系 叶晨知道刘曼琼在这里 自己也没办法 继续试探林婉儿 于是便开口道 那就这么定了 你们俩先聊 我走了告别了刘曼琼 叶晨离开寝室楼 第一件事便是给陈泽凯打去电话 虽说此时的陈泽凯还在乡泻里温泉 为如何实现内窥而犯愁 但接到叶晨的电话 他立刻不动声色地从炼工厂退了出来 到一个无人的房间 才接通电话 公敬地说道 少爷 叶晨直入正题 开口道 老陈 帮我查一下一个马来西亚富豪 秋英山的入境记录 查到之后 再查一查 与他一起入境的所有人员信息 陈泽凯立刻说道 好的少爷 您稍等 我这就让人查一下 几分钟后 陈泽凯将一个表格发给了叶晨 这里面 有秋英山入境的时间 以及所有与他一起 从马来西亚来精灵 并办理入境手续的人员信息 其中 便有林小婉这个名字 而且 他们入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看来 林婉儿并没有跟自己说谎 他确实是跟着秋英山来的精灵 而且 秋英山在精灵本就有产业和根基 精灵大学也确实受过他的恩惠 林婉儿想到大学里大已于事 秋英山将他安排到精灵大学 完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便更让叶晨觉得 林婉儿应该没有撒谎 更何况 他今日在给林婉儿 做心理暗示的时候 动用了更多灵气 叶晨自信这么强大的灵气 林婉儿这种毫无灵气可言的人 绝不可能有任何机会 躲开自己的心理暗示 至此 叶晨对林婉儿的怀疑 也基本打消了十之八 九 不过 即便叶晨相信林婉儿 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可他却一直眉头紧锁 他现在虽然基本相信 林婉儿出现在精灵只是巧合 但心里还是隐隐担心起来 上一次叶晨见林婉儿 破清会正在追杀他 现在 他来了精灵 如果破清会得到了 与他有关的线索 那他们一定会吸取 上次的经验教训 派最强大的高手 来精灵抓他 而且自己的外公外婆也已经到了精灵 与林婉儿一样 他们一家人也是破清会的重要目标 若是这么看来 破清会两大目标都在精灵 那接下来破清会触及精灵的概率便大大增加 考虑到目前的破清会几乎已经全体静默 只有三个伯爵还在外面 叶晨担心 接下来搞不好会有某位破清会的伯爵来到精灵 在塞浦路斯 自己可以让万破军提前埋伏进防炮 但是在精灵 自己没这个能力 也没这个机会 若是真有破清会的伯爵来到精灵 若对方只为林婉儿尚且好说 若对方也想对自己外公外婆一家不利 那自己能否有实力保他们平安 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而且 更要命的是 自己在精灵 可不好弄一套预警系统 如果对方真的来了精灵 在对方没出手前 自己很难提前知晓 想到这里 叶晨的心情也变得格外沉重 一顿午饭 叶晨吃得索然无味 饭后 他将克劳迪亚 李小芬以及李阿姨送回家之后 便把车开到了江边 找了个车位停好车 一个人在江边坐了一个下午 今日见到林婉儿 让叶晨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那是一种大敌将至的感觉 而他 却还没找到应对的办法 下午六点 叶晨驱车前往精灵大学 刘曼琼虽然开了车来学校 但却直接把车留在了学校 在离开学校之前 还特地精心化了个妆 两人见了面之后 刘曼琼还因为今天忽然暴露的事情 多少有些拘谨 叶晨问他 曼琼小姐 晚上想吃点什么 刘曼琼道 随便吃点吧 清淡些最好 来精灵之后吃饭一直重辣重盐 多少有些不太习惯 叶晨想了想 随口道 想吃清淡些 那就去吃港式风味 还是别了刘曼琼苦笑道 精灵的港式餐厅我都试过了 还是不太正宗叶晨笑道 这就是中餐的弊端 口味很难得到保障 那些能统一口味的 也基本都是料理包和预制菜 想到这 他便说道 要不就去吃料吧 只要食材新鲜 味道应该差不太多 刘曼琼不假思索地说道 好 我听你的于是 叶晨便驱车载着刘曼琼 来到一家日料店门口 推门进去时 门口挂着的铃铛因为震动 发出清脆的叮叮声 让叶晨一下子愣在当场 对眼下的现状 他的心里忽然浮现出 一个应对的办法 第4288章过关 刘曼琼见叶晨 站在门口发愣 忍不住问了一句 叶先生 你怎么了 叶晨回过神来 微笑道 哦 我在想事情 不好意思 这时 服务员迎了过来 开口道 两位里面请叶晨点点头 随服务员进门时 特意看了一眼 推拉门上悬挂的小铃铛 心中已然有了启发 若破清会将来 真的会派伯爵前来精灵 那自己就必须做一个 能够向自己示警的铃铛 与刘曼琼入座之后 他掏出手机 给原本在古玩街 卖古董的张二毛 发了一条信息 让他明天中午 到湘泄立温泉的半山别墅 跟自己见面 张二毛前段时间 开始跟在红武身边 做了狗头军师 也确实做得得心应手 将红武手下的产业和人马 重新做了梳理 收入和管理 一下就提升了不少 眼下 红武大部分时间 都在湘泄立 大多数事务 都已经交给张二毛打电 叶晨刚刚灵光一线的主意 便需要张二毛 来替自己完成 此时 刘曼琼在叶晨面前 还有些尴尬和拘谨 随便点了些餐食之后 他便主动对叶晨说道 叶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我来精灵的事情 应该提前跟你说一声的 叶晨看出他神情之中的 尴尬与无措 于是便笑道 提前说 不就没有这种惊喜的感觉了吗 刘曼琼听闻这话 难掩欣喜地问道 真的 你真这么觉得吗 当然 叶晨这话说的 虽然有些违心 但他心里也很清楚 刘曼琼这么远折腾过来 自己不能表现得不冷不热 那对他来说 一定是个巨大的打击 甚至会让他接下来 在精灵的每天 都度日如年 而自己只需要表现出 几分惊喜 便足以抚平 刘曼琼内心的 那些尴尬和无措 刘曼琼也确实 如叶晨预料的一样 在听到叶晨肯定的回答之后 顿时便拨开云雾剑月明 不仅心情放松了许多 脸上也瞬间浮上 开心的笑容 他看着叶晨 略有几分羞难的低声说道 我还怕我这么不打招呼 就来精灵 会给你带来困扰 不会叶晨不假思索的白手道 我们是朋友 而且我去港岛的时候 你对我也很照顾 现在你能来精灵发展 我当然很开心 以后在精灵 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一定不要跟我客气 刘曼琼欣喜不已的重重点头 好的 我知道了 叶晨微微一笑 玄机故意装作忽然想起什么一般 开口问道 对了 中午在寝室见到的那个林小婉 和你是什么关系啊 你们怎么会认识 刘曼琼如实道 小婉是我爷爷一位好朋友的孙女 她是马来西亚华侨 今年来精灵大学读书说着 刘曼琼又问 对了 我听小婉说 你跟她的心事有认识 对叶晨点头说道 我一个妹妹 刚好今年到精灵大学读书 没想到他们俩 竟然还分在同一个寝室 同一个专业 那可真是太巧了 刘曼琼惊叹道 我本来还想等过段时间 在精灵大学稳定了之后 再找机会告诉你 我来了精灵了 但没想到 今天去小婉寝室找她 竟然遇见了你 真是太 太有缘了 是吧 叶晨笑了笑 故作好奇地问她 对了 中午我走之后 你们干嘛去了 刘曼琼道 本来是想叫上小婉 一起去吃饭的 但是她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一直说头疼 在寝室休息了很久 也不见好转 我就让贤姐带她回去了 说着 刘曼琼又解释道 对了 贤姐是邱爷爷 在精灵的管家 小婉住在邱爷爷的紫禁山庄 生活上都是贤姐在照顾 叶晨听到这里微微一愣 随即才恍然大悟 林婉儿之所以会头疼 很有可能是自己中午的时候 向她大脑堵入的灵器有些过多 心理暗示做得有些过于猛了 之所以下猛药 也是因为叶晨见到她实在感觉诡异 生怕她有什么诡异之处 现在想想 一个18岁的女孩 大脑被堵入过多的灵器 对她的身体肯定有很大的损害 头疼不适感 想来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叶晨一时也有些惭愧 感觉自己见到林婉儿 似乎确实有些反应过激了 一时下手有些重 不过好在这种情况 不会对她产生什么不可逆的伤害 若是头疼严重 休息一段时间也就好了 与此同时 在紫荆山庄 面色惨白的林婉儿 刚刚睁开眼睛 一旁守着的贤姐 连忙关切地问道 林小姐 您感觉怎么样了 林婉儿只觉得大脑一阵天旋地转 一种强烈的呕吐感 催着她的胃部翻江倒海 贤姐见她机遇作呕 连忙拿起垃圾桶放在她面前 林婉儿哇的一声 吐出满腹的酸水 她早晨六点多吃过饭之后 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二个小时 滴水未尽 吐出来的 几乎全是胃里的酸液 灼烧的整个喉咙和食管 都十分疼痛 贤姐帮她擦了嘴 连忙端过一杯温水 帮她竖了口之后 又帮她喝下少许 林婉儿 这才算是舒服了几分 林婉儿挣扎着坐起来 整个脑子 彭扶要炸开一般 剧痛不已 她强忍着疼痛问贤姐 现在几点了 贤姐忙道 回林小姐 现在已经下午六点四十了 林婉儿轻轻点了点头 问她 我不舒服的事 没告诉其他人吧 贤姐连忙说道 您吩咐过 不让我说 所以我谁也没告诉 扶着您回到房间之后 您就昏迷了 我就把您搀扶到了床上 一直守着您 我们家先生和张先生 都来问过 我遵照您的意思 没跟他们说 只说您想休息一下 好 林婉儿虚弱地点了点头道 中午上了车之后 我几乎就快失去意识了 辛苦贤姐了 贤姐恭敬道 林小姐您太客气了 说着 她问林婉儿 林小姐 您一天没吃东西 要不要我帮您准备点吃的 好 林婉儿确实感觉 胃里已经完全空了 整个人除了头疼之外 还有一种饥饿导致的心机与无力 于是便道 辛苦贤姐帮我给院子里的温泉池 许满水 吃过东西后 我想去泡一会儿 好的林小姐 贤姐恭敬道 那林小姐您休息片刻 我去给您准备晚饭和温泉水 贤姐说完 便躬身离开 留下林婉儿一个人 倚靠在床头失神 回想中午 被叶晨连番试探的经历 林婉儿不由苦笑 喃喃自语道 叶晨 不知我今日 是否通过了你的试探 第4289章铃铛 一日 叶晨中午时分 抵达香榭里温泉的半山别墅 张二毛提前一个小时 便赶到这里等候 见到叶晨 张二毛毕恭毕敬地说道 叶大师 您找小的有什么吩咐 叶晨微微一笑 问他 张二毛 我让你带的东西 你带来了吗 张二毛连连点头 从车里取出一个手提包 对叶晨说道 回叶大师 您要的东西 我都带来了 好叶晨招呼他道 进去说吧 叶晨带着张二毛 来到别墅客厅 张二毛便迫不及待地 将手提箱打开 从里面拿出若干条 大小不一 粗细不一 但都漆黑如炭的木头 他一边将这些木头往外拿 一边向叶晨介绍道 当时您说想要雷击木 这就是晓得昨天到现在 能找到的所有靠谱的雷击木了 咱们这个市场上卖的雷击木 十有九个半 都是人工做出来的假货 那要真说 哪里发生了雷劈树木的事都不懂 这些收购商上门当地老百姓 就都抢得前前进进了 所以您别看我找的这些雷击木 品项好像不太好 年代也不是很久远 不过小的都能拿人头跟您保证 这都是实打实的雷击木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叶晨点了点头 粗略地看了一下他拿出来的木头 点头道 这些确实都是雷击木 品质虽然差了点 但是正和我一张二毛听的一头雾水 下意识地问道 叶大师 怎么着品质差点 反而合您心意呢 我还怕小的搞得这些玩意儿 入不了您的法眼了 叶晨笑道 这个我三五句话 跟你也说不明白 说着 叶晨又问他 我让你找的老班纸 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 张二毛连忙从口袋里 又掏出两个 看起来已经非常有年头的玉班纸 将那班纸地点叶晨 说道 叶大师您看 这两个玉班纸 都是清代早期的 东西是真的 就是料子不太好 普通的和田玉 品质一般叶晨点点头 将那两枚玉班纸接了过来 大概看了看 说道 你这东西看起来像是熟坑的东西 出土至少几十年了吧 张二毛竖起大拇指 赞叹道 叶大师您果然慧眼如炬 这两个班纸 确实是熟坑出的东西 估摸着 少说也出来三四十年了 叶晨道 我想要升坑的东西 越升越好 最好是看起来就好像一个月前 刚刚出土那样 能搞到吗 这个 张二毛尴尬地说道 叶大师 暴斗犯法这个事 这些年 咱们精灵干这行的已经不多了 而且现在能倒的豆 出来的大部分都是些破烂玩意儿 玉班纸这东西还真够呛 能遇上说着 张二毛问叶晨 叶大师 小的多嘴 斗胆问您一句 您为啥非得要升坑出的东西呢 叶晨道 张二毛 你现在是红武的人 换句话说 那也就是我的人 所以我也不瞒你 我想要升坑的班纸 是打算骗人 若是熟坑 估计很难骗得过去 张二毛听个云里雾里 下意识地说道 叶大师 您为什么要用熟坑的真东西 装成升坑的东西骗人呢 说实话 这年头盗墓这种事查得很紧 像我们这种古董贩子 其实都不太敢要升坑出的东西 怕惹上事吃官司 但要是熟坑出的东西 那就另当别论了 毕竟年代久远 三五十年前挖出来的 就算是黑的 现在也洗成白的了叶晨白白手 道 你就不要问为什么 就告诉我有没有办法搞定说着 叶晨又指着那些雷积木 道 还有这些 我想用它们做一样东西 最好也能给人一种刚出土的感觉 你有门到吗 张二毛想了想 开口道 叶大师 要说这件事也简单 我本身就是造假出身的 这一点您是知道的 我们最擅长的是把那些新的东西 伪装一下 变成刚出土的样子去骗人 有时候 这边刚烧出来的瓷器 我们摇身一变 就能给他弄成刚出土的清代官窑 当然了 这种造假骗得了新手和刚入行 不太久的半瓶水 但是骗不了行家 说着 张二毛话锋一转 又道 可您这是打算用清代的真东西 伪装成刚挖出来的清代真东西 这个就简单多了 说难听点的 小的先给您处理一下庆色包浆 再去农村毛坑旁边的土里挖点土 弄点猪内脏倒进去 把这东西放里面跟猪内脏一起埋一晚上 最后在上面撒上一泡尿 第二天挖出来的时候 就像那刚出土的东西一样了 叶晨问他 这种办法能被人发现破绽吗 张二毛摇摇头 你要说拿新的东西这么做就 让别人去看 那肯定能发现破绽 但您毕竟是拿真的东西放进去 这谁能发现得了啊 就算是专家拿着碳14的仪器过来鉴定 这东西他也是清代的呀 他们判断这东西是不是深坑出的 主要看庆色包浆 还有就是自身的味道 有没有那种淡淡的土腥味 血腥味和湿臭味 只要把这个做好了 他们就会觉得 这东西是新出土的叶晨点点头 笑着说道 好 那这件事就由你去办张二毛疑惑不已地问 叶大师 您到底要晓得干嘛 叶晨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饶有兴致地问他 张二毛 你自从跟了红武之后 这谷完成的买卖还干嘛 张二毛连忙说道 叶大师 晓得承蒙您和五爷台爱 有机会跟在五爷身边安前马后 哪还有心思去搞什么谷玩买卖 早就丢到一边 不管不问了叶晨认真道 我找你办的事 还真得需要你抽出一段时间来 继续回去经营您那谷玩的买卖 张二毛诧异地问道 叶大师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晓得没听明白 还请您明示叶晨微微一笑 拿过两枚玉斑纸和其中一节雷金木 对张二毛说道 你先等我一下随即 叶晨便来到里面房间 在那两枚玉斑纸里 分别用灵器布下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护身阵法 又在那雷金木里 用灵器布下了一道简单的惊雷浮阵法 如此 这两枚玉斑纸 变成了两个简单的护身戒指 能为佩戴者挡下一次小灾小难 而这雷金木 也变成了一个只能用上一次 就会破裂粉碎的惊雷符 做好这些 他从房间回到客厅 将两枚斑纸和一枚惊雷符 都递给张二毛 嘱咐道 你先把这三样东西拿去做 要把他们做的 就像是刚刚从土里挖出来的一样 张二毛立刻说道 好的 叶大师 我回去就立刻给您处理 处理好了之后 给您送回来嘛 不必叶沉淡淡的 你去古玩街 找两个机灵点的 你能完全吃得住的摊贩 一人给他们一枚戒指 让他们戴在手上 然后一个去机场到达大厅 一个去高铁站的出站口 给我举着牌子等接人 至于接谁 不要紧 你随便给他们写个人名 就行 张二毛一脸诧异 叶大师 您到底要接谁啊 这随便写个人名 估计也接不到人吧 叶沉淡淡道 我不是要接人 我是要等人 说吧 叶沉非常严肃地说道 张二毛 接下来我跟你说的话 你要一字不落地听好了 这件事要是办得好 以后我叶沉许你荣华富贵 张二毛一听这话 顿时激动地坐直身体 恭敬道 叶大师您尽管吩咐 二毛一定全力以赴 叶沉点点头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花高价 让他们两个每天都从机场和高铁站开门的那一刻等到关门 一直等到有人问起他们两个手上预班值的来路 你要让他们两个人明确地说是从你的手里买的 另外告诉他们 如果对方给他们开高价要买 就让他们按照市场实际价值的一百倍需要 少一分都不卖张二毛虽然听得云里雾里 但还是听懂了叶沉的要求 连忙说道 叶大师放心 我一定照办 叶沉满意地点点头 又将那惊雷符递给了张二毛 用上了几分灵气 对他连嘱咐带心里暗示地说道 这东西你自己游着 带着他回你的古玩街 继续经营你的古玩摊位 只是你记住 一定要把它摆在你摊位最显眼的位置 然后无论谁来问价 你都开价五百万 一分都不能少 别人要是问起你这惊雷符到底是哪来的 你就 告诉他是前段时间刚刚从一个深坑里面挖出来的 当有人问起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打你自己的心理就坚信 这三样东西都是从深坑里挖出来的 明白了吗 张二毛眼神一致 重重点头 明白了 叶沉看得出 心理暗示已经在张二毛身上生效 于是 他便对张二毛说道 这条雷金木要是被人买走了 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要是被人偷走了 你也第一时间告诉我 张二毛立刻恭敬地说道 好的叶大师 小的这就去办 叶沉将张二毛送出别墅 嘴角抹过一丝胸有成竹的微笑 他之所以要做这些 就是要在精灵的两扇大门上 各挂一个铃铛 而那两个铃铛 便是自己给张二毛的两枚玉斑纸 这两枚玉斑纸看起来并不起眼 一般人看到也不会有什么兴趣多看两眼 而如张二毛所说 这两枚玉斑纸的材质一般 品项价格本身也不会太高 就算是懂古玩的人 也不会把它放在眼中 所以当两人分别带着一枚玉斑纸 在机场和高铁站举着牌子等人的时候 只有一种人会关注到他们手指上的这枚玉斑纸 那便是能够看透这玉斑纸中 含有阵法的人 而能够看透这玉斑纸含有阵法的 必然是掌握灵气的人 什么人掌握灵气 叶辰所知道的 除了自己之外 只有五个人 一个是破清会的英主 另外四个便是破清会的四大伯爵 但是英主不会自己来精灵 而四大伯爵死了一个 所以叶辰的目标就只剩下三个人 那便是破清会剩下的三位伯爵 眼下 自己的外公外婆 以及林婉儿都在精灵 破清会伯爵出现在精灵的几率大大增加 不过 自己做完这些之后 就有极大的把握 在伯爵抵达精灵之后 就第一时间收到预警 飞机场和高铁站就是精灵两道大门 那伯爵不可能从周边城市驱车前来 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乘坐飞机 或者是高铁这两种交通工具 而自己让张二毛安排两人 在这两地时刻蹲守 他们可能会举着张三李四的牌子 可能会在这两个地方连续蹲守数天 但是这都不要紧 因为破清会大概率不会派两名伯爵来到精灵 而且就算派两名伯爵来精灵 也不可能让他们同时分别坐飞机和高铁过来 所以这就注定了破清会的伯爵 只能遇到这两人中的其中一个 而伯爵虽然实力高强 也不可能知道几十公里外 还有一个人带着同样的御班纸 更不可能知道 这个举牌子的人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日 他们只会惊喜不已地发现 自己竟然在精灵遇到了一件法器 虽然这法器只是一个简单的护身符 可换了谁都会想知道 如果以这御班纸为线索 会不会找到其他法器 大庭广众之下 破清会的伯爵又带着重要任务 必然不敢在这种事情上过于嚣张放肆 所以肯定会低调打听这班纸的来源 如此一来 线索就会指向张二毛 等破清会的伯爵找到张二毛 就会发现张二毛那里 竟然还有一个精雷符 就算他们不认识精雷符 也一定能看得出 这法器能够起到攻击效果 比那能够防身的御班纸 自然是强了许多 届时 他们定会如获至宝 几百万的价格 他们也绝对不会有任何犹豫 但是 这精雷符看起来就是一节普通的雷金木 张二毛报价五百万 就算是败家如秦奥东那样的富二代 也不可能花这么多钱买它 所以会买它的 必是实货之人 换句话说 必是破清会三大伯爵之一 届时对方得到这精雷令 一定兴奋不已 也一定会想着找个无人之处事上一事 而他大概率没有九旋天经 所以也不可能知道 自己特殊炼制的这枚精雷令 只能用一次 所以 一旦他试了 这精雷令就会灰飞烟灭 同时也会引发一道天雷 届时 自己不仅知道他来了 还会知道他的大概方位 第4290章又见面了 叶辰开始未雨绸缪的时候 包括叶辰二舅 小舅以及小姨在内的其他安家人 也已经陆续抵达万柳山庄 自从安家人开始为老爷子安启山 每日拍摄视频记录之后 他们便发现 老爷子的记忆力从来到精雷 住进万柳山庄之后 便有了立竿见影的变化 以前 老爷子的记忆力一直在不断退化 近期发生的事情 甚至睡觉前发生的事情 睡醒之后一定是记不起来的 但是 自从住进万柳山庄之后的这几天 老爷子亲身经历的所有事情 几乎都能记得非常清楚 与视频记录的内容相比 对之后发现 老爷子竟然能将昨天发生的事情 记住个十至八 九 这个变化 让安家人欣喜若狂 而且 一众人都住在位于正中央的那套别墅内 而他们住进来后 也都有一种神清气爽的舒适感 这更是让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 此处是一块真正的风水宝地 这两天 安家人陆续已经开始将调查的范围在精灵铺开 他们的效率很高 已经渗透进了民政系统 福利救助体系 以及各大医院的救诊资料 但这几个方向里 都没有找到任何与叶辰有关的信息 安家人早预料到事情不会太过顺利 所以也并不气馁 就在张二毛得了叶辰的指示 开始给那三样法器做就的时候 安家老两口将几名子女召集起来 又叫上李亚林 大家一起开了个会 因为这几日的记忆都非常完整 老摩深算的安启山逐渐找到了主师的节奏 他在分析了眼下的情况之后 将接下来的计划暂时定位两个方向 一个是安凯峰带着其他人 继续在精灵展开地毯时搜寻 寻找可能与叶辰有关的一切线索 另一个便是让安重秋与宋婉婷取得联系 看看能否旁敲侧击打听出回春丹所有者的情况信息 毕竟在安家人看来 回春丹的所有者 大概率与当日在美国救下安家的恩公是同一人 若是能找到那位神通广大的恩公 不但能有机会报恩 还有可能请恩公帮忙寻找叶辰的下落 安重秋也不敢耽搁 立刻与宋氏集团的人取得联系 在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之后 提出了想要拜访宋婉婷的请求 上一次安重秋来拜访宋婉婷时 报备的姓名还是那个名位或远征的假身份 所以宋婉婷的助理做梦也没想到 大名鼎鼎的美国安家 竟然会主动与宋氏集团联系 并且安家的长子还想亲自拜访宋婉婷 这种感觉 无疑于一个三四十人的创业公司 忽然收到了比尔盖茨登门拜访的请求 激动不已的助理 不顾宋婉婷正在与供应商开会 直接跑进会议室 激动不已的在宋婉婷耳边说道 宋总 美国安家想跟您约个时间 亲自来集团拜访一下 安家 宋婉婷不由皱了皱眉 若是精灵其他企业家听到安家人来拜访 一定会欣喜若狂 但宋婉婷却不自觉地担心起来 她早就收到过叶晨的提醒 知道安家人正在精灵寻找叶晨的线索 这次安家人竟然主动找到自己 不是为叶晨而来 就是为回春丹的所有者而来 但无论是这两种其中的哪一个 最终都会指向叶晨 于是 她便对助理说道 这件事先不要着急回复 等我忙完再说吧 助理不明所以 连忙提醒道 宋总 那可是安家的人啊 我知道宋婉婷点了点头 淡淡道 那也等我忙完再说助理无奈 只好恭敬地说道 好的宋总 那我先不回复他们 等您消息宋婉婷摆摆手 嘱咐道 你就原话告诉他们 就说我现在在忙 让他们等我消息 好 助理不知道 一向都非常低调的宋婉婷 为什么这么不给安家面子 于是只好按她要求 将原话回给了安崇秋 安崇秋早在回春丹拍卖会结束之后 就曾经来拜访过宋婉婷 只是那次 宋婉婷并没有向她透露 任何与回春丹有关的信息 不过在安崇秋看来 今日已非当初 当初自己一门心思想要回春丹 结果回春丹没拍到 还出了回春丹所有者的逆铃 但后来神秘恩公在纽约救下整个安家 安崇秋便觉得 若恩公与回春丹所有者真的是同一个人 那她说不定会因为纽约发生的事情 对安家转变态度 但是她没想到 自己这个念头 在宋婉婷这里便有些受挫 宋婉婷让助理拒绝安崇秋之后 便立刻暂停会议 回到会议室给叶晨打去电话 在电话中恭敬说道 叶大师 您大舅又打电话来 说是想到宋氏集团拜访 您看我是否有必要跟她见一面 叶晨道 见一面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如果他们问起和我有关的消息 你就告诉他们 我自从上次拍卖会后 就离开精灵了 至于去了哪里 你也不太清楚宋婉婷连忙道 叶大师 若是您暂时还不想暴露任何线索 婉婷还是不跟您大舅见面了 我怕见了面 了解什么 万一有哪一点表情管理没做好 被她发现端倪夜晨笑道 婉婷你是不是傻 我大舅她怎么说也是安家的大少爷 她这次见你 一定会准备足够的诚意 说不定会给宋家带来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 宋婉婷认真道 叶大师 我怕耽误您的正事 所以还是想跟安家保持一定的距离 叶辰微笑说道 这些你不用考虑 你跟我大舅见面之后 只管在她面前一问三不知 她就算知道你隐瞒了什么事 也绝对不敢逼你说出事情 而且 就算你什么都不说 她给你准备好的好处 也一定会先给到你说着 叶辰又道 安家以前很少在国内布局商业版图 这次来精灵 将来应该会把国内作为重中之重 而且在他们眼里 你是唯一一个能与我真正搭上线的下家 他们一定会尽全力向你示好 宋家这时候要是能抓住这个机会 跟他们绑定到一起 未来一定会迎来一个飞速发展的绝佳机遇 这种好事可不是经常能遇到的 宋婉婷知道叶辰是在为自己考虑 于是便感激地说道 我明白了叶大师 那我一会就跟您大舅约个时间见一见 叶辰问了一声 又道 哦对了 你可以试时机地跟她透露一个消息 宋婉婷忙问 什么消息 叶辰微微一笑 道 就说我让你替我带句话 告诉他们 纽约的事情只是举手之劳 让他们不必放在心上 宋婉婷并不清楚当初纽约发生了什么 但听叶辰这么说 她没有多问 恭敬地说道 好的叶大师 等见了您大舅 我会适时将这句话传达给他们 叶辰提醒道 记得一定要在她开出条件之前提 最好是在她向你打听我消息的时候 就顺便告诉她 你说了这句话之后 无论她给你准备了什么条件 都一定会临时翻倍的 叶辰心里很清楚 大舅拜访宋婉婷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她无非就是想探求回春丹所有者的身份 顺便再确定一下回春丹所有者 与纽约救下安家的自己是不是同一个人 既然她都找上门来了 自己不妨大方承认这一点 让他们可以确定救他们的人 就是回春丹所有者 这样一来 可以将他们心目中 那两个神秘人的身份和二位一 至于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们一时半会肯定是查不到的 等将来时机成熟 自己也自然会与他们见面 再开诚不公地告诉他们 自己便是那个和二位一的神秘人 届时 自己在安家人心中 这三个不同的身份 便会完全合并到一起 午饭过后 就在安崇丘一时间不知如何打开宋氏集团突破口的时候 宋婉婷的助理给他回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 宋婉婷的助理对他说道 安先生 我们宋总今天下午六点钟 可以抽出二十分钟时间跟您见面 您看您要不要预约这个时间段 安崇丘作为安家长子 无论他拜访哪家企业的老板 对方都不可能给他制定一个时间 并且只给他二十分钟的会面时间 宋婉婷这还是头一遭 但是 此刻的安崇丘却没有任何不悦 反而十分高兴地说道 没问题 您帮我预约一下 我六点钟之前一定到宋氏集团 下午五点半 安崇丘便已经赶到了宋氏集团 在休息室等了半小时之后 宋婉婷的助理才走过来 对他说道 安先生您好 宋小姐可以见您了 请跟我来安崇丘连忙站起身来 开口道 辛苦了 助理带着安崇丘来到宋婉婷的办公室 对宋婉婷道 宋总 安崇丘安先生到了宋婉婷抬起头来 看着安崇丘 微笑说道 安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第四千二百九十一张恩公 果然是他 见到宋婉婷 安崇丘非常谦逊地微笑说道 你好宋小姐 又见面了 感谢你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见我宋婉婷笑道 您客气了 说着 他邀请安崇丘在沙发区坐下 自己则坐在了安崇丘的对面 好奇地问道 不知安先生这次来找我 有何贵干 安崇丘连忙说道 是这样宋小姐 上次的回春丹拍卖会 安某确实有些唐突 坏了拍卖会的规矩 所以一直有些不好意思 今日过来 是特地向您 以及背后那位回春丹的主人 道歉的宋婉婷玩耳一笑 开口道 安先生不必专程为此致歉 那次的事情 拍卖会也已经对您的行为 做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 您已经为您当时的行为 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所以也不必额外为此道歉 安崇丘暗暗砸嘴 没想到宋婉婷属实有些不好说话 自己想主动道歉 算是表明一个敌人异等的态度 结果他连自己主动低一头的机会都不给 其实 宋婉婷心里对安崇丘是很尊重的 这份尊重与他安家长子的地位无关 只因他是叶辰的亲大救 对叶辰 宋婉婷早就觉得无以为报 对叶辰的长辈也自然要被加尊重 但问题是 叶辰现在还不打算与安家人相认 所以宋婉婷也不敢对安崇丘客气 因为之前拍卖会的事情 安崇丘自己登门都知道姿态要低一头 自己若是对他过于客气 他一定会察觉出些许异常 此刻的安崇丘也不敢有分毫生气与不悦 只能陪着笑 小心地问道 宋小姐 不瞒你说 安某对回春丹的主人一直非常敬仰 之前虽然在拍卖会上因为家父病重 急需粮药为其医治 所以才心急之下才有些唐突 希望宋小姐能帮我跟他解释一下 求得他的原谅宋婉婷微笑道 安先生想多了 您当日破坏的是拍卖会的规矩 与他本人并无关系 这个逻辑就好像交通规则由交管部门制定 但您开车与别人发声寡蹭 无需向交管部门道歉 也无需得到交管部门的原谅 安崇丘感觉有种被荡城劈球 反复踢回原地的感觉 他犹豫再三 还是鼓起勇气 开口说道 宋小姐 我跟您直说了吧 我有些事情 想当面跟这位回春丹的主人求证 还希望您能为我引荐一下 无论成功与否 安家都会铭记宋小姐的这份人情 宋婉婷鸣嘴一笑 认真道 安先生 不是我不想帮您 只是您想见的那位先生 自从上次拍卖会后 就已经离开精灵了 离开精灵了 安崇丘连忙追问道 那请问 宋小姐知道这位先生姓谁名谁吗 宋婉婷摇摇头 我不知道 安崇丘疑惑地问 宋小姐 这位先生与你们宋氏集团合作 她的回春单由你们代位拍卖 卖掉的巨额资金也由你们代位收取 这么密切的合作 你怎能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若宋小姐能够透露指点一二 安家一定尽全力报答 宋婉婷回答道 先生神龙见首不见尾 我宋家有幸被她选中 替她操办回春单拍卖会 已经是三生有幸 又怎会去探究先生的真实身份 至于您说的拍卖所的资金 我若告诉您 这笔资金至今仍在拍卖会的账上挂着 先生根本没有拿走 您相信吗 安崇丘顿时沉默起来 她知道 这种事情也由不得自己信或不信 信与不信自己都无处求证 无奈之下 她只能用极其诚恳的语气解释道 宋小姐不瞒你说 前段时间我安家遭遇灭顶之灾 信得一位神秘人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 然后这位神秘人甚至将我一位冰死好友也救了回来 我这次来也是想求证一下 那位救命恩人 与您口中那位先生 是否为同一人说罢 她一脸恳求地说道 宋小姐一定拥有那位先生的联系方式 安某不求你能将她的联系方式给我 只求你能帮我向她求证一下 宋婉婷微微一笑 轻轻点了点头 随后她看着安崇丘 与不惊人死不休地说道 安先生说的是安家和李探长之前在纽约遭遇危险 中途被人救下的事情吧 安崇丘表情顿时一片骇然 安家遭遇危险的事情 从未向外界透露分毫 所以至今也没什么外人知道 而自己刚才提及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没有说明任何实际线索 没有提到纽约 更没有提到是因为什么 而宋婉婷不但准确地说出了纽约这个地点 甚至还点了李亚玲的名字 由此可见 她对当日安家在纽约的遭遇一清二楚 于是 她连忙追问道 宋小姐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 宋婉婷淡然道 因为先生前两日便联系过我 先生说若是安家人找来 就帮她给你们带句话 安崇丘激动不已 连忙问她 什么话 宋婉婷道 先生让我告诉你们 当日在纽约 确实是她出手救了安家 以及李亚玲的性命 不过这件事情对她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你们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安崇丘瞪大眼睛 激动到声音都有些颤抖地说道 是她 恩公果然是她 这可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说吧 她欣喜无比地继续问道 宋小姐 请问恩公她还说什么了 没了宋婉婷摇了摇头 道 先生知道安先生想求证这件事 所以也算是解了安先生心中的疑惑 这下安先生满意了吧 安崇丘感慨道 安家与先生没有任何交情 安某甚至还在先生的拍卖会上大放厥词 可先生非但不责怪 反而还救了我安家上下十几口性命 救了我那好友李亚玲的性命 这份恩情 怕是一辈子也报答不完 宋婉婷认真道 安先生不必为此戒怀 先生说过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救你们 一定也是因为你们值得救安崇丘抱着拳 恭敬地说道 宋小姐 若是有机会 还请代我向先生转达安家的谢意 另外 安家还有一件事想请她帮忙 还请宋小姐代为转达 若她能够答应 安家愿将半数家产拱手相让 宋婉婷道 安先生说说看安崇丘道 安某有个外甥 如今已失踪整整二十年 她名叫叶晨 今年二十八岁 是我姐姐安成七 与我姐夫叶长英的独子 安家二十年寻遍全球 都寻她不得 先生既然如此神通广大 还请先生念在我父母年事已高 见外孙心切的份上 帮我们找一找尘儿的下落 一旦找到尘儿 安家一定将半数家产如书奉上 宋婉婷听得目瞪口呆 她没想到 安家为了找到叶晨 甚至愿意拿出半数家产 不过对安崇丘 以及整个安家来说 做出这种承诺 并非信口开河 安崇丘来之前 安家人就在家庭会议上讨论过 以安家的情况来看 若是破清会还抓着安家不放 那安家就先暂时安全 将来恐怕也是在劫难逃 毕竟双方的实力悬殊巨大 安家毫无胜算 而在安家人看来 目前最有可能拯救安家 让安家免于破清会灭门的人 便是当日在纽约 救下安家十几口人的神秘恩公 只要能确认 恩公就是回春丹的所有者 那不仅安家的危机 能够有一道强力保障 就连老爷子的病情 恐怕都有很大机会彻底痊愈 那样的话 此人便是整个安家赖以生存的关键 而他本身就神通广大 若他愿意帮忙 找出夜晨的下落 也绝对不在话下 所以 既能保证自身安全 又有机会让老爷子彻底痊愈 若是还能将夜晨也找到 对安家来说 这便是一举三得 就算将半数资产拱手相让又如何 片刻之后 宋婉婷从震惊之中缓过神来 开口说道 既然安先生这么说了 我一定尽量找机会 帮你转达安重秋站起身来 抱拳说道 谢谢宋小姐了 说吧 他连忙又道 宋小姐 还有一件事 想拜托你帮忙 宋婉婷道 安先生说说看 若是我能办到的 一定帮忙 安重秋认真道 不瞒你说宋小姐 安家已经决定 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会一直留在精灵发展 所以 安家目前正在打算 在精灵建立安家的新业务中心 届时 安家半数以上的业务 都将从美国转移到精灵来 不过 这个过程至少要分数年时间来逐步实现 第一阶段就是先在精灵拿一块足够大的地 投建一个不亚于苹果在加利福尼亚总部大楼规模的办公中心 总投资预算不低于80亿美元 我听说宋氏集团在精灵实力雄厚 而且有商业地产开发的经验 如果宋小姐不嫌弃的话 安家的这个项目 就拜托宋氏集团来实际开发了 80亿美元 宋婉婷极度震惊地脱口说道 安先生 这么大的投资规模 在精灵历史上还闻所未闻 宋氏集团迄今未止 承建的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 一栋摩天大楼外加几栋配楼 一座大型商场在内 总造价也不过5亿美元 80亿美元的项目 宋氏集团别说做了 就连想都想不出来 谢谢大家